第345章 死无对症 卧日 什么情况 江森一早醒来就发现放在书房的手机 昨晚上被轰炸了整夜 未接来电和短信多到爆炸 然后赶紧上网打开各大论坛一瞧 顿时破口大骂个别人干活没脑子 你打击我就打击我 何必拉去江省全省下水 当一群傻子还以为这事儿是奔着高考本身去的时候 江森的思路直接就奔到了最底层 毫无疑问 搞他的人 还是那群人搞他的逻辑 还是那个逻辑 总之舆论大骑的归属绝不能旁落 这就是某些人的终极目的 毕竟不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 文化和舆论阵地都是能见血的 舆论阵地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哥 这还不搞死他们啊 你都全省第一了 拿什么作弊啊 打开QQ 李正蒙暴怒的留言就跳了出来 是早上四点多发来的 留言满满两个对话窗口都装不下 江森从上往下拉 见这小子比他这个当事人还激动 叹口气 摇摇头给回了一句 别急 对李正蒙 他确实没什么好解释的 一来 他不见得能听明白这件事里头的深意 二来万一 他要是稍微明白了一点 那他妈满世界叫起来 后果恐怕更加严重 这件事说复杂也复杂 再啥都不懂的人看来 可能一层层抽丝剥茧分析下去 他们大概率会产生 我草 真相居然让人这么毛骨悚然的惊叫声 然后以为自己 已经身处某些大事件的漩涡之中 并由此既感到骄傲 又感到恐慌 再忍不住暗戳戳的四下语人分享 搞出一副逼格与水平同在 性命与屎尿齐飞的架势 但他们 不知道的是 这些玩意儿 其实 一直以来 就融于千千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只不过平日里不动脑子 等事情发生了 才会感觉政治好可怕 但其实呢 可怕你个大头鬼啊 感觉可怕的人 说到底无非是没读过书 眼界浅薄 思想格局不够 换言之 哪怕是马瘸子那种村里的赤脚医生 江森跟他说 这些东西 马瘸子就能接受得非常快 从那个飞机大炮年代里走过来的人 见惯了生死 再看这些东西 自然就觉得很稀松平常 而江森本人 则是经受过大量的 有意识的自我训练后 算是把这些事情看淡了 英雄见惯一常人 哪有什么逼格不逼格 高度不高度的 说白了 都是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 大人物 大的利益集团 能动用的资源多 搅动起风浪自然就大 就给人一种时代风云的感觉 小人物 小的利益集团 没那么大的能耐 能发动的力量就小 就让人看了觉得low逼 但本质上 菜市场里两个农妇 为了几毛几分钱的菜价 斤斤计较乃至动手 和那些大利益集团 为了搞定对手 而动用某些手段 其实就是一码子事 就像江森看到眼前的场面 他心里其实一点都不慌 只是纯粹地觉得 对手做事太不讲究 拿高考这种事来搞风搞雨 真心坏规矩啊 江森翻动网页的时候 手机忽然又响 他拿起来一看 见识个市区的号码 而且看起来有点眼熟 马上便接起来 就听那头沉声道 喂 你好 是江森同学对吗 是我 我这边是市宣传部综合处 网络上昨晚上 关于你高考的一些舆论 你注意到了吗 刚看到 好 那我就不多解释了 刚刚省里上级部门通知我们 让我们这边 先跟你稍微通个气 这件事情 社会舆论影响力比较大 省里有关部门已经在着手调查和解决了 你个人的话 暂时先不要向社会发声 以免舆论进一步扩大 不容易收场 好 我明白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件事的 再见 那边边挂了电话 简单的一通电话 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其实弦外之音不少 只不过 江森也听不出来 到底对方是什么意图 让他站着挨打先别动 可能是把他的个人影响力 直接打下去 不希望他再继续朝着扛旗的方向走下去 而是换个人 来扛一面别的旗 比方某开车师傅 但也可能是支持江森扛旗的自己人 这回想要借着这件事来一波反击 让他闭嘴 就是想引蛇出洞 叫对手单方面把事情闹大 这样责任就全都落在对手身上 到时候名义滔滔 法理人心在我 估计就能赢一波大的 只不过这样的话 就得先委屈江森一阵子了 所以说到底 就是这通电话 有可能是自己人打来的 也有可能不是 最后的结果 可能是他要完蛋 也有可能是他要再逆事上一次 说白了 就是目前局面根本无解 只能耐心地等到后续的发展 然后看双方的微操水平 到底如何 双方之中 到底谁才能这个过程当中 一点点地扭转局势 让局面倒向对自己有利的这一边 至于这波火拼的后果 不管好的坏的 自然全都要落在他江森的身上 看起来 好像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的样子 但问题是 谁让他江森出名呢 真以为名利双收的好处 是那么容易吃进肚子的 没那个承受能力 没那个本事 是早晚要吃坏肚子 是要吐出来的 江森放下手机 脑子里慢慢捋顺这件事后背的逻辑 因为这回站得够高 所以几乎一眼就看清了真相 比网上那些穷逼逼的 早已经不是高出几个段位 而是高出几座山了 默默地在卫生间里洗漱完毕 又给自己泡了两碗泡面 一边吃早饭 江森又继续往下想 分析演当前的局面 这件事 是昨晚上突然吵起来 目前看来 搞事情的那一边 其实段位很低 水平不高 能把高考分数拿出来吵 说明 脑子里是没有那根线的 但也有可能 就是另一边 简称 圆方 或者车方 或者寒方好了 谁让开车师傅也出名呢 总不能 只有森哥一个人出来 承受他这个年纪 不该承受的东西 把这件事 外包给了某些炮灰机构 到时候查起来 只要说是为了炒作 圆方背后的人 就能全部切割出去 半点不需要承担责任 然后这些外包人员 就可以依法处置 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这么大的事情闹出来 按造谣 诽谤国家机构的罪名来处理 估计坐牢都够了 不过仔细想 可能外包人员 作案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江森根据昨晚上 李正蒙给的大量 留言的时间线来看 一开始 对方其实只是扔出了 江森作文好垃圾 和江森水平好低 这两团时 江森高考作弊 这个说话 大规模流传 其实已经是在 凌晨12点之后 那么这个事情 就更有可能 只是外包人员 稍微引导 然后网络群众 自发投入的结果 毕竟如果真的 有人敢承包这种业务 脑子里肯定装的 也不可能是实 这样一来 这件事的真正责任方 可能也就找不到了 总不能把一个 随便说了句瞎话的人 莫名其妙就抓起来 人家或许只是 凑个热闹呢 几万人凑在一起 胡说八道 连个带头的人都没有 就是 人云云云胡咧咧 你能怎么定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 经过一夜发酵 确实已经扑朔迷离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支持江森这边的人里头 有个脑洞特别大的货色 干脆就利用了江森这件事 故意把舆论炒大 以比之道 还施比身 把对方的输出反弹回去 那么分析到这一步后 暂时的结论也就出来了 将昨晚上的斗争过程 再命名为斗争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总体情况就是 原方恨不地道地 拿高考这个话题出来作死 以达到搞臭他江森的目的 目的是 基本达到了 但客观上把柄也留下了 同时 我方虽然目前看来 就是被摁着往死里捶 这个我方 主要就是江森个人 但是正因为 我方还没还手 所以 局面上看起来虽然被动 但站在斗争的宏观角度上看 依然保留了极大的反击余地 一而接下来 江森感觉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 等待和忍耐 一来 刚才市里采来了电话 别管对方到底是什么意图 但总之是代表有关部门意见 江森作为一个良好市民 必须无条件配合 所以 短时间 不闭嘴也得闭嘴 这是没得选的 二则在江森 自己看来 这种闭嘴和第一时间的沉默 在战术上 其实也对他有利 毕竟 澄清 声明 警告这些东西 永远只有再还没使用 和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用的次数多了 律师函也就成废纸了 所以 即便要开口 那肯定也要等最合适的时机 再开口 争取做到一击至胜 就好比是跟女孩子谈恋爱 表白这玩意儿 绝对不是放在开始的时候使用的 而是放在已经拿下之后 表白不是发起战斗的冲锋号 而是得胜归来的浪漫烟花 就像现在的局面 江森如果开口嗶嗶 宣布老子要开战了 其实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只有等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 他再出来说话 那个时候 他能找到实实在在的对手 说话才管用 而绝不是对着一群网友 撒脾气 须知 网友就像唐吉赫德眼里的巨人 实际上 网友 这个目标是根本不存在的 要是真的有人怒火中烧到长毛捅风车 只会在争取中间派的过程中 涂增笑柄 给自己拉低分数 这样的事情 江森绝不会做 最后 还有一点 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江森很明白 只有自己闭嘴了 先让他的支持者们出来打头阵 才有可能把原方在网络上的力量 全部暴露出来 因为人是会膨胀的 只有他 输了 那些很高兴 看到他输掉的人 才会跳出来宣布胜利 他输得越惨 背地里的王八蛋 就会跳得越欢 到那个时候 才能该打击打击 该收网收网 作战目标明确了 战斗才能有地方使 舆论工作就是这么既复杂 又简单 关键是 必须要有战略定力 两包泡面吃完 江森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下楼扔了垃圾 然后回到家里 就坐到电脑前 继续码字 今天不是没有别的事情 而是他想稍微缓一下 看看对方下一步的动作 我的老婆是女帝 开篇写起来有点难受 因为有大量的利益关系 和人物矛盾 需要用简单流畅的场景 和对白交代清楚 所以江森写得又慢又卡 不过等写过前两万字 等到第一个比较具体的 剧情矛盾出现后 主角开挂 装逼外加和女主的狗粮一洒 江森的马字速度 就特么跟开火箭似的 直接飙升了 早上三个钟头写完 中午草草吃了两包速冻汤圆 下午的时候 江森的效率就堪称飞起 不过 唯一有点烦人的 就是电话又来了好几通 老孔的 吴晨的 还有蒋梦杰的 跟前两个货 江森随口说了句 不可能就挂了 毕竟全省状元 还能抄谁的 除非提前泄体 但这话谁敢乱说 哪怕现在网上吵得一塌糊涂 也没人敢随便造这个谣 不然 大概率劳犯管保 不过 蒋梦杰就有点难缠 看样子 是铁了心要睡到他 可是今天的江森 已经不比昨天的江森 自打昨天意识到 蒋梦杰和夏晓林 是同龄人后 江森忽然就觉得 这事特么的有点乱辈分 一下子就再也不觉得 蒋梦杰是个漂亮小姐姐 对她的感官 忽然就变成了美丽老阿姨 躁动的内心 也随之宁静下去 所以今天不管蒋梦杰 再怎么撒娇 江森就是不为所动 气得蒋梦杰头一回 主动挂了电话 啊 被连着打断三次 江森下午码字的思路也断了 看看桌面上的稿子 一下午写了两张六千来字 加上早上的将近九千字 感觉今天也写得差不多了 干脆就停笔收工 起身去厨房 拿了个苹果过来 边吃边看看 网上舆论情况 发酵得怎么样了 然后打开某铺一看 果然 那群王八蛋 还嫌不够乱 看样子貌似还是想 直接把他打成粉末 再踩上一万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短短半天时间 又是那家南疆都市报 居然采访到了这次 曲江省语文乐卷组的大组长 曲江大学的陈建兴教授 还拍了段视频 发到了网上 视频上 陈教授温文尔雅 微笑说道 江森那篇作文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 我的意见 其实不是给45分 而是给36分 但是 当时有一位老师 情绪特别激动 说 江森的作文 至少应该给到50分以上 那我就本着 民主集中的精神 让我们整个阅卷组 重新给打了一次分数 后来 那位老师 还是不肯罢休 又去找了更上级的领导 最终 江森的这个得分 才变成了现在的45分 所以说 江森的作文得分 其实是不到45分的 我只能说 如果没有那位老师的坚持 肯定没有 江森看着这位满脸儒雅的陈教授 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这段话 诱导性太强了 要不是听蔡淳杰说过 他这45分的作文分是怎么来的 江森简直自己 都要被骗进坑里了 陈建兴口中那句我的意见 是给36分 旁人一听 肯定直接就把他的初始得分 当作36分了 然后接下来 陈建兴又说重新改了一次之后 蔡淳杰又去找了更上级的领导 才最终拿到45分 按这个逻辑 就好像他的作文分 是靠着外力 从36分拉到45分 中间差了足足9分 但事实上呢 江森是知道的 他的初始得分是42分 只不过要回来3分而已 可就是这9分和3分的差距 他的裸分文科状元 那就没了呀 而至于一开始 42分的真相 这个陈建兴 却用话术直接跳了过去 根本连提都没提 这该枪毙的狗东西 江森连忙翻了下评论 果不其然 这才下午5点不到 压根都不是上网的高峰期 网络上却已经有人 在利用这个视频带节奏 高喊他的文科状元是 作弊得来的 更有人直接扒出 那个意见很大的老师 就是东欧中学的蔡淳杰 一时之间 网络舆论沸腾 我日了 东欧是为了搞这个状元 下血本啊 知道江森的作文水平不行 居然直接在阅卷组 安排了人手 牛逼 真的牛逼 我的天哪 这是高考啊 东欧是怎么敢的 强烈抗议 严正要求取消江森的 高考成绩 连高考都沦陷了 真是呵呵呵 而更恶心的是 袁寒居然也特么 跟着发了篇文章 我向来不但以最大恶意 揣测他们的行为 但结果今天 他们还是成功突破了 我想象力的极限 那位这几年 跟我捆绑的比小四 还紧得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老二同学 你现在感觉还好吗 我想应该不太好 就像我小的时候 说谎被抓的时候 内心总是忍不住要慌张 但是老二 你要知道 做人诚实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篇破路开车的小博文 已经发出 转发量分分钟突破十万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那么多人在转发 不过底下的几千条留言 倒确实是证明了 这年头原寒顶级流量的影响力 哈哈 说得好 现在露线了吧 月卷组的组长 都跳出来说话了 江森这回真的逃不了了 如果去掉作文 不该拿的九分 江森的总分 就到全省十五名开外了 离状元差得远了 很不好说 他的其他几门得分 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曲江省这回不给个说法出来 真的令人失望 上个星期 他们全省对江森的宣传有多厉害 现在就应该有多尴尬 真心脸都打肿了呀 江森这种人物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曲江省硬要造神 不知道到底在图什么 我现在只关心分数还能改回来吗 36分的作文得分 全球最畅销作家 真的是讽刺啊 江森越看越皱眉 整个网络上 居然貌似 连一个替他说话的人都没有 水军和路人 已经分不清了 普通人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 被这些言论洗脑的比例 几乎是百分之百 难怪未来十年 网络舆论会一边倒成那个样子啊 就这操控舆论的手段 谁特么能扛得住 这里的求证 主办 裁判 协办 全都是我的人 你拿什么和我斗 江森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就想起周星星同学 少林足球里 停封他爹的那句台词 震愣神间 手几乎地又响了起来 江森把手里的苹果几口吃完 在裤腿上擦擦手 拿起了手机 承展棚打来的 语气惊慌 蔡纯杰老师心脏病发作 送去抢救了 江森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蔡老师 这要是气死了 那岂不就死无对证 剑心 我认你大哟 第三百四十六章 头十问路 蔡纯杰到底是真心脏病发 还是被心脏病了 这件事很难说 反正 江森跑到医院的时候 老蔡已经抢救过来了 心率正常 血压也正常 但紧紧闭着眼 昏迷不醒 江森算是稍微松了口气 不少东欧中学的老师 还有他们的学校的学校长 看江森的目光略微复杂 作文是有标准的 网上有些人真是太过分 你那篇作文我们也看过 怎么低也不至于只有三十六份 东欧中学的某位老师 小声地愤愤对江森道 江森笑了笑 一听这话就明白 这位老师是真的什么都不懂 但凡他脑子里能知道 什么叫指鹿为马 都说不出这么暴露智商的话来 明白着就是冲人来的 观作文什么事 作文无非就是个借口 是个由头 只要能搞臭他的名声 别说三十六分 就是三点六分 他们都有脸说出来 而且目前这个三十六分的说法 恰好争议性最大 你说他不按规则来吧 人家的三十六分 按百分之来算 刚好就是六十分及格 我都让你及格了 你还有什么话还说 可单说及格万岁吧 这他妈可是高考考场 你一个文科状元 结果语文作文分数 刚刚好及格 那他妈像话吗 然后按照这个路子炒下去 江森哪怕事后证明自己一开始 拿的是四十二分 那用处也不大了 人家照样能说 四十二分也不是什么高分 这是一个无从自辩的局面 说得越多 错得越多 江森干脆什么都不解释 留下一袋子水果 说了句 带我向蔡老师问声好 让他安心养病 就静止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出来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东欧市的夜幕刚刚降临 路上到处都是出来那凉闲逛的人 欢声笑语的 世界依然很美好 对普罗大众而言 网络其实就是个喷口水 和找乐子的地方 而这种地方的环境 向来就是极端的 一个人在上面待久了 连智商都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因为被这种环境熏陶的多了 人就会逐渐失去对局面的判断力 凡是能通过用脑子解决的问题 他们都会选择用情绪去解决 最终结果就是情绪 会日渐失控 大脑功能也逐渐朝着动物的水平退化 到最后就退化到 你若瞪我一眼 我必杀你全家的程度 所以聪明人 是不会把生活寄托在网络上的 除非是靠这玩意儿来讨生活 那就没办法 而网络上的很多口水话 其实看过 笑笑也就算了 对一件事的好坏 对错到底该怎么判断 还是得靠自己心里头有一本账 这件事 到底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 还是根本和你没关系 一定要搞清楚 不然就是永远被人牵着走 永远让别人当韭菜 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很悲哀的是 江森很确信 九成以上的网友 压根意识不到这点 所以他对当下的局面 没什么好抱怨的 水平比他高的 或者相当的人 只要立场没问题 自然知道 现在发生了什么 水平不如他的 看不明白局面的人 怎么解释 怎么拿证据 都是白费力气 只有等时机到了 最终的现实结果 才能教育到他们 让他们明白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在那之前 江森只打算做点 自己现在需要做的事 小月月 她拿出手机 给郑月打了个电话 那头好像刚睡醒的样子 懒洋洋问道 江总 又什么有业务啊 明天陪我去乡下走一趟吧 江森道 明天诸事不宜 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我们回一趟欧顺县 谈的大买卖 你是被网上那群 傻逼气疯了吗 郑月笑道 诸事不宜 还难得的好日子 说话都与无伦次了 你不懂 对你们来说 诸事不宜 门都不该出 但我不一样 我最近点子备 已经触底了 在接下来 不管什么日子 都该反谈一下 我怎么觉得你的点子 就一直很背 一直很背 我去年一年 还挣一千多万呢 我就问你 这钱 你要不要赚 赚赚赚 有钱不赚王八蛋 郑月道 那你那个千人斩计划 还执行吗 从昨天到今天 可是一个道歉的人 都没了呀 继续 不要停 说好了包日五千 就特么的包日五千 话可以不说 态度必须得有 明天早上八点 西站门口等你 好吧 郑月说着 那头好像又传来 年轻女人的声音 听那个腻歪劲 可能不是郑月她老婆 这个满身正气的 已婚男性法律工作者 生活作风很有问题啊 江森结束通话 拦下一辆出租车 戴上口罩坐了进去 片刻后 回到勤奋小区的家里 洗过澡 给仙人掌浇了点水 然后又码了三千字 晚上九点出头 就早早睡下 次日一早 东欧市下起小雨 仿佛是又有点 要刮台风的意思 江森很准时地 在七点五十分到达车站 出门之前 还给郑月打了电话 结果 这狗东西 依然迟到了半个小时 八点半出头 才揉着腰 腰酸吸软地 出现在江森跟前 一看就知道 昨晚上战况胶着 江森抱怨两句 然后两个人 坐上九点的班车 四个多小时之后 将近下午一点半 才来到了欧顺镇 郑月坐车坐得 两眼发直 到地方后 立马就扑街了 进了旅馆就睡 江森淡淡一句 今天不算钱 郑月也不管了 摆摆手 很土豪的架势道 老子不缺这五百块 送你了 江森笑了笑 随便冲了个梁 就自己出了门 今天的事情 郑月确实也派不上 什么用场 江森静止去到 县刑证中心 拿着县证协委员的 委员证 外加他这张脸 走到哪里刷到哪里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就见到了 县里的二把手 见面之后 江森开门见山 把二二军公司 打算要做的事 跟县城大人一说 二把手同志听完 当然很感兴趣 但感兴趣之余 却又有些为难 江森同志啊 这个事情 是个很长远的事情 你的想法和热情呢 我觉得挺好 但是做事业啊 最怕的 就是突然一头热 我们跟着你热一下 倒是没什么 县里的同志 反正都是为人民服务 但怕就怕什么呢 就怕你热了两天 哎 壮志雄心还在 油箱里的油 却烧没了 那你说 到时候怎么办 到时候 我们怎么跟那么多 父老乡亲交代 所以这个事啊 县里不是不能做 我们肯定是要做的 肯定也是愿意做的 但是啊 还是需要先有人 身先士卒 带个好头 先把这个台子 先搭起来 把这个场面 先打开来 让县里的乡亲们 有了信心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到那个时候 县里二话不说 肯定要给你们保驾护航 给我们全县的事业 保驾护航 县城大人的话 说了很多 但总结起来 其实就两句话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但是钱和政策 目前全都不打算给 要干你自己先干 我们肯定半毛钱都不投 很好 不愧是穷逼县的当家人 果然把钱袋子 看得紧紧的 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江森没法子 然后出了县府办大楼 又顺路拐去了政协 县政协机构不大 科室不少 江森花了好些功夫 才找到接收 他那二百万 扶贫资金的事务负责人 负责人把账目一翻 看了足有半个小时 才开始笑呵呵地 对江森道 江委员啊 是这样 你通过县公安局 转到我们这里来的 拿两百万呢 我们是这么想的 考虑到你的外婆 他们那边 目前的经济状况 我们觉得 一次性给那么多钱 很容易引起纠纷 你想啊 你外婆 还有好些的孩子 你两个舅舅 两个姨妈 对不对 我们要是每个月 打五千块过去 这么多钱 他们搞不好 要打架的呀 一吵起来 搞不好吵到这里来 你的身份 不就暴露了吗 你暗中资助 你外婆的这个计划 那不就泡汤了吗 所以我就考虑啊 结合你外婆 目前生活还能自理 人住在养老院里 也没有太多的地方 需要花钱 那么呢 按照我们扶贫的标准 你为你外婆 准备的这一百万 我们决定啊 每年定额 先给她发一万块 也就是每个月八百 外加年底 多发四百块 你不要小看这笔钱 对单身的老年人来说 真的不少了 那么这笔钱 我们初步打算 连发三十年不动摇 这笔钱 我们已经封存了 就是专项资金 只发给你外婆 谁都不许动 谁敢伸手 我们就剁了她的手 给全社会一个交代 嗯 江森看着眼前的这位 淡淡道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 负责人嘿嘿嘿笑道 这不仁吃五骨 难免有头疼脑热的 我们也得考虑 你外婆接下来的身体问题啊 所以 剩下来的七十万 原则上 我说原则上啊 我们是不会动的 这笔钱呢 已经进行托管了 放进托管账户了 你外婆今后 如果有这个生病治疗 或者护理上的需要 你要是不方便出面的话 这笔钱 就从这笔托管金上扣 你看 合理吧 江森想了想 不想为这点钱来回扯皮 而且 县里现在 确实也是在 替她照顾那个不认识的外婆 索性很干脆地点点头 合理 哈哈 负责人仰头大笑 爽快 江森看着她 沉默了一会儿 又问道 还有一百万的扶贫款 那可是你说过的 委托我们看情况使用的 负责人立马笑声一收 江森微笑道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咱们有没有可能 再合作一下 一听 貌似还有钱 可以拿 那个负责人 瞬间换回笑脸 怎么合作 我开了个公司 江森 把刚才在县城大人那边讲的话 又重新讲了一次 这位负责人听着 笑容又慢慢收了回去 这个 不方便吧 也是扶贫吗 不行 不行 扶贫是扶贫 生意是生意 你这个 是打着扶贫的口号做生意 你这属于再钻我们的漏洞 这笔钱 我不能拿 我也没资格批准 得 掏出来的钱 果然就不是自己的钱了 不过 江森一开始 也就没指望 这笔钱能收回来 心里也失望不到哪里去 县里显然是摆明了 只打算吃县城的好处 欧顺镇是指望不上了 就只能先回青山村 看看乡里是怎么个态度 话说 吴臣这货县再好歹 是乡领导班子成员 应该能指望吧 应该 能的吧 下午三点多 江森把郑月强行从欧顺县宾馆的床上拉起来 约莫两小时后又回到了青山村 顺门熟路地在青山旅馆开了两个房间 江森还是住408 然后郑月一头扎进406 看样子就长睡不醒了 傍晚时分 江森只好自己独自吃了晚饭 接着联系上吴臣 很快就找到了吴臣家里 乡里给他安排的职工宿舍 一室一厅 除为阳台都有 不大 但是够用 进屋后 吴臣的那个大学生女朋友也在 三个人先寒暄了一阵 江森才知道 吴臣是把他的小女朋友拉来当临时工了 算年龄 吴臣今年36岁 他女朋友才26岁 差了足足快一轮 而且 江森投回知道他俩在一起 那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了 就不由多了聚嘴 还不结婚 唉 你特别也催 你配吗 吴臣苦笑道 结婚不用钱的呀 老子在市区 连房子都还没有 而且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干多少年呢 革命爱情嘛 哪有这么多物质需求 我姐姐再不结婚 生孩子 都要成高龄产妇了 很危险的 江森一脸替吴臣着想的样子 吴臣直接骂人道 滚滚滚 你管不着 他女朋友踹他一脚 显然很不满意 江森忽然心头一动 悠悠来了剧 老吴 其实赚钱啊 要看机会的 我上次说的那个小生意 你想不想掺和一下 我 我特么怎么掺和你的事 我是干部啊 你不行 我嫂子可以啊 嗯 吴臣盯着江森 嘴角慢慢地 向上翘了起来 第347章 公布唐娟 吴臣这家伙 算是江森两辈子 见过的所有干部当中 也路子程度最高的 这祸你不能说它没原则 但仿佛又不是特别讲原则 做工作的方法 从来不能说有多靠谱 但解决问题的手段 又总能直中把心 有好处能捞的时候 绝不矫情 而且胃口很大 但违法违纪的事情 又绝对不会粘手 尺度把握的就跟开挂一样 如果说成展棚 是体制内的一条小油龙 总能在规则的缝隙中 游刃有余 那么吴臣这祸 应该就是一条千年皮皮虾 所有的力量 都藏在并不坚硬的虾壳下面 看似仿佛弱鸡 无论文凭 关系还是资历 在一大群同级的同僚中 根本拿不出手 但在该出手的关键时刻 那种爆发力 绝对能把敢小看他的人 吓一大跳 刘巷长 这件事 乡里要是拿不出钱 我个人代表乡里 去十里沟村当村长 你就当把我下放了 我反正前年过来就是扶贫的 大不了现在再去一次 次日早上九点多 江森拉上终于活过来的正月 直奔清明乡政府大楼 吴臣喊来了乡长老刘 几个人凑到一起 直接摊牌 以后这个公司弄好了 村集体直接入股 我自己来当这个集体法人代表 赚了 赔了 跟乡里都没关系 搞砸了 我自己担着 但出了成绩 也和乡里没关系 不是 刘乡长被吴臣这造反的德性 搞得跳脚 这么大的事 你总得让我想想 还想个屁 吴臣伸手一指江森 高声喊道 第一批三百万的资金 就在这里了 现成的 方子 那个叫什么来的 核心技术 正月道 对 核心技术 我们也已经掌握了 吴臣把会议室的桌子 拍得啪啪作响 大学的机构也定下来了 护弹身衣的实验室 国家级实验室 还有生产单位 欠了江森两年多的代言费没还 转头就能联系下来 现在万事俱备 就缺乡里一哆嗦 又没叫 我们拿多少钱 区区三百万 就给乡里25%的股份 老刘 这特娘的 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东西要是卖得好 十里沟村后面 拿两万亩山地 以后可吞磨的 就是整个东欧市 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基地 中药材 每亩的年产值 就少算它只有一千块 两万亩 那就是两千万 还有特么的分红呢 一年下来 再分两千万 那加起来 就是四千万 十里沟村两千人不到 人均年 GDP 这就两万了 你这也算得 太莫名其妙了 你这是张口就来了 老刘还想反抗 江森插话道 刘乡长 这已经是王少了算了 十里沟村后面的山地气候 非常适合种植黄旗 而且种出来的药材 品质很好 这是我师傅 这几十年来验过货的 一旦这些黄旗种出来 每亩的价值 绝对不会低于两千元 而且这些黄旗 我们是要拿来自己 加工用的 所以销量不用愁 乡亲们种多少 我们就收多少 到时候 要是我们的产品卖得好 恐怕就不是 种两万亩 而是三万亩 甚至要去隔壁 其他村里 借合适的地方来种 那个时候就不单是村里的事情 而是要乡里 甚至县里来出面协调 另外 我们的产品 虽然现在我还没具体调查过 但是可以确认的一点的 只要深城四季药业集团那边 能用我们的二代产品替代 他们现在正在卖的产品 每年的总销售额 起码不会少于两个亿 利润不会低于五千万 乡里拿25% 这笔钱分红就是一千多万 而且直接入手 这还只是我们目前 用最不乐观的预期来看 而乡里需要做的 无非就是 帮我们协调好各个村里的种植户 安排技术员 帮忙调解他们中间 可能会出现的日常矛盾 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不是 刘乡长打断道 你凭什么就敢说 你的货 能卖得出去 江森厚颜无耻地回答 凭我这英俊的面孔 刘乡长一顿 江森继续解释 生成四季药页的产品 之所以能卖得好 主要是广告打得好 这几年 我一出事 我自己的书 卖不出去几本 驱斗铃的销量 倒是一直在蹭蹭涨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让他们用 他们才能用 不然 我们正月律师 至少有三百种办法 能让他们爽到极点 正月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个很反派的笑容 还有 江森还没说完 生成四季药页的驱斗铃成分 我看过 根本是打着中医药的幌子 网里面加了一堆的 抗生素和激素 效果很容易反弹 长期使用还有副作用 但是我们这回不一样 我们这回有最纯正的技术 我前些年痘痘 长得有多厉害 您是亲眼见过的吧 刘乡长看着江森眼下 基本已经没多少痘痘的脸 又想起前年夏天那个晚上 武超雄待人抢抢江森那夜 他看到的那张脸 现实面前 只能微微点头 江森微笑道 刘乡长 我这可是现身说法 我们的产品 接下来不仅广告打得好 而且药效绝对有保障 销量只会逐年增加 而且其实这件事 我大可以去找别的地方做 但为什么单找我们自己这边 还不是就想为家乡做点贡献 有发财的机会 当然先想到自己人 则 老刘显然是有点被说动了 微微皱眉 肚子里天人交战 缓缓道 两万亩地 要整地 要把那么大的一片原始森林挖了 我看得势力同意才行 郑月道 刘乡长 这个事 我来解决 你来 刘乡长 胡怡地望向郑月 我爸是郑 郑月报了个名字 刘乡长顿时眼睛就亮了 哦 郑局是你爸呀 郑月微微笑道 这事儿能办吧 能办 能办 只要是扶贫办那边同意 我来 吴臣直接道 刘乡长盯着吴臣 看了几秒 一拍额头 哎哟 你看我 老忘了你就是那边出来的 江森道 刘乡长 手续的事情 不是问题 而且 后面这两万亩的地 乡里也承包给我了 十五年 我们是合理合法开发 又不搞污染产业 顶多就是砍掉一点树 再不行 我把树移植了 哪天说不行的 再给你一回来 这倒不用 刘乡长白白手 欧顺县啥都没有 就是不缺大树 区区两万亩的 亚热带原始森林 也谈不上什么 科研生态价值 而且 重要材确实也足够环保了 无非是桥木换灌木 连绿化覆盖率都没变化 而且要是这样 就能换回一个村 每年三四千万的产值 实话实说 就算真有什么污染 乡里肯定也睁只眼 闭只眼当没看见 江森的这个项目 确实已经好到没话说了 但问题是 这也是只是江森嘴上 给算的账 没见到真金白银之前 那可不就是投资有风险 入市虚谨慎 手续确实应该不会难办 刘乡长这头纠结完 还在磨磨叽叽 但接下来 说的话可就不那么含蓄了 缓缓算账到 十里沟村 一共是618户 每户就当初一个人 有些家里只有老人 走不动的不算 还有另外一些 不爱干的也不算 咱们取个整数 就是500人 500个人 你让他们种药材 总得给补贴 每人一个月 就当值补贴500块 那一个月就是25万 你前期投入300万 一年时间 钱就花没了 而且还得请技术员 买种子 买其他种植设备 还有这么多人 乡里和村里 总得搞得机构管理一下 还得弄得集体乡镇企业 企业的管理人员 也要工资 要奖金 要吃要喝 你这个300万 满打满算 我看半年都撑不住啊 再说了 就算销量不愁 你自己的公司捅购捅销 那你万一自己的资金先断了呢 还有 你这个药材 种植周期是多久 万一遇上点什么病虫害的 这些风险 你都考虑进去了没有 你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来预防这些风险 刘乡长看着江森 问得很认真 江森也正次回答道 所以才需要乡里帮帮忙啊 给种植户的补贴 是不是前期能稍微先少给一点 技术员就请乡里的人过来 人家本来就是有工资的 先借掉过来 义务劳动一段时间嘛 还有设备的话 先别买 先向农机所借来用一下行不行 种子也先奢购一部分 至于那个乡办企业 这个更好办 乡里现在本来就有一大群人 手里也没什么事情 干脆安排进去 办公用地随便找间屋子就行 顶多就是买点办公室设备 这一年到头 几张纸 几支笔的 能花几个钱 还有那个什么病虫害 那不是有技术员吗 这一点问题都预防不了 要他何用 刘乡长当场就被江森 这套结衣缩食的计划说啥了 你马拉的蛋啊 想让乡里给你入股 还想叫乡里的人给你白干活 不行 刘乡长有点吓到了 直接拒绝道 你这个资金根本不够 现在根本撑不起这么大的场面 我不能听你这么一讲 就马上喊来一帮人帮你瞎弄 江森道 我可以暂时贷款一部分 乡里给我做担保就行 更不行 刘乡长立马站了起来 万一出篓子 乡里也承担不起这么损失 到时候 大家白忙活一场 我们还被一屁股斩 十里沟村树也挖了 地也整了 老百姓还挣不到钱 这不成劳民伤财了吗 这个事 你自己要弄 我支持 村里 村里要弄 我也支持 但是乡里现在没办法 我们没这么大的能耐 老刘 吴臣急眼道 乡里钱可不算少啊 我可是知道 你们兜里有钱的 那也不行 刘乡长道 那都是抗台重建资金 每年台风每年重建 你拿出来搞个药材种植基地 这不算重建吗 吴乡长 我要提醒你 这笔钱是乡里的钱 该怎么花 乡尾会议说了算 你自己说了不算 刘乡长也毛了 行了 这个事情 你们先自己去做 该支持的时候 我们会支持 说完把保温杯一拿 转身就出了会议室 哎呀我操 吴臣看着老刘的背影 忍不住骂道 江森和郑月对视一眼 刘乡长是不是不给你爸面子 你少来 郑月道 我爸才不掺和这乡下地方的破事 跟我爸有屁的关系 江森很无语的 常常叹了口气 巷里和县里一个口风 你先赚钱 我们才给你投钱 否则免谈 说实话 无可厚非 而且比起不少地方匆忙上马垃圾项目 欧顺县这边 确实是足够为国家的钱负责了 实在怨不得他们 三个人坐在会议室里 安静了老半天 吴臣问道 小江 这事还办吗 爸 干嘛不爸 我他妈怎么看 这行都是暴力 江森道 郑月笑道 你有钱 才能创造暴力 钱 说到底 还是钱 而且 可能也不单是钱 或许也不排除 最近这几天 网络上的疯言疯语 已经影响到他的个人信誉了 想来也是 如果他被打倒了 县里和厢里的钱 自然就打水漂了 这个事情 县里和厢里都半个字没提 但江森知道 现在大家对他这个伪案形象还能历多久 心里肯定是有顾虑的 站得越高 跌得越粉碎 这两年 他上升的势头太猛 毫无根基 爬到现在这个位置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难免会抢倒众人推 原先的很多朋友 也会不自觉地就变成敌人 这种情况 他前世也是经历过的 只不过 目前有些事情还没定论 暂时还没人愿意 直接得罪他罢了 谁赢了 他们就跟谁走 所以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不能停下 不然一旦露出颓势 扑上来 撕咬的人就会更多 或许这些人跟他根本无仇无怨 但是破窗效应 永远不可避免 钱的问题 我来想办法 江森心里 大概有了点想法 又问正月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前置工作 是有可能比较顺利完成的 正月想了想 啊 先把你师父那个秘方的专利 拿去注册了吧 江森一点头 行 公布唐娟 一步不来 第三百四十八章 萌萌站起来 欧顺镇一行匆匆结束 虽然一事无成 但并不能说毫无收获 至少江森搞清了地方上的态度 以及自己目前的最真实处境 随后一周 在人民币的帮助下 正月带着江森和马定国同志 前往省城走了一趟 找了家业务水平很高的专利代办公司 把配方 商标等等一大堆的东西都转托过去 全部费用加起来 要价五万 江森也不知道 这价格是贵还是便宜 估计正月也能从中抽上一笔 不过只求个稳妥 这笔钱 掏得也就很爽快 马瘸子则是稍微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把方子全交出去了 而是改动了药量 并且少用了一味不起眼的药 问过代办的人 得知这是每个申请配方专利的人 基本上都会干的事 也就很放心大胆地干了 毕竟专利配方是要印在包装上的 而秘方肯定不能真的印上去 省城那边一去一回 就是三天 马瘸子年纪大惊不起颠簸 回到市区后 又在江森家里住了两天缓一缓 也算是认个门 江森顺便就把隔壁房间的客房 也给弄上了 搬了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进去 将来还有什么客人过来 也能睡这儿 就这么住了两天之后 从欧顺县出来的第六天 江森才喊来正院 一起又把马瘸子送回县里 到了县里 又过上一夜 次日才回到青山村 一周时间 在三个地方来回奔波 加上办事也颇费了一点心力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 回到青山村时 马瘸子就真心觉得有点扛不住了 你就搞死我吧 快奔七十的老马 在青山旅馆落下脚来 简直要翻白眼 挣你这点钱 可真是不容易 再也不出门了 吃不消 吃不消 要不我在这里给你买间房吧 江森道 村子里进进出出的 太麻烦了 这里啊 马瘸子走到窗前 看他外头 微微摇头 不合适啊 江森问道 怎么不合适 马瘸子道 你看这地方啊 逼逼着着的 门前没水 门后荒山 当各些脚的地方还凑合 要是常住下来 一群人挤在屁点大地方 大事干不成 小事没处干 老的在这儿 要被嫌爱手爱脚 年轻人在这里呢 荒废光阴 养老不是好地方 读书也不是好地方 做生意 还得看做什么样的生意 乡里没个乡里的样子 村子不像村子的格局 至于吗 好歹乡政府在这儿 江森赶紧打住 马瘸子叹口气 说道 幸好也就有个乡政府啊 不然 你以为这地方 能修得像现在这么好 江森一琢磨 好像也是 青山村的八成左右的人口 可以说就是直接靠政府财政供养 乡里老说什么 扶贫扶贫的 但真要较真起来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 被扶贫的对象 只不过那笔扶贫款 直接以工资的形式 从现财政里拨下来了 仔细想 欧顺镇为了养活清明乡这两万人 真心不容易啊 得管多少人的吃喝拉撒 得管多少人的生老病死 每年光是各种财政补贴 就是一笔极大的费用 可即便已经如此努力了 乡里头依然还是有大量的人 无法没照顾到 像以前的十里沟村 几乎全村都过得跟野人似的 个别村子 不甘心就这么穷下去的 就像华侨村那样 大量的人奔赴海外 干点国内不允许干的买卖 再把钱带回国内 在小山沟里修起成片的小别墅 没办法 很多事 其实 根本就轮不到谈建设方向如何 自然条件就已经决定了 在生产力没到一定的程度之前 许多事情是根本做不到的 唉 江森轻轻摇头 马瘸子继续道 从这里回村里 也得将近两个钟头 每天来回就是四个小时 以后 山里开工了 那边总得有个人盯着 我住在哪里 今后 大小好歹算的老板 大事 小事 我处理起来也方便 用不着 你们再特地跑来跑去 江森微微点头 那我什么时候 给您在村里修个新房子 行 马瘸子道 村子里又有好多户要搬了 空出来一大片点 修个小别墅好了 我还挺想念我小时候住的那屋子的 三层小洋房 房前房后 都是花园子 江森笑道 值得被改造啊 是啊 马瘸子也笑道 时代就这么变来变去的 我看这几十年 就好像看昨天一样 昨儿个还是改造对象 今天就是大家吹捧的榜样了 江森道 时代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马瘸子道 我现在就盼着 需求别再变来变去 林老之前 还能再想想福 江森转头看看 摆在房间床头的台里 2007年7月 今天应该是8号 想福的日子还多着呢 少数人发财的当然要被改造 今后是大家一起发财 那就是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追求 追求幸福生活 永远都不会错的 马瘸子 哈哈哈哈笑了笑 你个小滑头 正反话 都让你说了 怎么说都是你对 辩证看问题吗 江森道 所有的历史 都是因果关系 牌桌上打牌 有人跟 才有输赢 才有结果 没人跟 那还打个屁的牌 大家都是被推着走 走在最前头的 也是被推着 人民群众 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大潮大浪起来了 就谁也改变不了势头 只能顺势而行 也是 马瘸子若有所思 微微点头 然后沉默片刻 又缓缓说道 孩子 今后这条路 你可就再也指望不上别的人了 别人家 几代家业 几代传承 你呢 赤手空拳 单打独斗 什么靠山都没有 你这辈子 想出头 只能当别人的靠山 可靠不了别人 乡里是这样 县里是这样 再往上 更往上 最往上 也是这样 你出去了 自己有能耐 人家才会搭理你 你说了 没人会拉你一把 也没人能拉得动你 嗯 江森被马瘸子说得 有点心头发毒 但确实 马瘸子也没说错 他头脑很清醒地 轻轻点头 又微微一笑 师父 您放心 你只管往大了 去想我的本事 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厉害 好几十倍 那当然最好啊 马瘸子笑道 我还指着你 给我安排个老伴呢 江森哈哈一笑 晚上七点出头 从马瘸子房间里出来 本想早点睡觉 却收到李正蒙发来的 一条短信 眼见时间还早 他干脆就过去了 一趟青山网吧 走进网吧前门 江森大喊一声蒙蒙 守在柜台后的阿飞见到 顿时发出惊呼 嗓音都变了 老大 老大 二哥回来了 江森这几天 在网上挨骂归挨骂 但高考拿到文科状元 也是不争的事情 再加上各种 其他乱七八糟的光环 加上他现如今 帅得一笔的外形条件 这么陡然一出现 这种偶像驾到的味道 还是很让人惊喜的 正坐在厕所里 撇大条的李正蒙听见 没过半分钟就匆匆跑了出来 甩着湿答答的手就喊 二哥 你怎么来也不说一声的 我刚才差点想家 断半条跑出来 我日 你特么敢更恶心一点吗 江森听得差点脑子里 都要有画面了 李正蒙兴奋地哈哈大笑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想你了呀 江森张嘴鬼话就来 感觉网吧里 好像比去年这时候人少了一些 不由道 最近生意还行 不太行啊 李正蒙叹了口气 现在家里都有网了 那些小孩家里想省钱 宁可让他们在家里玩通宵了 来我这里 还得买水 买泡面 江森道 网吧就是玩的气氛吗 小孩子要什么气氛 小孩子有的玩就好了 李正蒙道 加上现在还养了两个兄弟 江森转头看看阿飞 对这个小子印象很深刻 同样是五超熊抢人的那个晚上 这小子脑袋上挨了一下 然后送医院之前 还举起手 学士瓦心格 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显然 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年轻人 阿飞咧着嘴 对江森呵呵傻笑 江森点点头 想起马瘸子说的话 又对李正蒙道 实在不行 去市里找点活干吧 总比在这里消磨光阴要好 一辈子说短很短的 等下一眨眼 十年过去 三十多岁 等有了老婆孩子 想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 哎 我也想出去啊 李正蒙叹着气 外面的开店成本太高了 我在这里开网吧 门面总算还是自己的 出去就不一样了 房租的压力 就大掉死 江森张了张嘴 差点冒出一句不如跟我混 但总算还是憋住了 李正蒙学历太低 很多事情交给他 江森真心不放心 而且要是把萌萌带出来 阿飞和浩南仔就失业了 要带就得带三个 可问题是 他又用不着这么多人手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李正蒙自己就收起了这个话题 忽然又很激动到 说你的事吧 你最近被人搞得很惨啊 是得罪什么人了吗 江森问道 你说高考的事啊 是啊 李正蒙一点头 这几天越闹越不像话了 好像你真的作弊了一样 二哥 你高考没作弊吧 江森想了一下 反问道 按照你的经验 如果你考了全班第一 你觉得你应该是抄谁的 嗯 蒙蒙好像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阿飞却跟了句 全班第一还能抄谁 抄书啊 抄书也抄不了全班第一啊 我拿着书抄 都抄不过我们班上的第一 对啊 江森笑道 所以你说我怎么作弊 阿飞和蒙蒙瞬间鸣雾 对啊 李正蒙跟发现新大陆一样 妈的 你都全省状元了 你怎么作弊啊 要作弊 也是别人找你作弊啊 江森笑道 那不就行了 管他们干嘛 你自己好好做生意 不就得了 看着烦嘛 李正蒙道 妈的老子 天天跟他们对骂到五点半 你傻不傻 江森道 人家是收了钱做夜班的 你跟他对骂 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他骂你 那是拿工资上班 我操 真的 不然 你以为呢 我日 李正蒙得知真相 有点抓狂 但还是气不过 我不管 我特么就要骂这群狗东西 何必呢 不是啊 李正蒙看着江森淡定的样子 很是着急到 你最近几天 是不是没上网啊 你在网上都快乘过街老鼠了 你不知道吗 骂得他们 都开始说要举报你了 举报我什么 江森好笑道 举报我高考作弊 是啊 李正蒙点点头 举报链接都发出来了 那还等什么 江森出乎李正蒙的意料 居然很支持道 赶紧的呀 妈的这不是很好吗 赶紧的发动起来啊 你们不举报 有关部门怎么进入调查 社会上怎么能重视起来 网络平台才有多少影响力 赶紧的让全社会关注起来吗 赶紧特么的 让有关部门 还我一个清白啊 嗯 李正蒙有点猛逼 转头看看阿飞 阿飞没听懂 摇了摇头 无法理解吗 那我给你们再好好解释一下 江森拿了张椅子坐下来 深正不怕影子鞋 这几天情绪稳定后 早就不拿这个舆论问题当回事了 唯一只是有点奇怪 曲江省有关方面 为什么七八天都没出来澄清 思想来去 只能判断 是因为这破事 还没捅到现实中来 不然 真要有权威媒体 刊登状元作弊这种新闻 那绝对是要掀起 巨大的社会风波 后果谁都承担不起 想想苏东坡 想想唐伯虎 哪个不是沾到科举就死 更何况 区区几家到处挑逝的小包 真要闹大 别说责变 主编 总编都能给你撤了 所以 哪怕是南疆都市报 这种货色 上个星期 也只敢在采访 陈建兴的时候 假模假样 装作客观的样子 擦边求是的 搞出江森作文水平不高 这样的结论 至于作弊这两个字 这群没骨头的家伙 要是敢提一嘴 江森倒还想夸 他们一句好汉了 但问题是 这群家伙 压根没着胆子 而且现在看来 事情发酵了一周后 网络上的局面 似乎也已经开始 不受他们的控制了 江森从李正萌的话里 可以判断出 那些想要打压他的人 显然已经 无法再稳定地 引导舆论方向 当个别人的情绪 在网络上扩散开来了 很快影响到了 一整个网络群体 事件从起初的恶意质疑 它的状元含金量 到现如今 已然奔着 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而对那些 想要打压他的人来说 这样的局面 显然是两难的 一来 他们肯定不能跳出来 跟人民群众对着干 说 江森没作弊 那样的话 他们自己就被 自己人打死了 二来 他们更不能跳出来 说江森就是作弊了 那样 万一查到他们头上 这可就不是 简单的造谣了 敢公然说 一审文科状元作弊 但结果 又查无实证的话 那么 这位英雄 恐怕接下来至少三年 都得过上作息 无比规律的生活 江森给萌萌和阿飞补课道 他们太想弄死我了 以至于发动了 不该发动的战斗 搅乱了整个战局 如果他们能一直 揪着我的作文不放 每天就不停地 给全网洗脑 江森就是水平低 江森就是写的烂 最多写上两年 全网都会默认我文笔烂 写的垃圾 人们就会对我形成 一种特定印象 到时候 我只要一说话 他们只要在我的文章底下挑刺 我今后说话 也就没什么影响力了 那你的文笔 真的很烂吗 阿飞问道 江森道 年轻人 我的文笔 当然是世界一流 国际顶尖 不然 我凭什么全球销量第一 所以这根本不是 文笔烂不烂的问题 是只要有人想弄死我 他们就能无中生有的 随口找个理由 和借口往我身上泼脏水 他们如果不说我文笔烂 不说我状元含金量低 以后可能还会说 我不够硬 那怎么的 我拍个片子发到网上 证明我够硬 阿飞顿时惊道 那你真的会拍吗 这特么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们想指鹿为马 当然说你什么都行 岳飞怎么死的 莫须有啊 江森拿出了我国 古代著名 冤案案例 哦 李正盟和阿飞这俩半文盲 这下终于彻底听懂了 所以 其实就是胡说八道 随便找个理由 目的就是为了弄死你 理由是什么 根本不重要 对了 你们两个天才 这下能理解了吧 江森解释得出了一身汗 又继续道 但是现在 他们的内部失控了 有群傻逼 其实是被人骗进去帮忙的 现在网上十个骂我的人里头 至少有一个是收钱带头的 四个眼睛发红巴不得我死字带干粱过去帮腔的 剩下那五个就是看别人骂的热闹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也跟着进去骂几句 结果呢 骂着骂着 哎 上头了 上脑了 带入了 感觉自己代表正义 代表真理 不弄死我不行了 这五个人一上头 那四个眼红鬼一看 当然跟着骂 反正吐磨得 谁骂得很跟谁啊 剩下最后 那一个带头的 是不是就带不动队伍了 原本好端端的 可以骂着骂着 温水煮青蛙 慢慢就把我骂死 但现在局势变了呀 他们不骂我了 想杀我 不骂我的作文了 骂我作弊 性质就不一样了 高考作弊呀 要不要查 你们说 要不要给社会一个真相 如果要给社会一个真相 是不是就相当于 让最权威的部门 给我一个清白 是不是反过来又证明 我这个状元 就是拿得堂堂正正 嗯 嗯嗯 阿飞听得入了谜 江森又问道 那现在 敌人已经犯了错误 我们应该怎么弄 阿飞很诚实 立马跟着问 怎么弄 很简单 江森道 你看到想杀你的仇人 现在正在吃毒药 你应该怎么办 你当然应该跑上去 大声地告诉他 不许吃这包抄营养维生素片 不然你吃了 一定会打死我的 然后他听完后 会是什么反应 嗯 肯定是赶紧猛吃啊 对不对 我草啊 猛猛整个人 突然间毛骨悚然 还能这么玩 对 就是这么玩 江森道 所以你们 还在等什么 赶紧地把你们全家 都发动起来 网上的小弟 能拉的全都拉出去 集体去举报啊 不过话要讲清楚啊 是因为我们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 所以才不怕举报 你们最好呢 也不要自己动手 是要把链接 发到江森吧去 逼那群 傻逼爱举报我 最好就是江森吧顶制的 不是有个 几百人的名单吗 让名单里的人 去举报我 他不去 你们就刺激他 侮辱他的人格 骂他孬肿 骂他全家 龟孙王八蛋 贴吧里那么多人 总会有傻逼上当的 到时候 举报我的傻逼越多 事情就越容易闹打 名不举官不举 名若举呢 你不举就是独职 失职 明白吗 李正蒙和阿飞对视一眼 但疼了好几天的目光中 一下子焕发出了勃勃生计 江森看着这俩货 一副要通宵战斗的模样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其实 有关部门一个星期都不吭声 他也觉得不太对劲了 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 总该逼先打两杆子 看看他们的反应的 几分钟后 借口太累 要早点休息的江森 便起身离去 不过离开之前 还是应李正蒙的强烈要求 给他提了一幅字 但是 森哥毛笔字写得很不咋样 所以是用加粗的马克笔写的 简简单单五个字 写得很有气势 蒙蒙站起来 第349章 绝世高人 蒙蒙拿到江森的题字后 表示很愤怒 但当天晚上 就把他所有的平台账号 昵称全改了 统统改成蒙蒙站起来 第二天还找人 把江森的字装表好 就挂在了网吧进门柜台后的墙上 对二哥的敬仰之情 可谓毫无保留 所以说实话 要不是这货的文化水平 低得实在太过感人 多数时候跟他沟通 都会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不然江森还真想 把蒙蒙喊到身边来帮忙 但是现在 啥也不说了 反正好好学习有多重要 大概就是这么重要吧 你他妈但凡是个大专毕业呢 这天晚上 江森离开之后 蒙蒙就以青山网吧为根据地 发动了他在网上的所有力量 好几十个社会闲散青年 大晚上的在网络上到处寻衅滋事 在各个平台上 逼迫森黑们实名举报江森 引发的动静很大 但收效只能说一般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还真的有不少傻逼中招 但因为各大平台这几天 已经被专业人士把持 所以几个小时后 当某些人终于意识到 情况不对 蒙蒙和他的小伙伴们 也就办法不多了 一说这个事 就马上会被删铁封号 再开小号上去 就继续被删 战斗一度在敌人 看似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陷入严重的困境 蒙蒙他们 很是恼火了几个小时 但是 正如二哥所预言的 抗争的种子一旦洒下 敌人就算能短暂取得些许优势 可终归抵挡不了 人民群众觉醒的浪潮 半夜十二点多 当某位铁杆森黑 在完成对江森的实名举报 并且骄傲地 在江森坝里截图宣布 接着就被删铁禁言后 敌人内部的分裂枪声 终于打响 我草你妈 八物是猪吗 你删老子的铁子干嘛 那位被删号的老兄大晚上 立马开了个小号灯上去 开个铁子 直接就喷 老子人你们很久了呀 今天晚上 删了多少个举报 将骗子的铁子了 草你大眼 八主 给老子滚出来跪下答话 说 为什么要删老子的铁 就是 我的也被删了 草 江森吧 也被他们控制吗 这世上 还有能讲理的地方吗 高考作弊 还不能举报了 八物是不是被江森收买了 现在这个吧 跟隔壁一样 只准吹捧江森 说江森的好话了是吧 行 老子走 我特么 去某谱局报去 有没有兄弟跟我一起走的 有 算我一个 将骗子不死 老子一天不罢休 顺便反手举报吧 主 狗东西 森黑大本营 沸沸扬扬 越是之前黑江森黑的凶猛的 此时对贴巴巴主的反应就越是强烈 阳城市中心某城中村出租房里 一个光着膀子 只穿一条裤衩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目自欲裂地看着这些反水的巴友 气得差点要把显示屏都抱起来砸了 翘丽马 我翘丽马 一群猪脑 猪都比你们有脑子 深更半夜 这位年轻人抓狂咆哮 血压简直要飙到一百八十 作为收钱办事的专业人员 别看人装备不行 人手没有 但事实上 通过他这台电脑 他几乎串起了一个人数多达两千的水军团队 一个简单的QQ群 就能作为作战总部 一旦有任务下来 这群人就如蝗虫过境 几乎没有任何公众人物 能挡住他们几下子 就算是江森这种正当红的极知名作家 高考状元 多项体质小红花获得者等 光环于一身的当红炸子机 在他们面前也根本走不过三招 什么状元不状元的 我说你垃圾 你就是垃圾 就算有实打实的分数摆在那 照样能把节奏带得跑偏 最近一个星期 这个两千人的巨大团伙 已经收到了足足十万元的超巨额资金支持 人均收入高达五十块钱 而他作为江森霸的霸主 更是利用从中于力 可扣军饷 赚到足足两万多之多 原本按这么个节奏下去 他过不了多久 就特么能在阳城买房 再去东边的关城 找个金盆洗手的妈妈桑结婚生子 结完婚后 再多买几套房 再拿出去租给其他穷逼 从此过上不劳而获的美好生活 可是 这美梦才做了短短不到十天 就在刚才两个小时前 他却接到背后金主的 助理的传话人的电话 被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他也是在被骂完之后 才晓得举报高考作弊 是个什么概念 但是删帖 封号 却已经来不及了 称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QQ群里 这周挣了五千块的二当家 无比焦急地询问称哥 称哥含恨说道 算命地跟我讲过 我阿称 是一江工程万古库 那些傻逼 不能再让他们说话了 全都给老子拉黑 二当家慌道 称哥 不行啊 我们今晚已经收到 好几十条的投诉警告了 再被这么背吧 有投诉下去 江森吧 就要沦陷了 这一块才是油水最大的地方 不要了 称哥大手一挥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就该拿空间换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举报的势头 打下来 不下来啊 另一个人跳了出来 之前带着他们黑江森的人是我们 现在不让举报的又是我们 这不是精神分裂吗 我们要是不支持他们 他们自己很快就有别人去领导了 对 QQ群扮演事业角色的管理员也跟上道 再说 就算贴吧的口子堵住了 其他平台我们的权限还没那么大 悠悠重口 根本封不住啊 俏丽嘛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们这群傻逼 钱都不想赚了吗 称哥情绪崩溃 不想群里立马有小弟怒吼 赚钱 一天撑死了才几十块 我刚才都问我警察表弟了 这种诬告 搞不好要判刑的 你妈逼的 一天累死累活几十块 还要坐牢 我他妈不如去卖 不干了 不干了 除非加钱 QQ群里纷纷造反 称哥怒火中烧 直接把造反的人 踢出QQ群 右下角的QQ 紧跟着 可可可不停地叫唤 但这种逆窝者王的操作 并没能给称哥 带来多少真正的解压效果 反而随着他暂停踢人 但咳嗽的声音仍在继续 大量的群员 跟得了肺炎一样 成批主动退出 这种强倒众人推的场面 终于让称哥慌神了 他又惊又怒 不停发话 马拉个壁的 滚 都滚快点 还有哪个猪要走的 赶紧给老子走 可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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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哥 别骂了呀 再骂真要跑完了 二当家急忙跟称哥私聊 同时 事业管理员也发了对话框过来 称哥 我看就实话实说吧 让兄弟们在几个平台里 科普一下 就说 拿江森的作文 说事没关系 但是举报就不要了 万一江森没作弊 这个算诬告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但是说 江森的作文没关系 反正我们只质疑江森的水平 不质疑他的分数 这样把话都说开了 大家一定能理解的 称哥想了想 抬手看看时间 凌晨三点多 有点急得脑子不够用了 被逼得里外不是人的他 一拍脑袋 行 你赶紧写个东西 让大家四处复制粘贴一下 好 我马上写 事业管理员急急忙忙退下 接着大概四十分钟后 一篇狗屁刚通的小作文 终于在森黑老巢满平反水的环境下 被发了出来 并在称哥的指挥下 飞速地到处转发了超过一千条 凌晨四点多 也不知道是时间的缘故 还是这篇小作文终于起了作用 全网各大平台上 声称要举报江森作弊的声音 慢慢消停了下来 称哥终于长出一口气 然后转身往边上的行军床上一道 就沉沉睡了过去 而几千里外的青山网吧 李正蒙和过来 跟阿非交夜班的浩男仔 则急忙发动夜猫子群友 四处转发起了这些消息 并且附上了非常诸心的疑问 那么如果江森高考没有作弊 我们为什么要质疑他 不配拿高考状元 高考不是总分说了算的吗 什么时候变成作文 得分说了算了 作文评分的主观性这么强 如果真的作文 只拿三十六分 还能拿全省状元 岂不是说明江森 简直牛逼到爆炸 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牛逼也能变成黑点 讲真 我要是作文只拿三十六分 还能拿状元 我只会觉得 给我的作文打分的老师 是傻逼 说实话 江森这篇作文 我觉得重归重矩 三十六分是太低了 但是四十二分 四十八分或者五十分 我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作文改卷太水了 一进一出差别 将近十五至二十分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最近两年 江森被针对得有点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 江森还能拿下全省状元 我只能说一句 真的牛逼 七月九日凌晨 网络上关于江森的口碑 逐渐开始反转 左急必右 右急必左 黑酒必粉 粉酒必黑 二哥他是绝世高人哪 早上五点多 萌萌吃着 不知道是早饭 还是晚饭 还是宵夜的泡面 看着各大平台上 越来越多的同志 心中剩下的 只有对森哥无限的崇拜 第三百五十章 霸道总裁爱上我 一日清晨七点 江森带着师傅 终于踏上了回十里沟村的车 一小时四十分钟后 早上九点不到 夏日的太阳才刚建立到 师徒俩 终于回到了阔别多时的十里沟 村委会小楼 这小地方 说小也不小 总算能塞下马瘸子的住处 外加一个小药房 不仅如此 村子里为马瘸子准备的中医诊所 房间也装修好了 就在小高医生西医诊所的另一边隔壁 相当于被马定国同志团团包围 网络上仿佛要闹翻天的口水仗 终归没影响到现实一分一毫 江森仍然是那个高考状元 马瘸子仍然是高考状元的师傅 村里和乡里该给的好处 依然给到位了 并没有因为市面上关于江森的报道 突然消失 就转变什么态度 而且事实上 这种情况本就是正常的 毕竟江森23号分数出来后的一整个星期 全省媒体的关注给的也足够多了 而眼下的时间 已经接近7月份中旬 距离成绩出来 足足已经半个月 别说江森拿一个全省文科状元 就算是中国对世界杯夺冠 热度也该稍微冷却了 而且 更理智一点的反观 曲江省的理科状元 媒体对那位年轻人的关注度 甚至连江森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早在十几天之内 国内基本就已经没有什么 关于那孩子的新闻 相比之下 江森收获的目光 实在是已经超出他本该得到的 最多只是 这一回 媒体上关于他的声音 消失得略微突然 可那又怎么样呢 网上胡咧咧的事情 在有关部门没有定论之前 谁敢再说更过分的话 这种事也就只有纯傻逼 才会拿来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待 录取江森的护旦都没还没表态 你根本着几个鸡毛 江校长 最近网上的风头不对啊 不过你这个作文 确实写的 我不太喜欢 小高医生还是那副智力不高的样子 搞得江森很担心 十里沟村村民的健康会不会受到影响 哦 江森淡淡看他一眼 什么话都懒得说 但他和小高医生都不知道的是 今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左右 网络上各大平台的管理员们 突然全都收到了一笔数额不小的钱 关于江森作弊和帮江森翻案的那些帖子和账号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就几乎被一扫而空 只有极少数的几条漏网之鱼 侥幸存活了下来 所以 当小高医生早上八点 起床下楼上班的时候 他看到的东西 就跟昨晚上他睡觉之前看到的内容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昨晚上 二粉们的斗争 就像是一个小浪花 还没来得及 让人们觉醒过来 就先更大的大浪 汹涌地拍死在了沙滩上 很悲壮 但却毫无痕迹 师父 走了呀 江森转头朝马瘸子的屋里喊了声 屋里传出一声长长的哦 江森就无视掉小高医生 背着书包 静止朝着村子的车站走去 片刻后 走到车站边 小车站连个遮阳棚都没有 只有一个路标一样的铁牌子 立在那儿 江森高高的个子 比铁牌还高出稍微一丢丢 阳光从斜上方照耀下来 几个村子里的小姑娘 远远看着江森 眼里满是很哇塞的小星星 然后就在这时 一辆看起来造型很屌的跑车 就缓缓的 不知道从村子的哪个角落里 慢悠悠开了出来 车子开到江森跟前停下 驾驶座上 坐着一个看 年纪大概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老阿姨 当然在江森眼里 其实就是同龄人 那老阿姨放下车窗 长得还挺风韵犹存 对江森露出一个微笑 很是自来熟地问了句 回乡里吧 我们同路 要不要姐姐带你回去 江森左右看看 确定这老阿姨不是在跟别人说话 但是在这虽然重建 却依然落后的小山村里 这么一辆跑车 实在显得和这里的环境 太过格格不入 江森不又问道 阿姨 你不是特地来找我的吧 老阿姨笑着问 我要说是呢 江森道 我师父告诉我 山下的妇女是老虎 要我小心 哈哈 老阿姨仰头发出一串笑声 还真别说 笑起来也漂亮 更年轻一些的话 肯定是个不输 讲孟杰多少的大美人 你放心好了 阿姨还能吃了你啊 就是顺路吗 来不来 她拍着身旁空着的副驾坐 显得很是落落大方 完全看不出 有什么坏心思 于是江森来了剧 不来 老阿姨顿时就不高兴了 眉头微微一皱 就开始微微嘟着嘴 盯着江森不说话 阳光下的江森 身材挺拔强健 五官阴朗 皮肤白皙 头发稍微长了些许 一颗羊眉头 很是充满青春的气息 脸上虽然还有几颗小痘痘 可是已经不妨碍了 老阿姨盯着眼前的帅逼 眼中逐渐浮现出花痴的气息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从乡里来的小疤 终于缓缓开上 十里沟村村子口的大土坡 看到站台时 还不耐烦地按了两下喇叭 让挡路的跑车滚蛋 小疤上走下来几个 貌似是来采购商货的小老板 先看了眼那辆跑车 又看了眼江森 正觉得眼熟 略显兴奋地要喊出江森的名字 江森却已经现一步走上了小疤 小疤车门一关 立马掉头就往回开 老阿姨的小跑 随之紧跟上去 这一路 小跑车就稳稳地追在小疤后面 等江森从车站下来 那老阿姨也一路跟了上来 隔着人行道大喊 江森 带你去我那边坐会儿吧 江森被缠得有点烦 大喊道 不用 谢谢 谢谢就去吗 我又不会吃了你 不是吃不吃的问题啊 我很忙啊 你忙什么呢 忙着建设四个现代化呢 哈哈哈哈 老阿姨无嘴大笑 江森很是无奈 大中午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究竟找了家熟悉小面馆走进去 那个老阿姨 立马把车停到路边 跟进了面馆 老板 两碗牛肉面 他大喊着 在江森对面坐下来 一只手撑住脸 长长的头发落下来 称怪的口气道 干嘛这么躲着我 怕我呀 阿姨 我都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还跟我说 这么半天 他微微歪着头 还有 我很老吗 相对我来说 确实不年轻 江森说着 朝屋里又喊了声 老板 来碗排骨面 排骨多加一块 再加两个尖蛋 干嘛 他秀眉微微一簇 我不是叫了吗 你吃你的 江森笑道 老阿姨道 两碗 我怎么吃得下 江森道 吃不下的 倒了喂狗 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他伸出手 抓在了江森的手背上 江森看着他 问道 阿姨 今年结婚了吗 放心 老阿姨露出很灿烂的笑容 我老公 前年刚死 江森问道 华侨村的 嗯 他点点头 摸着江森的手 很露骨道 我现在啊 孤身一人的 我老公家里的那些人 都恨不能弄死我 可是就算把我弄死 他们也拿不到我的钱 所以呢 所以 我跟了我老公那么久 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 当然是该享受人生了 他抓紧江森的手 抬起头来 目光像是要把江森 活吞下去似的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喜欢上你了 小朋友 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辛苦 就不想以后轻松轻松吗 江森问道 怎么轻松 老阿姨拉过椅子 坐到江森身边 挽住江森的手 整个人贴过来 身上淡淡的香味 直往江森鼻子里钻 烈焰红唇 贴到江森耳边 清吐热气 我包你十年 给你一个亿 江森的心跳 不由自主狠跳了一下 目光陡然犀利起来 漂亮老阿姨的手 开始往她腿上摸 继续说道 我先给你两千万 剩下来的八千万分 十年给你 每半年给你四百万 接下来十年 你吃我的 用我的 睡我的 要是你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我也不拦着你 我看起来 就这么像鸭马 这世上 有你这么贵的鸭马 姐姐是喜欢你 才会对你发骚发剑 她的手 越来越往荡上靠 江森抓住她的手腕 把她的手 放到桌上 阿姨 互相尊重一下 你也尊重一下自己 一个亿 还嫌不够 老阿姨皱眉看着江森 江森笑道 你觉得 我缺一个亿吗 你怎么不缺 老阿姨道 现在 你名声都臭成什么样了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就算名声真臭了 我自力更生不行吗 不行 老阿姨很霸道 像你这样的 姐姐怎么舍得让你自力更生 你就该享福 把你小时候 你爸妈欠你的那些 十倍 百倍地享受回来 阿姨 你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对 没事 姐姐不在乎 姐姐只在乎你 姐姐待会儿 可以让你关点别的东西 姐姐 嗯 派出所牛所长和县行政大队的马队长 号码都在我手机里 我大小也是个县政协委员 你这么缠着我 非要跟我搞不良交易 你信不信 你今天一定会被拘留的 你 老阿姨没料到 江森居然会蹦出这么一句话来 愣了几秒后 顿时勃然大怒 拍桌就走 走到车旁时 还撂下一句 江森 你会后悔的 说完往车里一钻 急迟而去 嚣张的轰鸣声 响彻整条青山大道 第351章 全面看空 三碗面条 江森真的干不下去 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 或许他还能办到 可是 自打喝过马瘸子的驱斗药 他的餐桌战斗力 就真的弱了很多 吃完自己的那一大海的排骨面碗 再吃掉一碗老阿姨点的牛肉面 剩下第三碗 他就真的再也干不下去 死成了小半碗 吃了几块牛肉 就摇摇头表示放弃 让老板把剩下的面条 端去倒吊喂狗 然后掏钱买单 又坐在店里缓了五六分钟 才站起来 慢慢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 饭量减退 最近这两个月 他好像也没再明显涨个 目前可能185或者186左右 发育貌似停止了 不过一点都不遗憾 这身高 打NBA都凑合能用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打着宝格走到车站 江森左右张望 寻找和摄影 或者摄像镜头有关的东西 夏天午后的青山村 马路上空空荡荡 根本藏不住任何人 很好 刚好那个漂亮老阿姨 不是有心人派来搞仙人跳的 不过话说回来 想要安排这么样一个人 特地来清明乡 这种荒郊 也领搞仙人跳 那显然也是想太多 太高估某些人的力量了 会遭受这种待遇 怎么着也得是身家上百亿的上市公司老总 至于他江森 说起来 最近社会影响力是稍微有那么点 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 真的就完全无所谓 不像东子 那么多员工指着他吃饭 那么多股东指着他分红 还有那么多的用户 那么多的上游供应商 所以搞东子 当然是可以的 这么一个发达了 还能说先夫带动后妇的人 不告你搞谁 而江森就不同 作为一个看似有钱的小屁孩 说白了 江森目前也就只配在网上被人轮流喷 至于网络照进现实的坑害手段 江森现在还远远不配 所以说 那个漂亮老阿姨 毫无疑问 只代表他本人 而且江森相信 他刚才说的话 都是真的 隔壁华侨村 那是什么地方 全村三千多人 举村外出 拿命换钱 虽然江森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外面 都干了些什么 伤天害理的买卖 但可以确认的是 凡是伤天害理的买卖 必然都是超超级暴力 所以 钱来得容易 哗的时候 才能眼睛都不眨一下 江森有时候觉得 自己动辄就是一百万 一百万地往外掏 其实已经很飙了 可是刚才那个老阿姨 直接开价一个一包养他 那种飙的程度 直接是他将校长的一百倍 这么一对比 江森觉得自己这点手笔 那特么的算个屁 因此这样的老阿姨 前年死了老公 最近生活寂寞 无意中知道了 自己身边 就有一个年轻小后生 心里产生点想法 也是应该的 而且最主要的还是 老阿姨 应该是最近上网 看到她的倒霉消息后 才会以为自己有机可乘 这种心理 就特么跟股民 看到股票跌停 就疯狂想抄底一样 不过更确切地讲 江森这种情况 应该还更类似于 优质企业 因为经营不上 而濒临破产 然后老阿姨 决心化身白衣骑士 过来营救 收购你 兼并你 重组你 掌控你 使用你 如果换作是 十几年后的 小鲜肉什么的 遇上这样的老阿姨 绝对两秒钟都撑不过 搞不好直接就 原地脱库报恩了 可见 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 根本就是一句扯淡的话 真正的事实 应该是 人有钱了就变坏 跟是男是女 根本没关系 只不过 这位想变坏的老阿姨 没想到的是 她看走了眼 在看似舆论压力 极大的情况下 江森不仅没接受 她的好意 甚至压根 对这件事 就完全不带怕的 钱的话 江森觉得 以自己目前的本钱 往后再怎么混日子 肯定也是不愁赚的 大不了等首都奥运会 全部身家压祥哥 首轮淘汰 开玩笑的 这种事 江森肯定不屑去做 不过再往后一点 稍微买一点比特币 这点投机的机会 江森还是略有兴趣 毕竟送上门的钱 不要白不要 不说涨到五六万美刀 就是价格只有一半的时候 他在出手卖掉百来万美 那不是也能轻松套现 五六百一刀 当然 至于这玩意儿 到底怎么购买 怎么交易出手 怎么套取现金 怎么把钱转回国内 国外有些人会不会耍赖皮 直接把网线拒绝交易 等等这些问题 他还需要慢慢摸索 但就算套不了 五六百一那么多 那五六十亿呢 五六亿呢 哪怕五六千万呢 反正只要不断地下调预期 多多少少 他总能赚点钱的吧 老美总不能回回拔网线 一直拔网线 那么无赖到底吧 所以 单纯论金钱本身 江森内心深处 可谓底气十足 再不计 买不了比特币 买某些大厂的股票也行 而至于他的名声 不管网上再怎么抹黑 但归根到底 他还是深正不怕影子邪 只要对手拿不出有效的证据 就无法真正意义地把他捶死 而相对而言 网友的记忆 也并不比金于好多少 哪怕做最坏的打算 只要他沉默个三四年 再随便拿点什么成果出来 依然随时能变回一条好汉 江森心里头 各种后 朝期时早就留得足足的 对现在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心底里根本无所畏惧 顶多就是略微感觉典凡 所以 这位老阿姨的出现 对江森来说的唯一意义 就是 他提醒了江森这么一件事 他现在在外界眼里 好像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了 所以 失败者想做成一些事情 难度就会格外的高 就像县里和乡里的轮番拒绝 本质上 他们的拒绝 跟老阿姨 妄图肉身抄底的行为 完全就是同一回事 他将校长显然正在经历一段 被市场看空的过程 而且是全方位的看空 甚至可能有不少人觉得 他会从此一蹶不振 掉下去的骨架 再也回不来 退市将成注定结局 这种感觉 才是真正 让江森感到不妙的 因为这明显会直接 造成一个我们都觉得 你不行 办事难度增加 短期内无法做出成果 你苟日的果然不行 生存难度继续加大 继续一事无成的死循环 而这种死循环带来的结果就是 它将直接影响江森 对自己这辈子 整个人生的布局进度 什么比特币 森哥其实也同样看不上的 作为理论上 这个世界唯一的重生者 他的目标 本该就是星辰大海啊 顶着大太阳 江森胡思乱想着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车 才终于踏上了返回市区的路 从青山村到欧顺县 再从欧顺县到欧城区 约莫七个小时后 晚上将近八点 江森才回到了家 然后回家后 拖着略微疲惫的身体冲了地走 稍微坐下来 缓了十来分钟 精神头就又马上回来了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先给辉哥打了个电话 辉哥那边收到江森破天荒的主动来电 心情估计就跟今天老阿姨听到江森说 我愿意差不多 那都不是喜出望外能形容的 而是一种别样的征服感和胜利的喜悦 二 今天什么情况 辉哥说话的调调 分外欠抽 江森淡淡道 签字三签 怎么样 三签 辉哥 可笑道 现在你知道三签了 二 风水轮流转啊 就冲你这两天的行情 你现在可不值这个价了 江森道 咱们之前约好的 两千五为限 我比六百五十分 每多出一分 就加一百 两千五 我怎么记得是两千啊 就算是两千 我现在比六百五多出十六分 也该拿三千六 这可不好说哟 辉哥在床上翻了个身 你这个六六六 确定是六六六吗 不然呢 那万一不是呢 万一不是 别说六百五没了 我看你成绩都保不住了吧 所以 你就是毁约了 哎 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讲 咱们只是口头约定 合同还没签呢 你的海外市场 不着急了吗 急啊 但是再着急 我也不能让你 牵着我的鼻子走吧 我怎么说 也算你半的老板吧 你老是占我这么大的便宜 我他妈不要面子的吗 行 江森点点头 辉哥 咱们的解约金 是第一本书网站总运营收入的三倍 对不对 你想干嘛 我警告你啊 女神的总运营收入 可是快两个亿了 你想拿五六个亿出来赔吗 你这辈子就算写刀死 你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拿不出 江森兜里没有 但气势绝对不输 我随口说着玩不行吗 再见 说完把手机一关 辉哥听着手机里嘟嘟嘟的一阵盲音 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 他赶紧爬下床 打开笔记本 登上几个论坛看了看 接着确认 全世界依然在谩骂江森 场面一片和谐 总算松了口气 妈的神经病 还想炸老子 另一头 江森挂断电话 稍微安静了几分钟 又直接给纪博尝打了过去 小姐 我们的肖像费 是不是该结算一下了 行啊 按照行情 我们算你是一线明星 一年一百万 用了你的照片两年 给你两百万 不怕我告你们吗 别这样嘛 小江 都是朋友 小姐 你变了 你以前日到小娜 都要高兴上半天的 纪博尝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印象中 我们好像还没到 能聊这个话题的交情吧 江森道 我只是根据两年前 你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猜测了一下 难道你第一次 日到小娜的时候 没有那么高兴 江森 你再说这种话 这事就没得谈了 你要告就告吧 你就是告到死 我们最多也就赔你两百万 而且这个官司打起来 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也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你现在对赢下这场官司 充满信心吗 我不是对官司充满信心 我是怕你官司打到一半 连律师都请不起啊 你的那个一千人名单 最近这个星期 可是都没怎么变过了 你觉得 连那些阿狗阿猫都不怕你了 我家还会怕你吗 嗯 有道理 祝你幸福 江森挂了电话 季博常拿着手机看看 嘻了一声 直接扔到了一边 研究生毕业一年多 他已经不是那个单纯的小技了 小娜他当然是喜欢的 可是秦怀和的文化 他现在也割舍不下来啊 江森的论文之恩 他勉强算计在心里 但是关于钱的问题 还是得好好算清 勤奋小区的22号楼19层A01 江森挂断电话后 背着双手走出书房 默默在客厅里 低着头 来回转起了圈圈 二二军科技的项目 县里和乡里这一环已经断了 而村子里头 接下来靠无尘和马瘸子 以及自己的拿三百万 真不见得能搞定 剩下的四级药业 现在明显是不可能合作的状态 而找其他药厂 或者护旦身衣旗下的药厂 事实上难度肯定更大 因为四级药业 好歹还有把柄在手 但在面对其他制药厂的时候 他根本连谈判筹码都没有 余下的 护旦那边的帮忙是有偿的 两千万白纸黑字 一个铜板都不能少 所以搞了半天 最后现在只剩下的 就他和马瘸子两个人了 江森微微挠头 就在这个时候 放在书房桌上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江森快步走过去接起 来电的又是宣传部的人 江森 还没睡吧 没 有什么事吗 嗯 事情倒是没有 就是想再跟你通个气 昨天和今天 省力有关部门 收到不少群众举报 跟你的高考诚信问题有关 目前呢 网络上 我们正在尽可能地 把这件事的影响力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 只要你真的没问题 那有关单位 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和清白 这点你可以放心 所以 在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上级领导单位的意思 还是一样的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克制 继续顾全大局 不要随便说话 好 我明白 感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那头把电话一挂 江森微微叹了口气 省力不想把事情闹大 这一点 他完全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 他们更底层的目的呢 连续两次让他闭嘴 这里头 到底存不存在 对他个人的某些想法 这个问题 江森估计自己 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这种事 肯定都是说不得的 相关人员之间 自己一会就顶天了 而江森 根本连这些事的经办人 都接触不到 弹劾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所以现在如今 还是继续等 他想了想 拿着手机犹豫半天 最终只给李政 萌发了条信息 萌萌 站起来 然后过了几秒 那头兴奋回到 二哥放心 我今天让每个人 注册了二十个小号 至少能战斗到天亮 麻辣隔壁的 我让他们举报死你 江森回信 默然无语 心情好复杂 第三百五十二章 我就是大局 哼 他这个作文 西六 不是我说啊 这个水平 真的就是小学的流水账 他这个作文 放在我们那个年代 怎么说呢 西六 基本就是勉强在小学啊 初中啊 这个阶段 勉强能毕业的那种水平 高中还不一定能考得上 嘎嘎嘎嘎 七月份一晃过半 好久没出现的方渣子 忽然又跳出来 在某不入流视频网站的镜头前 对着江森的作文 开始发表议论 扯着他的公鸭嗓 每说两句话就要笑一声 然后再吸一下 快从嘴角挂下来的口水 但如此糟糕的形象 却一点都不影响他 吸引受众 毕竟这死汉奸归国后的前几年 一直都还装得挺正义 并且干活卖力 没有一天时间 不再为学术碰瓷事业添砖加瓦 所以这两年辛苦积攒出的韭菜 数量已经明显 比前年最开始碰瓷江森 那会儿要多出不少 而此时摆着这么个大热点 方渣子在说江森坏话的时候 简直两只眼睛都在冒光 精神状态之亢奋 就像一个憋久了的男人 今天终于能好好发泄一番似的 神经质的表情下 还堆满一种难以形容的猥琐 仿佛随时都能喷博出 明那个时候的高考 质量应该来说很高吧 小网站的主持人 对方渣子的这个气质 耐受度相当高 显然双方在各自收到 自己的那笔钱后 审美上就自然地调整了过来 还行吧 方渣子继续猥琐地笑道 反正也不比现在简单多少 那您当时考了多少 我当时 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炫耀了 我们很想听一下 我是我们当地的文科状元 文科状元 对 那您现在怎么成了科学家 因为我理科成绩也很好 厉害了 访谈很快从对江森的批判 变成了方渣子的自吹自擂 江森淡淡然地把萌萌发给他的链接关掉 感觉又浪费了好几分钟的时间 从青山村回来后的这几天 萌萌他们始终坚持到处 穿多网友举报江森 刚开始 其实势头还挺不错 不过没过两天 网络舆论的方向 就再次又被强大的敌人扭转过来 江森高考作弊这几个字 只要一出现 就会被秒删掉 网上的讨论热点 也随之重回到江森高考语文作文36分上 而且这回 对方还采取了更厉害 成本更高的办法 他们不再使用价格低廉的水军了 而是直接雇佣了网络名流 也就是早期大V 类似方渣子这样的货色 这几天在网络上 已经至少出现了二三十个 一大群社会知名人士 像是约好了似的 纷纷向江森的作文猛烈开炮 在网络上 把节奏带得简直要升天 隐隐然 已经有了要这个 36分彻底坐实的趋势 显然再这么下去 一旦网友被洗脑 这个36分 恐怕假的 也要变成真的了 到时候 不管怎么辟谣 造成的后果都很难挽回 但是 江森也没法子 毕竟这群人都是收钱办事 这种买卖根本阻止不了 而且另一方面 有关部门这几天 还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让他不要还手 雇权大局 仔细想想 最开始 那个带头暗示全社会 带头带骗舆论 让36分这个概念 出现在网络上的 可不就是今年曲江省高考 作文乐卷组的组长 陈教授 而这位陈教授和他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根本毫无过节 那么 江森就只能判断 这位陈教授这么做 八成是受了某些方面的指示 在这么一连串的分析下去 背后如果还有人物 这就很令人烦恼 甚至的甚至 这或许还不是真相的全部 因为根据江森 对这个死汉奸的了解 这一回 这货绝逼是大概摔两头吃 一想到这里 江森简直忍不住想挠头 内外加工 不弄死他不舒服司机 太难了 难怪后来那么多年 还能发出来的几个声音 基本都是来自体制内的 想来确实 也就只有依靠组织的坚强后盾 才能不至于让自己的声音被完全淹没 整个社会的声音 也才不至于完全一边倒 但是像江森这样的体制外的人 就无法保全自己了 这种内外合力的舆论围剿 外加上其他盘外招 威逼利诱 强权美色 谁能顶得住 所以 在这个时期 应该不是没人抗争过 只是 客观上真的打不过呀 此时此刻 江森终于亲身体验 到了前人们的无奈 首都奥运会前后这若干年 确实太难太难 而且这还只是前奏而已 真正的对抗高潮 应该还在奥运会之后 08年之后 在国内外几乎所有媒体的眼里 中国仿佛做什么都是错的 中国不管出了什么成绩 在媒体眼里 都是不值一提的 中国无论发展什么项目 都是劳民伤财的 只有大量涌入 国内的国际资本 和被他们所操控的力量 才是值得被媒体称颂的 商业就是最大的慈善 一个国家最精英的群体 就是企业家 一些人 一边赚着中国的钱 一边骂着中国的娘 一旦偌大的国家 只要出现些许意外 一大堆中国请你停下来 等一等人民的灵魂的文章 就会铺天盖地 赚得满世界都是 那些满嘴的慈悲为怀的人 骨子里到底藏的什么祸心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而任何反对 这些声音的声音 在当时都会遭到 几乎来自全社会的讥讽和嘲笑 社会主流价值观 几乎已经被洗透 就是江森自己 十几岁 二十出头的时候 国家要玩这种话 也没少说 现在想来 真特末的感觉 脸上都烧得慌 王晓了说 那十年又无知 狗屁不懂 给敌人当了枪 为敌人提供了子弹 王大了说 幸好特末的反动力量 没有得逞 不然在千千万万个 给国家拖后腿的傻逼中 他也是其中一个 因此 以前事关今生 那些想捂住他的嘴的人 那些人把他打落下去的心情 江森真的很能理解 尤其像方子这样的汉奸 还直接就指着这笔买卖过日子 让这群老狗别出来乱咬人 就跟让狗别吃屎一样 根本不现实 在这段时间内 搞死江森 以及其他千千万万个江森 几乎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 和历史使命 全社会上上下下 都弥漫着一种 对道路的不自信 加上人为诱导的社会撕裂 又进一步将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导向对体制的结问 令这种不自信 越发地加深 唉 江森长长地叹了口气 感觉有点累 迎着傍晚的霞光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 走到阳台上 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站在十九楼 他隔着窗户往远处眺望 密密麻麻的 新的旧的居民楼 互相掺杂着绵延出数公里 延伸到他站在十九楼 都几乎看不到的地方 欧城区的半个西角老城 勉强算是尽收眼底 可这 也才不过是东欧市 这个弹丸之地 区区的一角而已 中国太大太大了 光是东欧市 就有九百万的常住人口 想让每个人的思想 都保持统一 是何其何其困难的事情 即便以重生者的心态 和目光来看待眼下 江森都觉得心累 再想想 那些决策层的大佬们 真的就更替他们感到不容易 得有多么强大的信念 意志和定力 他们才能带领着 这十几亿人 无视掉各种艰难险阻 团结一心地朝着既定的方向 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脑子里的命题越来越大 想到这里的时候 江森适时地打住了 先做好自己吧 至少眼下 就算再累 也绝不妥协 他转过身 拿起手机 给郑月拨了过去 小月月 我们在网上贴的那个律师函 挂了多久了 快一个月了 郑月问道 怎么 你想给我结账了呀 钱的事情你放心 一分都少不了你的 江森道 现在那个千人名单里 有多少人道歉了 256个 郑月道 妈的现在情况不妙啊 有些道了歉了 都开始反悔了 江森道 反悔的不用管 你今晚再发一条声明 最后一次警告 律师函要求道歉的现实结束后 污蔑我高考作弊的 我们将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控告他们诽谤和损害名誉 郑月一愣 这么猛 那他妈是700多人啊 700多才好 江森淡淡道 你猜我一次信告700人 媒体会不会感兴趣啊 嗯 郑月的眼睛 微微亮了起来 那你不顾全大局了 我顾了呀 江森道 我特么 都顾了半个月大局了 顾了半天 都没能顾回来 辟点消息 然后你猜 我今天想明白了什么 什么 大局不是顾出来的 大局是做出来的 江森看着眼前大好河山 很平静道 现在 我就是大局 手机那头 郑月刹那间 仿佛浑身过电 毛骨悚然 第353章 教的就是这些 禁告各位网友 晚间7点多 随着夜猫子们的作息 来到每天精神 最振作的时间段 网络上各大灌水平台 也逐渐热闹起来 东欧市制约律所的公告 刚一贴出 就引来网友不少关注 最初看到这封公告的网友 尤其是那些就在江森的 千人名单之中 却依然死撑着面子 不肯道歉的家伙 确实被结结实实地 吓了一跳 不少胆子小的 看完后 急忙就跑去道歉了 让郑月律所里的几个人 好一阵高兴 赶紧把道歉截图下来 然后画掉名单上的名字 这种切香肠一样的过程 着实让这些多多少少 都患有一点强迫症的 准律师小伙 和准律师姑娘们 感到相当程度上的解压 名单上每减少一个人民 他们就好像卸下了一个负担 但是很快的 随着那些没被纳入 这份名单的人 越来越多地跳出来 开始站着说话不腰疼地 对这份公告冷嘲热讽 让江森抓警告 赶紧告 不告就是我孙子 那些被吓唬到的沙雕们 在战友们的支持下 身上榨起的毛 也就慢慢地又回落下去 想想看 前些天 那些个忙着道歉的人 这几天的处境有多尴尬 每个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道歉之后 不但要被几方嘲笑 还被对方嫌弃 两头不是人 简直特么地 跟网络社死了一样 而在道歉之后 他们也没有收到 任何正向的反馈 比方被有关部门 发个浪子回头的警棋 又或者看到 没道歉的人倒霉 都没有 所以就不免会产生 一种万分后悔的情绪 尤其最近这半个月 在他们道歉之后 网上反倒是喷江森的人 越来越多 大家重口一词 都说江森文笔稀烂 江森是垃圾 江森不配拿文科状元 这么一来 这种后悔的情绪 就越发加深了 懊恼得简直不行 毫无疑问 在这群犯了事 仍不自知的沙雕网友看来 江森的律师函 根本就是虚张声势 他们依然以为人 多力量大 法不则重 这点破事 根本没什么需要害怕的 去告吗 爷爷等你 江骗子又被戳到痛处 恼羞成怒了 江森是不是膨胀了呀 要告一千个人 真是笑死我了 这个骗子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司法程序 就这还举江省文科状元 说出来没人敢信啊 自打将麻子没了麻子 江森整容的 真的 真的 喷子黑着黑着 黑点又莫名其妙 多了一个 整容都出来了 恐怕下一步 就是要说江森的镜谷里 插了两根二十厘米长的钢管 不然 绝不可能 涨到一米八 晚上八点多 江森又码完四千字后 特地上去看了下 网络上的舆论风向 有一说一 确实已经糟糕到 无法形容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作为打擂台的双方 他被人摁在墙角里 黄坐了二十分钟 人都特么休克了 对手还在拿大铁锤 往他脑袋上抡 一边的裁判 还在对他高喊 不要动手 我们已经在研究对手 用铁锤算不算犯规的问题了 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但这个局面 显然再不动手 就特么死翘翘了 咚咚咚 咚咚咚 放在手边的手机 这时响了起来 江森接起电话 是市里打来了 语气显得有点生气 江森 不是说了 让你先别着急吗 我没着急啊 江森道 怎么了 怎么了 那个律所公告 是怎么回事 提醒一下 他们时间快到了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啊 胡闹 那头高喊一声 你知道你这么做 影响有多严重吗 我知道啊 江森道 省里头的有关方面 不想把事情闹大 高考这么重要的事情 国之大计 怎么能出篓子呢 所以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要提醒那些人 不要乱说话 大家都闭嘴了 这个事情的影响力 才会下去吧 不能只让我一个人闭嘴吧 那 那你也不能单方面 那头有些结巴 江森马上打断 我也没单方啊 我现在不是拉着双方一起安静 还有啊 我有点想不明白 我倒是配合 你们安静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也安静下来 为什么就看着我 让他们泼脏水 也不出来解释一下 我的作文 没人帮忙点评下吗 我听说 我明明是拿了45分 怎么网上就说成36分 你们也不给辟个谣 怎么他们说我高考作弊 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也不坑个声 最起码的 澄清一下总要的吧 全省高考状元 被人污蔑说作弊得来的 这是什么性质 这是不是说我们今年的文科生 全都分数不作数了 还是有哪方面环节出了问题 但是就算真有哪方面出问题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吧 怎么就莫名其妙 我一个人被黑锅了 你们让我配合 我配合了 我从6月20几后 就开始配合你们 配合到今天 马上就7月16号了 20多天了 我还不够配合吗 但是我配合你们了 你们呢 你们有帮我争取什么权益吗 你们有帮我做什么吗 我 对 我知道 你就是传话的 所以这些话 麻烦你也转达给 省力有关部门的领导一下 好不好 不然就我一个人 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干 还得莫名其妙地挨揍 还得莫名其妙地顾全大局 大哥 我也要是要脸的 我是指着你们能给我一个清白 我才配合你们顾全大局 不然 我人都要挂了 你说 我还大举个什么劲啊 我呢 我死了 顶多我卡里剩下那几百万贵银行 为国家做了贡献 都没人知道 你说说看 就算是树上的鸟 被人掏了窝 它都要叫唤几句 我现在 被人恶心得这么惨 被人脏水 泼得去化粪池游泳 都不用热身了 怎么就不能叫两句了 这位同志 这些话 麻烦你给我带到 好不好 领导要是还有什么指示 让他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 咱们这样 传达来传达去的 一点效率都没有 现在通讯这么发达 他打给你要多少时间 打给我不也照样是多少时间 何必搞个中间环节啊 还让你平白增加工作压力 你们这么安排工作岗位 这个做法本身就不可选 要多搞点垂直化管理 人对人 点对点 能给群众处理的问题 直接给群众处理了 主动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才能有效预防和解决防官僚主义作风吗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睡了 你也早点睡 注意身体 再见 江森直接把手机一挂 也不给小喽喽太大的压力 反正只要他也办不了 手机那头 那个被省里派到东欧市这边挂着的年轻科员 拿着电话傻眼了半天 才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江森涮了 但仔细一琢磨 又没脸再打出去 只好赶紧翻出通讯录 找到了省里有关领导的电话号码 大晚上的 身处这种高逼格机关单位 居然还要加班 简直心脚痛 勤奋小区的22号楼里 江森放下手机 又打开word继续码字 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 形势如何变化 但他自己的工作是不能停的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写东西 就抓紧多写一点 毕竟等大一开学之后 再有什么别的情况 他也无法预料 不过这本小说 理论上 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了 实在是没时间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确实是形势变了 他也该干点更牛逼的事情了 除非他接下来 依然能找出大把的空闲时间 不过想来可能不容易 总而言之 不做死板的计划吧 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具体情况 具体操作 应是力导 看情况来 约莫四五十分钟后 江森一口气 敲出三千来字 写完后 看看时间已经九点出头了 就果断关掉了电脑 起身洗漱 可刚站起来 手机又嗡嗡响起 接起来一听 那头传来一个浑厚又低沉的声音 但是很沉静 一听就知道 绝对是大人物 喂 是江森同学吗 是我 我是沈 那头说了个 让江森眉毛一条的头衔 虽然只是个副职 但这种副职 已经绝不能当寻常人来看了 你好 江森不自觉地 就微微站直了身子 那头问道 那个律所公告 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雇佣的律师的意思 江森稍微停顿半秒 就回答道 是我的意思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意思 我不应该有这种意思吗 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们算是 有提前沟通过的吧 对 是沟通过 那你怎么不守信用呢 严格来讲 我已经守信用了 为了这个信用 我目前已经把自己 置于了很危险的境地 我的名誉 我短期的经济利益 我将来的长期利益 可以说 目前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再这么继续下去 这些影响将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的信用 只能为我的上述核心利益服务 领导同志 我为了自己能活下来 暂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可以体谅吧 那头一阵沉默 又缓缓道 可是你这样 影响了大局 谁的大局 江森直接道 国家的大局吗 还是个别人的大局 江森同学 那边的声音 严肃了起来 你知道 你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江森道 高考是国家大事 而且是大事中的大事 高考出了事情 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但这不是我们要捂盖子的理由 出了问题 要承认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牺牲个别人的利益 来把问题淡化掉 这个个别人 就是我 如果是真的为了全国和民族利益牺牲 我这条命 你们随时可以拿去 钱和命 还有身后命 我全都可以不要 但如果 是为了顾全个别人的个人大局 那对不起 这个牺牲 我不能做 我还要留下有用之身 去做更伟大的事业 我的命 不能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豁出去 那些人不配 手机那头 又沉默了许久许久 才问 你想做什么 不是我想做什么 而是我能做到什么 江森道 不过眼下的话 我要做的 当然是 维护我的个人名誉 这件事情 你们如果不想办 我自己还是稍微有点办法的 我们没有不想办的意思 只是时机还不对 抱歉 你们的时机不对 那是站在你们的利益上考虑 这跟我已经没关系了 问题是我这边的时机已经对了 江森道 再等下去 我被记了天 你们大事化小 我就万劫不复 您觉得 我是该保全你们的大局 还是该保全我的将来 嗯 再给我们三天时间 或者等到二十号 那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江森道 是让陈教授 出来到各欠罚酒三杯 还是让网友们冷静 共建和谐网络 我被侵害的利益 能退回来吗 该得到处罚的人 会得到处罚吗 该被解决的问题 会被解决吗 对方沉默不语 江森道 你们做不到的 都二十天了 你们连骑马的动作都没有 你们要么 本身就是那个 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要么就是自私道 只想考虑自己 我还能指望你们吗 我估计省里收到的 关于我的举报 你们那边 至少有几百上千份了吧 为什么你们不处理 你心里没数吗 你怎么会懂这些的 另一头显得有些奇怪 江森不由地笑了笑 领导同志 你忘了 我是全省文科状元啊 我读了十二年的书 教材上教的 就是这些啊 第三百五十四章 时来天地皆同利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江森睡觉前洗澡的时候 把少仙对对哥拿出来放了一下 按照2020年后的网络说法 形式上略显羞耻 但气氛上江森却觉得非常应景 以前网上老有一群沙雕在那儿问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接班 当时江森也觉得是个玩笑话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 只要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的人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共产主义的班 每个人都是在接着前人的成果继续往下做 哪里就没接班了 而如果非要狭义地理解成当官 而且当很大很大很大的官 那当然也没人拦着 可提前是你总得好好读书 大学毕业了再去考个公务员 考上后 再在单位里显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办事能出成绩 这才升上去 才算合情合理吧 要是这样都升不上去的 那抱怨牢骚两句 倒是情有可原 但现实的问题是 有太多的人 甚至连个大专学历都没有 或者自己压根不去考工 然后还坐那儿瞎咧咧 这就有点过于扯淡 显然 这根本不是国家不让你接班的问题 而且接班的机会 也明明白白都给出了 但机会给你了 你自己不中用 那特朴能怨谁去 不过江森倒是已经念头很通达地 放弃了毕业后进机关的计划 而且以他的喷子性格 外加现在的名人光环 确实也干不了公务员的活 在体制外 他反倒更有发挥的空间 哗啦啦地抓紧洗完澡 顺手把衣服一洗 晚上十点不到 他就躺了下去 次日早上八点多 江森早早地给东欧市教育局的陈爱华 还有是宣传部的大佬打了电话 说是自己打算直接上警告预状 如此等到中午十一点出头 包括周乃勋 陈建平 陈爱华 以及市里的张部长在内 东欧市宣传和教育两条线上的主官 就全都被江森用极大的面子 外加潜在的威胁 恐吓给吓了过来 随后一顿饭的功夫 江森简直跟叔叔伯伯们声泪俱下 而周乃勋他们几个 自然也知道江森最近的难处 尤其是张部长 他可是直接跟省里有关部门连线的 听江森说完昨晚上的情况后 陈建平和陈爱华 完全站在江森这边 根本都等不及了似的 官最小烟 跟江森的利益捆绑 反倒最紧密的陈爱华张嘴就到 早就该找我们了 这种脏水也敢泼 我们回去给你发个声明 说着转头看看局长陈建平 陈建平点点头 难得激动地说道 该发 确实早就该发 不但我们要发 我看还应该喊上公安一起发个联合声明 这是什么行为 这完全就是诽谤 这么坏的社会影响 对整个东欧式的教育系统 对整个东欧式的教育界形象 乃至对全省的教育体系公信力 都是极其恶劣的抹黑 要让他们负刑事责任 要严厉予以打击 一边说着 望向是宣传部的张部长 张部长微微皱眉 心里还在纠结 按说呢 他作为东欧式宣传口的头头 这个事情 他理应早该给出反应 但是 江森的这件事 明摆着又是省里的责任 跟东欧式关系不大 他也没必要主动掺和进去 尤其不论怎么说 省里那一级宣传口 也算是他的上级领导单位 虽说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束缚力 可是无事上面的 招呼自己把活干了 显然又不太符合规矩 乃勋啊 张部长太极推手 把过往周乃勋手里移放 你怎么看 周乃勋低头做沉思状 江森等了片刻 走到周乃勋身边 拉了他一下 周叔叔 我有个小事情 要跟你说一下 嗯 周乃勋奇怪道 干嘛 这里不能说啊 暂时保密 江森对包厢里的另外几个人对了句 三个人全都微微点头 表示可以理解 周乃勋只要站着来 跟江森走到包厢外 然后 大概也就过了不到二十秒 周乃勋推开包厢的房门 拍桌就喊 发 我支持教育局 跟市公安局发个联合声明 下午我去协调 今天晚上就发出去 高考这么大的事情 也敢泼我们东欧市孩子脏水 东欧市九百万人民不答应 周市长 张部长都惊到了 还以为江森给了他两个亿 张部长 这个事不用麻烦你们宣传口了 我们自己就能解决 不是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事 我就是不能看着孩子受委屈 就这么简单 张部长转头看看江森 江森一脸被人欺负了的小模样 哎 妈的 感觉这一把 排面很大 张凯同志 忽然就觉得 这里头玄机重重 而且看周乃勋的反应 如果在江森身上压宝 好处大概率大于风险 不行 张凯一拍桌 四个人齐齐望向他 张凯来了据 维护东欧市的城市形象 是我们宣传部的本职工作 这个事情 要做也是我们爱牵头 江森盯着张凯 感觉这伙和陈爱华 差不多年龄 然而 一个是副厅 一个是副处 果然是有道理的 这嗅觉也太灵敏了 不过话说回来 也真是敢赌啊 就不怕这把缩哈缩没了 午饭过后 江森恭恭敬敬地 在阿庆楼门口 送走所有的大佬们 刚喘口气 就接到萌萌一个电话 二哥 出 出大事了 美国解体了 不是 是突然跑出来好多人 举报你高考作弊 妈的山都来不及山 全他们疯了一样乱发啊 呃 江森很是愣了一下 话说 市里头的几位大佬 不会玩这种招数的吧 这么野的路子 到底是哪位天使姐姐在帮忙 这特么算什么大事 不用管 妈的天赐良机 你们干脆也去举报我两下好了 已经无所谓了 江森道 省里和布里都去举报 这是人民群众的呼声 江森最大恶极 必须言查 明白 萌萌黑黑黑笑着 结束了通话 江森站在路边 看着手机一阵茫然 实在是想不出 这到底会是谁的手笔 然后正想拦下一辆出租车 手材刚抬起来 手机忽然又响 看了下来电 是个相当陌生的号码 而且长长的一串 仿佛是国际来电 喂 江森奇怪地接起来 手机那头 传来一个很温柔的声音 是我 你是谁 小朋友 这才几天 就连姐姐的声音都分不出了 莫非你是 对 观音姐姐 那头着急了 别给我装傻 我说过 要让你后悔的 江森算是听出来了 原来是在青山村 想花一个一包养她的富婆 阿姨 你怎么了 呵 富婆阿姨冷笑道 你现在上我看一下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什么叫身败名裂 我不看 江森淡淡道 我身败名裂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身败名裂了 还不得乖乖回来找我 江森一听 也冷笑了 阿姨 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我虽然没试过 但就凭我这脸之身板 想吃软饭 有的是富婆 排队找我 到时候公开竞标 都不见得是你胜出 我可以嫁给你 富婆阿姨道 他们可以吗 那离婚的话 是不是财产分一半 先做婚前财产公正 等我死了 我的钱全归你 不怕我找人弄死你 你不是那种人 你把那种王八蛋 你都能对他那么好 等我们结了婚 你只会对我和孩子好 孩子 我们两个的孩子 你是不是把孩子的名字 都想好了 嗯 老大叫智超 老二叫智悦 老三叫 叫智障吧 江森喊听道 阿姨 中午了 该午休了 好好睡一觉 梦里什么都有 江森 富婆阿姨咬牙切齿 你想清楚 我已经准备了两百万 让人举报你高考作弊 你要是被查了 这辈子 连份正经工作 都找不到 你已经花了 刚打出去十万块 你要是怕了 我马上让他们改口 江森沉默片刻 正色道 阿姨 我不怕 你让他们弄死我吧 不要停 富婆阿姨 攥住了拳头 孩子 别逼我 阿姨 求输出 嘟嘟嘟嘟 手机里一阵忙音 江森呵呵一笑 随手拦下 一辆出租车 打开车门 弯腰钻了进去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真特么的 十来天地皆同理 这助攻 来得就跟开挂一样 江森怀着一片 轻松愉悦的心情 回到家里 坐下来继续安然马自 约莫五个小时后 等到这天傍晚时分 一封由东欧市宣传部 东欧市公安局 东欧市教育局 联合出具的声明 被发布到了 东欧市宣传部的 官方网站上 与此同时 一封要求彻查 江森高考作弊案的含件 也被发到了省里 和国家的有关部门 两个小时后 首都某部委督察室 和纪律检察委员会 第五组含件 发至曲江省高考考试院 严正要求曲江省考试院 即刻对今年的 全省高考成绩和过程 进行全面复合 尤其对江森的成绩 不论真假 必须给全社会和全国人民 一个明确的交代 曲江省省城里的某些人 是夜无眠 而网络上的那群沙雕们 则实打实地 集体炸了窝 第355章 烧尽现实 我笑了 江骗子 这是终于引发民怨了吗 今天这么多举报他的 傍晚时分 江森霸里一片喧闹 今天一整个下午 铁巴就没消停下来 过哪怕半秒 每分每秒 都有数不清地举报 江森作弊的链接涌入 很是让人精神振作了一下 差不多快一周时间 没见过这个场面的网友们 终于也回想起来 一周前 全国人民斗江森的热血情绪 一时间鸡血澎湃 纷纷跟铁 高考国之重器 岂容江骗子 这种欺世道明之辈 弄虚作假 草 八主你妈逼 全世界都在举报江森 你他妈伤我 你脑子有病 别管八主了 我怀疑他 收了江森的钱 说其他的就没事 一说江森作弊就删帖 废话 江骗子自己也知道 高考作弊是要坐牢的 别的随便说 反正钱已经到手了 他这辈子不干活 都能过得很滋润了 脸的话 他这种人 肯定早就不要了 我有一说一 江森比你我都成熟多了 山里下来的人 除了目光短浅 眼界太小之外 其实更知道生活的真谛 八主也是收钱办事 大家就别喷了 默默举报江森就好了 链接就别发了 马拉个弊的 一群猪 真谛你妈隔壁 阳城市中心 某城中村出租房里 前几天 差点失业的称歌 看着贴吧里 气势汹涌的造反场面 把手里的盒饭 狠狠往地上一扔 怒火中烧 怎么回事 他怒不可遏地打开QQ群 质问群里的人 群里的技术人员 很惊慌地问道 全都是东南亚那边的IP 人太多了 扇不过来啊 老大 会不会是有别人的组织 势力进来了 草 草草草草草 趁哥看到这话 简直都要炸了 干嘛啊 不过就是往一个小明星 身上泼点脏水 你妈的 又是不能这样 又是不能那样 又是大人物的 助理的传话人 来警告他 又特么的是 国外组织势力 这个世界 这么复杂的吗 老子只想买房子 娶老婆 当包租公了 俏丽马 趁哥情绪失控 站起来 狠狠地朝着桌子 踢了一脚 没想到 这一脚实在过于 深仇大恨 那张本就 摇摇欲坠的桌子 直接整个垮塌下来 笨重的纯屏显示屏 随即哐嚷一声 砸在地上 接在显示屏后的 几根线路 硬生生被拉扯出去的瞬间 趁哥之间一阵 电光火花跳跃 再下一秒 几缕带着 烧焦气味的黑烟 悠然从显示器外壳内 飘出 这台机器 眼见着 就彻底报废了 我翘利吗 趁哥脑子里一片空白 今天撞邪了吗 这话倒也没错 趁哥这边显示 气完蛋没过几分钟 一个转帖 就悄然出现在了 江森爸的首页上 原本正在密切关注 今天这场正义报吧 行动的吧 友们 注意力一下子 全都被转移了过去 欧城区某小区的某小楼里 季仙锡坐在电脑前 再点开那个帖子后 脑子里瞬间就嗡嗡了 各广大网友 以及全社会关注江森 笔名2022军 近况的各界人士 连日来 我是有关方面注意到 网络上有不明人员 持续不断发布关于 我是本年度 2007年 高考考生 取江省高考文科状元江森 涉嫌高考作弊的消息 我是对该事件高度关切 目前经我是有关部门初步核实 并未发现 江森有作弊行为 及嫌疑 未进一步维护高考的严肃性 和公正性 同时也未给全社会一个明确答复 现我是有关部门 已将该舆情传达国家有关单位 及上级领导部门 要求尽快对该事件予以核实 并早日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高考是国家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 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东欧是有关方面 对任何涉及高考作弊的行为 绝不姑息 同时 对于任何抹黑 栽赃 构陷 诽谤我是考生的行为 我是也将予以严厉打击 鉴于本次事件性质严重 社会影响恶劣 我是教育部门工作人员 已陪同当事考生江森 向我是地方公安部门报案 在事件调查结果发布之前 请广大网有理智发言 克制情绪 对所有在本次事件中存在触犯法律行为的个人 我是有关方面 均将依法予以处理 东欧市宣传部 东欧市公安局 东欧市教育局 2007年7月17日 我草啊 要死了 江森这狗逼居然报案了 假的吧 如假包换 你们自己去他们官方网站上看吧 就在他们是宣传部首页上 我日 他居然还敢反告 东欧市政府胆子肥啊 这都敢写 楼上你他妈傻逼嘛 长点脑子好不好 这种事怎么可能敢写 江森高一的时候 全市考试就是99名 你们这群弱智 他根本就不需要作弊 老子被你们这群傻逼带节奏了 操 难怪八主一直在山田 八主你个狗日的 你也不早点说 江森八的八主憋不住了 跳出来怒吼 你们这群猪 老子喉咙都叫破了 你们自己不听 这边刚喊完 每天都在暗中窥贫的二二军吧的人 就纷纷跳出来补刀 清风不识字 哎呀 怎么办啊 听说诽谤可以判三年啊 和固乱翻书 颤抖了 东欧市今年的指标 是不是靠这个贴吧就能填满了 萌萌站起来 别怂啊 继续啊 不是很狂的吗 大家不要慌 说不定 江森真的作弊了呢 大名单上还有七百多人 要死也轮不到我们 贴吧里还有傻逼负于顽抗 坐在屏幕前的季仙西 却憋不住了 突然就骂了出来 我草泥马 他跟贴吧里的这群制自身于都外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傻逼可不一样 去年那会儿 他可是真的被社区警察找过的 甚至还被十八钟 在他的档案里留了个警告处分 只是这些天网上的形势 实在一片大好 他鬼使神拆的就开了几个小号 上去浑水没于嘲讽了江森两句 本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去 但他却万没料到 自己的那几个小号 居然全特么 被圈进了江森的千人大名单里 郑月其实也是故意的 为了将来打官司方便 他专门找专业人员 先简单查了下这些号的IP地址 除首都之外 其余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全都不要 只找秦岭淮河以南 而且包邮区优先 这种情况下 东欧市本地的号 更是优先中的优先 只能说 西西同学的这个乖孩子体质 真的不适合做坏事 季先锡自然不晓得这个名单的背后 还有那么多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坑在等着他 他现在只是恐慌 慌得浑身发抖 同时开始憎恨那些在网上带节奏的傻逼 6月23号那天晚上 江森的律师函发出来的那个晚上 他原本想道歉 但是网上的有傻逼说 律师函没有法律效应 并且还联合起来 嘲笑那些第一批道歉出来的人 所以他犹豫了 他退缩了 甚至在随后三个星期时间里 在刑事看起来对江森越发不利的情况下 他还跟着那些傻逼的节奏 一起嘲笑过那些道歉的人 再然后 是前天晚上 江森的第二封律所公告发出后 他虽然害怕了片刻 但依然抱有侥幸 因为当时全网都在嘲讽江森钱驴继穷 个别道过歉的傻逼 还跑出来 不要脸的现身说法 说道歉毫无意义 留下的人必须战斗打底 不把江森弄死 不给本该拿第一的那个考生一个公道 这事就不算完 于是他被这些战士们的精神所鼓舞 又一次犹豫了 再接着 就是现在 事到如今 他倒是真的不敢再犹豫了 那个声明底下 三个红黄黄的公章 看得他简直腿肚子都哆嗦 但特么问题在于 他那几个小号的登录账号和密码 都是他当时随便填写的 时间过了那么久 他压根儿早他妈就想不起来了 呼 呼 季仙兮颤抖着 急忙把账号切换出去 开始胡乱地在键盘上敲打 季希望于 能通过肌肉记忆把账号找回来 可是显然 这种概率比呱呱月还低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发生 马拉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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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仙兮越急越气 越气越急 对牢狱之灾的恐惧 逐渐爬上心头 眼泪不由自主地 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绝望地瘫坐在地 熬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怎么了 房间外 季仙兮的爸妈 惊慌跑了进来 季仙兮红着眼睛 吸着鼻涕 我 我可能要坐牢了 这话一出 季仙兮的爸妈的脸色 瞬间刷一下就白了 要是换一半年之前 季仙兮这话 他们是怎么都不可能相信的 但是经过一次警察上门 还有一次非法按摩被抓的事情后 季仙兮他爸 还真不敢保证 这个有钱客的货 会不会再干出什么蠢事了 怎么了 他爸强撑着问道 季仙兮抽气着 把事情的过程一说 老季听完后 很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 慢慢解开了裤腰带 房间里的惨叫声 很快就响了起来 我特么 老子让你害人 让你害人 老子这辈子的脸 都让你丢光了 哦 不要打了 爸 我错了 我错了 马拉个B 还跟老子说要写书 要写书 电脑搬回来写书 我写你妈B 写你妈B 你能写个B 还特么跟老子吹 赚一百万很容易 很容易啊 搞不过人家还想害人 老子生条狗 都比你有出息 我今晚特么不打死你 我跟你姓 老季的腰带 挥得啪啪作响 季仙兮哭的 满地打滚 同一个夜空下 包邮区内大量的 十七八岁老毛孩子 和二十出头的傻逼青年 在慌乱中 匆匆登上自己的小号 成群结队 跑到各大平台的 制约律所的律师函下 紧急求饶 数不清的人 在东欧市三大衙门的威慑力下 果断低下了 他们独立思考的头颅 但也有像季仙兮这样 运气不太好 忘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的 就只能傻逼一样地 坐在屏幕前 心里暗暗想着自己 晚上九点半左右 郑月一通电话 打到了江森这边 刚才两个小时 道歉的人有一百多个 唉 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可怜 我同情他们 江森一手拿着毛巾擦着头 一路关灯 走到卧室 然后用脚把门一带 这些小鱼小虾 慢慢来吧 不着急 郑月不由道 怎么 你还想动点大鱼 闹了这么半天 总得给个交代吧 江森往床沿上一坐 别着急 斗争第二阶段 才刚开始呢 对了 那个谁 你联系到了吗 联系到了 怎么说 一股子穷酸样 扭扭捏捏 又特么想要钱 又特么不肯松口 又当又利是吧 嗯 确实符合他的尿性 你先把我转点过去吧 就当打发要饭的 看看反应 给多少 给两万吧 行 那我这儿 尾款明天一起打给你 好 郑月挂了电话 江森把手机往床头一放 上床就睡 约某两个小时后 北京京华社某职工宿舍楼里 一部破旧的手机 忽然嗡嗡震动两下 手机的主人拿起手机一看 看到一万块的转账信息 顿时眼睛一亮 那公压嗓 发出了一个惊喜的声音 哦 方扎子一个翻身 从床上爬起来 二话不说 赶紧给郑月打了过去 郑律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西六 我也没说 要收你的钱啊 你就算给我钱 也不能改变客观事实 对吧 方博士 客观事实 是江森没有作弊 这点共识 我们应该 可以达成的吧 嗯 对 这个当然可以 那就麻烦你 主持公道了 郑月把通话一挂 方扎子拿着手机 兴奋地来回走动了两下 马上就又回到电脑前 打开电源 飞快登上了他的账号 最多四十分钟后 一篇小博文 就出现在了他的页面上 文章写得好不好 和考试分数是两码事 有些弱智 就是搞不清状况 中国的体制 再怎么有问题 高考这件事 也是绝不可能 让一个草包 拿下文科状元的 我说江森草包 只是针对他那种 沐浴脑袋来说 但是我从未说过 他高考有作弊的嫌疑 一个人的成绩怎么样 从他平时的分数 就能看出来 以江森平时的考分来看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在运气好的情况下 在适合他发挥的环境下 比方这回 数学和英语 刚好是江森的强项 偏偏很难 江森就占便宜了 语文和文宗 是江森的弱项 大家都死了 江森当然也占便宜了 江森拿到文科状元 虽然是小概率的事情 可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方扎子洋洋洒洒 写了一千多字 通篇对江森 又是冷嘲热讽 又是表示 他不可能作弊 精神分裂的不要不要 可文章发出来后 依然还是得到了 大量拥顿的支持 支持方子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方子说话就是客观 江森只是水平不高 但不意味着 他考试不行 文笔烂也能拿文科状元 只能说明 考试制度有问题 但考试纪律 还是不容置疑的 一大群十二小时前 还想直接咬死江森的傻逼 在方扎子带领下 立马转向 差不多的时间 东欧日报 新一天的排版 也纷纷发往 全市各地的印刷点 版面头版上 东欧13部门的声明 赫然在列 战火即将从线上 直接烧尽现实 第356章 自己拿比较放心 胡书姐 早 早 胡书姐 嗯 清晨7点40分 欧岛县行政中心 县委办大楼里 已经满市早起上班的同志 胡部长踩着 三厘米的高跟鞋 框框作响地 一路走楼梯 来到顶楼 既是习惯 也算锻炼身体 片刻后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屋子里窗明激进 窗户开了一半 桌子上 还有一小片 半干未干的水渍 热水壶就很随意地 摆在墙边的一个 小板凳上 壶口冒着热气 所有的一切 都证明他的秘书 刚刚打扫完屋子 所以 在他办公桌上放着的 肯定就是今天最新的 东欧日报 在区里当宣传部老大的时候 胡部长 是没有这样的专门服务人员的 文秘说到底 就是伺候领导的岗位 胡部长对这件事 既不得意 也不抵触 反正组织上什么安排 他就顺其自然地来 规矩怎么定 他就怎么做 活得非常通透 上周末 一阵小台风 从东欧市边缘擦过 欧岛县严正已待了半个月 结果虚惊一场 不过工作也没算白做 趁着这个空档 他好好地把欧岛县的家底盘了一遍 又顺带彻底历清了县里的人事关系 并把自己认为合适的人 顺手就安排去了合适的位置 呼 早饭吃得略饱的胡部长 给自己泡了壶刚刚好的热茶 早上第一个工作会议是八点半 他还有时间 稍微先缓一缓 整理一下思路 他坐下来 微微呼出一口气 然后习惯性地先摊开报纸 看一看 市里昨天又有什么大新闻 上级领导的脚步必须跟上 不然何谈进步 接着刚翻开来 领导的名字还没瞧见 倒是先看到了江森 这小兔崽子 胡部长 哑然失笑 我看你才是领导吧 三天两头的 这话当然夸张了 东欧日报的头版 市里领导平均三天至少上两次 但江森最近两年数下来 今天也才不过第六次而已 两年才三次 只不过这个频率 依然比东欧市的众多处级干部 要强很多了 胡部长心里头 略微表示有点羡慕 他端着茶杯 好奇地扫了一眼 这份市里三大部门连续出具的声明 看完之后 微微摇头一笑 好小子 真是出声牛 独不怕虎 什么人都敢惹 胡部长设身处地地带入了一下 不禁又微微点头 只是 江森到底哪来的筹码 能让张凯也掺和进来 张老大 看样子也是囚禁不心切啊 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把过后 到底结局是什么 胡部长小戳着烫嘴的浓茶 心里挺期待的 差不多同一时间 几十公里外的欧城区的区尾办大楼里 莫怀人也正趁着上班前的时间 抽空带着报纸的头版 他平日里工作太忙 江森的破事 在网上闹了 足有二十多天 好歹也是十八中的学生 欧城区的志夏 再加上欧顺县的那点情谊 这个事情性质上来讲 绝对不简单 所以 莫怀人觉得自己可以不顾问 但不能完全不知道 万一今天下午去市里开会 市里的同志感兴趣呢 哪怕只当了谈资 他也能跟上几句不是 莫书姐 四个半小时后 莫怀人开完一个党间会议 又去去信访局 当面做了两个上访钉子户的思想工作 回来吃过午饭 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材料 就被他的秘书送进了办公室 大中午的休息时间 这份材料来得刚刚好 莫怀人纯当消遣翻开来 才看了几眼 就不由地 微微张了张嘴 这死孩子 现在这么红了吗 有那么多人等着要灭他 原本略有困意的莫怀人 快速地翻动信息课的汇报材料 材料写得很详实 整个事件的过程 仔仔细细 从头到尾 一直记录到昨晚上 莫怀人飞快翻阅着 一口气看到最后面 最后一页 居然附着江森的高考作文 莫怀人逐字逐句读下来 看完之后 一阵沉默后 忍不住站起来 来回走了两圈 奶奶的 今天早上这个挡间会议 开早了呀 早知道放到明天 不然这篇作文 得是个多好的切入点 他站起身来 拿了支笔 在最后面的作文底下 批了几句话 欧城区作为东欧市的首善之区 在改革进程中成就极大 问题也多 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前提 正是坚持线路不动摇 这篇小作文 教班子各同志传阅 写完后 拿着材料走到隔壁房间 交给了他的秘书 区尾大秘 急急忙忙 立马去楼下综合办 让人复印江森的小作文 和整份材料 没一会儿功夫 欧城区这边 就微微热闹了起来 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 莫怀仁作为市常委 去市里开会的时候 也把这份小作文 带在了身上 而恰好下午的会议 张凯也列席 于市会后 莫怀仁拿出东西 讨论的就相当有点气愤 东欧日报的声明 作为东欧市难得的一份 紧跟社会热点的党建工具 很快就在全市体制 政科级以上的群体中 引起了些许的小轰动 不管大家 到底怎么看江森这篇 作文的水平 但其背后所蕴藏的东西 却实实在在的 非常能打动人心 张凯明里按理 得到市里的精神支持 等到第二天 直接就给省里的 上级部门去了电话 询问事情调查进展 纳头给的回复的 事情已经由 更高级别的单位介入 全面复查程序已经启动 相信很快就会 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但是请东欧市方面 不要声张 张凯一听这话就知道 江森绝对清白 不然的话 他是要往死里声张哦 张凯压抑着兴奋 随后几天 便一直紧盯着网上的动向 而不看还不要紧 这一看 网络上的舆论战烈度 还真是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说江森这篇作文 隐喻着多么大的命题的 我认为 纯属过度解读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 他或许只是想在风格上 模仿一些 他以前看过的文章 我只能说 在高考的考场上 做这种尝试 除了体现他 想要拿高分的迫切心情之外 我读不出任何东西 整篇文章看下来 平淡如水 毫无文采可言 但高考语文 考验的首先就是 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除此之外 任何其他的东西 都只能算是点缀 相比之下 刚刚出版的 今年的满分作文选第一篇 这篇春华秋时的满分作文 这才是考场上 最亮眼的东西 我们谈论应试作文 首先要谈技巧 然后才是别的 所以我认为 这篇满分作文 值得拿满分 但江森那篇作文 不管是给36分 还是给40多分 都是合情合理的 护旦的延峰教授 这几天 忽然就变得十分活跃 江森高考作弊的事情 果然还是瞒不住 捅到线下后 东欧市这边一热闹 取江省省城 隔壁的深城 然后大半个包邮区 就都哗然了起来 不过 有些人对舆论的 把控能力非常强 作弊这两个字 始终没能在 大摇大摆地 出现在公众的视线范围之内 倒是对江森这篇作文 该打几分的话题 莫名掀起了一个高潮 全国不少知名 不知名 牛逼 不牛逼的学者们 纷纷投入进来 发表各自的意见 有少数几个 支持江森拿高分 甚至拿满分的 但更多数的 还是从技术的角度 用非常理性 客观 公正的视角 认为江森这篇作文 拿36分 纯属活该 一些人还拿出过去 某些时期 考试林诞上大学的例子 作为对比 把江森的作文 同那些极端个例话上等号 用心之险恶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却看得张凯眼皮子直跳 张凯怎么也想不到 作为高利贷之乡的东欧市 都还没沦陷 那么多的大学社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甚至是党史研究馆 居然到先特么把坚持路线 给放弃了 而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坚持者 反倒是其他专业领域的人 江森同学这个作文 我看一点都没有毛病 有些人 自己现在思想出毛病了 他意识不到 还要反过来 毒害我们的下一代 国外的月亮怎么圆了 我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欧美日我全都去过 有什么了不起 中国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这才多少年 我们已经赶到这个程度了 那再给几年呢 要是这样的道路 都不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那我问那些文学修养很高的人 你们觉得 什么样的道路才合适你们 回到民国去 搞你们的风花雪月 还是搞你们的帝王将相 还跟我谈写作技巧 我告诉你 我们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 我们这些写论文需要的技巧 一点都不比你们搞文史的要弱 我们不是 不会写风花雪月 我们是知道对国家 对人民无意的东西 你写的再多 也就是自娱自乐 有什么用 说白了 国家养着你 给你一口饭吃 现在让你出来 为国家的道路 摇其那喊两声 给年轻一代的胸襟 和思想点个赞 你他妈还说 平淡如水 毫无才华 我可去你奶奶的吧 我就想对江森同学说一句 江森同学 你只管按你的路走下去 强个知识你 去将大学里的一位校领导 慷慨激昂的 画上了度娘的热搜榜 北方群众大学里的某位老师 则笑眯眯地说道 呵呵 我不是教这个的呀 首先我先声明 我不懂高考作文的改分规则 但是呢 你非要让我评价 我觉得不错 作文思路很清晰 看似平铺直续 实则应该叫一以贯之 一脉相承 是有气韵的 尤其到了最后 那个点睛的几句话一出来 前面通篇的内容就全都盘活了 读完后 让我感觉回味很倦勇 应该来说 我认为 已经初步有了大家风范 甚至可以讲 同样的篇幅下 我认为个别专业作家 还不见得能写出这个水平来 尤其人家小孩子 还是在高考考场上 在那么大的压力下 在那么紧迫的时间 里头完成的 对不对 其实很难的 我都不敢说 自己一下子就能思路那么清楚 能把这么一个悲春伤秋的题目 叫行走在萧氏中是不是 能把这么一个看起来就很文艺的题目 写得这么有灵魂 呵呵 因为题目本身看起来 就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嘛 呵呵 她只有那个很漂亮的曲窍 一个皮囊 但是这个同学 硬是给写出了坚强的灵魂 这一下子 这个小姑娘就秀爱会中了 我觉得可以给高分 56分啊 58分啊 给满分我也勉强同意 应该这个孩子 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知道他 我有了解过 我很欣赏他 另外那个说 孩子这篇作文 只值36分的人 这个我不能说实话去评价 不然容易得罪人 呵呵呵 但是我 还是善意地劝一句吧 人家孩子 十七八岁 水平已经到达这个程度了 大家呢 有空安下心来 还是多读读书 就不要研究什么 道路行不行的问题了 不管道路行不行 你现在 自己也就在跟着走 你觉得不行 好歹不要拖别人后腿 对不对 都安静一点 冷静一点 理智一点 就算不想给 正在努力的人 打气加油 你不要喝倒彩好不好 不能人家一边修路 你一边跟着往前走 自己不出力 反过来 还要骂路修得太慢 这样就显得智力上 好像有哪里不对一样 做人要讲道理吗 对不对 呵呵 不过这位老师 名气还不是特别大 这个视频底下 只有38条留言 其中34条是骂人的 非常惨烈 而相对来讲 影响力稍微大点的 就是央视七套的一个访谈节目 某帅哥教授 俏皮中带着几分严肃地说道 这个问题 还需要思考吗 我认为 对这个问题 有怀疑 有动摇的 某种程度上来讲 已经不完全算中国人了 因为你的心就没有跟祖国 跟人民在一起 做文好坏 我不做评价 但我就说 这个孩子 读书算是读进去了 我像他这么大的事情 想到的东西 还没这么多 不过我们的理念 是一样的 我是因为出生在那个年代 我目睹了我们国家的不容易 但是这个孩子呢 我当然也觉得他很不容易 然后 我看了他的照片 跟我年轻的时代 还有点像 只能说 思想觉悟高的人 长得都差不多 这个相由新生 有些人之所以长得歪瓜裂枣啊 我觉得 可能主要就是心眼没长好 什么叫心眼不好呢 心眼不好 就是你端起碗来吃饭 放下碗来骂娘 那些骂娘的人啊 我觉得 最好都送去边疆看看 看看我们的战士们 为了保护他们这群 怎么形容呢 就是他们这样的歪瓜裂枣吧 到底有多辛苦 让他们也在零下几十度的地方 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 去戈壁滩 去沙漠 去岛礁上看看 有些人 没吃过苦头 现在站着说话 不腰疼啊 节目播出后 网络上截了中间 大概二十分钟的片段 评论转发不少 好坏参半 双方对骂得很激烈 江老板 你这下真红了 半个中国 都在说你的作文 七月二十号晚上 江森刚码完字 正月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森哥不废话道 还有多少没道歉的 五百多个 还有这么多 江森道 现在的人 都这么勇敢的吗 可能是没看到吧 正月道 有些人就是随便发个帖 发完后自己都忘了 那跟我没关系 江森道 还有三天 时间一到 你马上去欧顺县报案 每人一份材料准备好 正月道 一个人一千 你五十万材料费 准备好了吗 江森沉默片刻 小月月 你看我们这么深厚的交情 正月道 滚 我认识你也猜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有屁的交情 就算有交情 也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五十万就五十万 没钱就别打官司 要不 我给你个发财的机会 我给你百分之一 我的公司的股份 滚 年轻人 目光短浅啊 五十万 另外 我们这个业务的尾款 你拖了我好几天了 我写书太忘我了 真的 江森道 你要相信 我的人品 整个东欧市 谁人不知 我江森是散财小仙童 人走到哪里 必就撒到哪里 欧岛县上 都有我一所希望小学 反正你不给尾款 别说欧岛县 欧顺县我都不去 你抓紧的 我现在就做你这单生意了 再特么不打钱 老子连实习生的工资 都要发不出来了 正月很粗暴地挂了电话 江森拿着手机看着窗外 很无奈地叹口气 次日一大早 江森早早起来去银行排队 给正月赚了一笔大款子 转完后 卡里只剩下可怜的200万出头 另外的300万 已经打到公司账上了 现在 他本人就是二二军科技的财务 所有工章都在他自己手里保管 但是光赶司令 很没有成就感 等转完账回到家里 早上赵丽先看看网上的舆论情况 几天下来 很不幸的 网上的形势又逐渐倒向另一边 唯一加入进来无脑支持他的 只有那些看了他照片的小姑娘 但可惜 小姑娘们的文化素质 普遍不怎么高 经常只会帮到忙 江森觉得自己 急需一个职业粉头 来管理这些肤浅的严粉 然而这种路子 连正月都没有 只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心累的一天又继续开始 江森给自己倒了杯茶 坐到电脑前 网以背上依靠 他闭上眼 长长地做了个深呼吸 大事 果然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改变的 人心的变化 归根到底 在于物质世界的变化 国力到哪 人心就到哪 这件事 靠群众是办不到了 因为时机实在不对 接下来又是首都奥运会 继续闹大 反倒可能适得其反 咚咚咚 咚咚咚咚 手机忽然响起 江森接了起来 那头的声音有点耳熟 接着果不其然 那头自爆家门 就是上回的那位领导 江森 你这几天 看明白形势了吗 有点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江森想了想 忽然想到什么 立马反问道 调查结果是不是出来了 什么时候公布 手机那头一顿 又重复式的问道 就算公布了 你又打算怎么做 你想我怎么做 孩子 不要给社会添乱 我当然不会给社会添乱 江森道 但是在 不给社会添乱的基础上 我是不是也得拿回我的清白 清白当然会给你 真的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江森缓缓道 清白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们万一要是给的不彻底 就相当于没给清白 还是我自己去拿吧 我自己拿 比较放心 第三百五十七章 报案 话一旦说开了 挑明了 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江森放下电话后 写作的思路又断了半天 他不由自主地思考 从看似很虚实 则很实的大问题 想到 看似很大 但实则可能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 内心地逐渐把思路重新理清楚 眼下东欧市这边 看似不管不顾地把问题捅出去后 局面确确实实已经打开 但也变得复杂了许多 可要说有多复杂 其实问题依然没变 问题还是那些问题 只不过从之前大家心照不炫的默契低调 转变成了现在 必须摆到台面上来公开解决 话说 刚才给他打电话的那位领导 一定气得牙痒痒吧 这件事对他来说 怕是相当于无望之灾 一切眼下的局面 说白了 就是火烧大了 莫名其妙就烧到了他的身上 但当然也不排除 这把火苗在点燃的时候 他或许暗地里也有煽过风 微妙 只能说 他的选择很微妙 微妙到可大可小 王晓了说 顶多只是略显失职 没有及时处理舆情 致使事态扩大 影响到江森个人 东欧式教育系统 王大了说 关于他的立场 他的原则 他将来的个人荣辱 原本纯属物虚的一场意识形态战斗 原本不过就是在网络上搞点动作 但偏偏就提到了高考作弊这四个字 直到东欧式这边主动出手 把这层窗户指捅破 线上的事情才传到线下 线下的消息 又转回线上 搞得全社会人尽皆知 原本简简单单的一纸澄清 就能按下来的火苗 因为部分人急于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变成了眼下结结实实的两个问题 只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大问题 此时俨然已经变成了背景板一样的存在 没人再去争论这点了 而小问题 那个关于高考作弊的问题 却被推出来 成了全社会瞩目的焦点 大问题 需要靠时间和发展来解决 可小问题 却必须马上解决 不然的话 不仅社会不答应 人民群众不答应 连上级领导部门 也根本不可能答应 开玩笑 一省高考文科状元被传舞弊 你当时闹着玩呢 这特么可是国之根基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个问题 原本完全可以不存在的 如果把这件事往回推 这件事的全貌和全过程 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 原方想搞到江森 拔掉他们在舆论阵地上的 一颗潜在的钉子 然后 江森因为得到那位领导的提醒 非常配合 一度差点被直接打死 第二阶段 斗争起了反复 原方自己把局面搞失控 居然搞出江森作弊 这个自我反噬的玩意儿 局面一度混乱 江森在持续射死的过程中 抓到了一个反击的抓手 但因为领导的提醒 他继续选择了观望 第三阶段 也就是眼下 由于核心利益 即将受到不可逆的损害 江森终于想起了去找娘家人帮忙 而东欧市方面 张凯作为那位下属 看到了博弈取胜的希望 直接选择站在了江森这边 把几十年积攒的身家都缩了进去 再加上谁都没想到的 大盘之外 某个发春的富婆 忽然为爱发力 线上的斗争 直接就烧到了线下 原本只存在于暗地里的斗争 一步接着一步 失控地被推到了舞台的正中央 务虚的道路理论问题被弱化 而实实在在的高考问题被强调突出 所有的灯光 在猝不及防中聚焦过来 看热闹的人 现在着急想看热闹 看门道的人 不仅能看门道 也能顺便看看热闹 而在所有的这些灯光和目光之下 那位从一开始打电话 让江森顾全大局 随后又连续两次叫江森 不要给社会添乱的人 毫无疑问 是要对眼下的局面 负极大责任的 如果不是他急于做出选择 如果不是他或有意 或无意地无视掉了网络上的舆情 如果不是他逼得江森 主动去找东欧市的娘家人 借礼 这次的事情 根本不会闹到现在这般田地 但现在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客观上 一切效率不可撤回 主观上 江森也可能坐以待毙 引火烧身那 江森站在阳台上 看着楼下 微微摇头 他同样也做梦都想不到 这件事 居然能牵连到这么广的地步 而张凯 胆子也是真的大 眼光是真的毒 这把梭哈 梭的 就是这位给他打电话的领导的将来吧 阿凯 我江森愿称你为东欧市梭哈王 200个蓬蓬夹起来也梭不过你 江森在阳台上站了骑马 有半个小时 才转身走回电脑桌后 继续码字 随后两天多的时间里 网络上的骂站继续 骂江森的人 虽然依旧占绝大多数 不过话题却无可阻挡地 从讨论江森的作文水平如何 排山倒海地 转向了对江森高考作弊的议论 毕竟区区一篇作文 有什么好记波来回说的呢 但高考的分数真相 就真的至少能聊上十天半个月了 尤其不要忘了 江森可不是普通的考生 他还有着知名作家的光环 他还有这两年 在全国起码卖出八千万评的曲斗林代言人的身份 他还是被原涵多次碰瓷的网络红人 所有的一切已经足以让江森的流量 跟娱乐圈的三线明星相提并论 特么的 江校长 本就是名人哪 而东欧市方面也没闲着 东欧日报这个集团下面的六份刊物 外加上东欧电视台 东欧市地方广播台 所有能动用的宣传平台 全都翻滚起来 非常理性 客观和中立地讨论起了江森的这件事情 大有不搞的全世界人尽皆知 不让省里马上给个说法 就绝不罢休的尽头 张凯连接省里两个电话 嘴上坚决服从 底下拒不配合 态度比钢铁还钢 完全是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看得莫怀仁这些市里的大佬们 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拼了呀 真的是拼了 骂疯了 郑月道 现在全社会都盼着你原地爆炸 都说你是垃圾 这个事情闹得也太大了 你说 万一有些人继续装听不见怎么办 淡定 7月23号早上 江森吃完早饭 很从容跟郑月扯着蛋 上面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肯定早就已经出来了 现在社会舆论压力这么大 看起来好像是在骂我 其实 有些人比我更难受 更坐不住 肯定也快憋不住了 对了 那些材料 你都准备好了吧 一共多少人 513个 郑月道 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可能还能化掉一两个 不用划了 江森道 一起告了吧 他抬手看看表 过了中午12点 马上截止 再发个截止声明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 来告诉那些不懂事的孩子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人 千万不能随便招惹 哪种人 有钱的名人 嗯 你说的对 当天早上 这通电话结束 郑月便带上整一车的材料 外加三个律所实习生 还有他的助理 浩浩荡荡 奔向欧顺县 欧顺镇 但在他们到达欧顺镇之前 江森的话就说中了 曲江省有关方面 现一部发布了上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早上十点左右 曲江省宣传口的官网 不上不下的位置里 跳出来一条声明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张凯这边 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 随即半个小时内 就在网络上蔓延开去 近日来 就曲江高考舞弊传闻一事 调查组已予以全面核实 调查结果如下 2007年度 曲江省高考在试卷出题 试卷印刷 试卷运输 考试过程 试卷批改 分数统计 考分登记 名次统计 考分和名次公布等环节 均未在程序上发现舞弊行为 曲江省考试院 在2007年度的高考相关工作中责任到位 对调查组的核实调查工作充分配合 2007年 曲江省高考舞弊传闻不实 特此公告 以正式听 令 就全社会密切关注的个别考生的高考分数 将由曲江省考试院再做进一步说明 国家 国家 2007年7月20日 声明后头两个国自投单位落款 直接引爆全网 没有作变 妈 二哥没有作变 二哥没有作变 中午时分 清明乡亲贵小区的某小楼里 孔廷一脸狂喜 从房间里飞奔而出 田老师文言顿时满脸喜色 怎么了 声明发出来了 孔廷一把抱住田老师 大喊大叫 调查组结果出来了 二哥清白了 本来就是清白的嘛 孔军光着膀子 刚睡醒的样子 掀开帘子 从屋内走进厨房 很是淡定地走到冰箱前 从里面拿了瓶饮料出来 也不想想 全省第一 他抄谁的去 别说了 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田老师一脸心有余悸 江森作弊 欧顺县这边 影响最大的 就是孔双哲 毕竟就在前几天 孔双哲刚刚被当作 仙境个人被表扬过 夸的 就是他工作到位 慧眼石珠 把江森从山里带了出来 结果 孔双哲刚当上线教育局的 副局长没几天 江森这边的口碑 就在网络上爆雷了 这几天孔双哲在县里上班 着急得要死 又憋着不给江森打电话问 田老师去欧顺镇看了他一次 生怕老孔再急出病来 要是再救病复发 家里可真没前置了 别忘了 他们还欠着江森一百万呢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田老师不住地拍着胸口 赶紧去给孔双哲报喜 孔君则晃晃悠悠 跟着进了他爸妈的卧室 随手打开了老孔 买来马子的笔记本电脑 老孔太监了 老孔升官了 又赶上他放假 这台电脑 可不就归他了 等到下学期开学 他还能把电脑 带回学校里去 真是想想 都忍不住要笑出来 嘿嘿嘿 孔君傻笑着开机 孔婷走过来 看着他一眼傻样 就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他明年高考 考完也需要一台笔记本 这台破机器就归孔君了 他那台 嗯 找二哥要 考去护旦 让二哥奖励我 孔婷成绩不高 想法不少 然后转身就跑回房间里 随即没一会儿 就听到田老师 和孔霜哲哈哈哈哈地聊起来 孔君背对着他老妈 把那个声名找出来 念了一通后 又奇怪地嘀嘀咕咕 对个别学生的成绩 考试院进一步说明 也没说个时间啊 说了等于没说吗 一边说着 又打开了二二军吧 贴吧里倒是一片欢呼雀跃 奔走相告 恭喜二哥洗刷冤屈 感谢国家 还我们二哥清白 我家二二受委屈了 呜呜 来 妈妈抱抱 阿姨你走开 二二已经大了 不合适了 来 姐姐抱抱 事情显然是好事情 东欧市教育局 陈建平和陈爱华 从宣传部收到传针后 气气松了口气 虽然没明着提江森 但至少这个态度 是摆在这里了 接下来就看 有关部门的后续动作 但更重要的是 有这个声明在 那就说明 东欧市的这次动作 绝对是没有错误的 市教育局和公安局 绝对是做了 自己该做的事情 要知道 这回站出来吭声的 也就他们三个部门 看似都是为了江森好 可是 谁还没点自己的打算呢 现在只是希望 考试院别 突然又没了声音才好 江森呢 陈建平奇怪道 他这几天在干嘛 小城都没跟他联系吗 陈爱华道 好像说在写小说 写小说 陈建平颇为惊讶 他还有这闲心 不然 他还能怎么样 陈爱华道 律师函都发了两次了 这么大的事 他能有什么办法 也是 陈建平微微点点头 同一时间 一辆奥迪A6 驶入欧顺镇 一路向前 静止开到了欧顺县公安分局前 郑月从车上走下来 一身西装笔挺 皮鞋正亮 换下他的金丝眼镜 戴上了墨镜 四个同样打扮的 跟律正先锋式的实习生和助理 接连下车 从车子的后备箱里 搬出装满材料的纸盒 跟在郑月身后 五个跨上欧顺县公安分局门前的台阶 萨萨而上 站在公安分局门口抽烟的三个民警 见到这阵仗 全都不由地 微微站直了身子 拦住了郑月几个人 干嘛呢 警察同志 我代表我的当事人 欧顺县政协委员江森 过来报案 报什么案 网上有人对我的当事人 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恶意人身攻击 名誉侵害 造谣重伤和污蔑诽谤 材料和证据都搜集好了 共计 513人 三个民警面面相去 目光惊诧 全特么不淡定了 513个人 疯了吧 第358章 宣布一个消息 7月23日下午3点 一封来自东欧市制约律所的公开函 宛如一枚投入中文互联网世界的核弹 两小时内 直接登上了杜娘本月搜索榜的榜首位置 江森一次性状告513名网民 而且不是向法院起诉 而是直接报了案 并且更更重要的是 欧顺县公安分局已经受理 并鉴于案件规模过大 还把部分业务转交给了欧城区公安分局 以及东欧市公安局 随后等到下午5点左右 一封来自东欧市公安局的正式警情通报 就出现在了网络上 大意是我们知道 有部分群众只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被居心叵测的坏人带了节奏 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次的事情也不能全怪大家 现在名单已经列出来了 总共513人 如果这里头有人错了 那么接下来24小时之内 大家还是可以涌跃出来道歉 要求每人在各自发布 傻逼言论的平台道歉帖下面公开道歉 同时在道歉完毕后 拨打以下东欧市公安局 欧城区公安分局 欧顺县公安分局的电话 这样我们这边才能把大家从这份名单里删掉 如果超过24小时仍不道歉的 则视为顽抗到底 我们这边就将正式立案 另外 友情提醒各位 诽谤罪属于刑事犯罪 抓住是要判刑的 我们还是本着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态度 希望各位犯了罪的网友 尽快悬崖勒马 回头施案 不要在犯罪的边缘继续深入下去 这份通报一出来 曲江省省城某大楼里 有人差点就摔了办公室里的烟灰缸 叫你们不要给社会添乱 不要给社会添乱 现在 居然都搞到这份上了 小兔崽子王八蛋 你想谋反吗 七情事 你不要怕 有什么冤情 我们水师提督常大人 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五点多 江森吃过饭 暂时不想马字 也不想看书 闲来 实在没事可干 就打开电视 正好里头又在播 白面包青天 顿时看得津津有味 停不下来 一边看 脑子里还在想省城那边的反应 话说现在省城那边 个别人一定感觉很被动吧 是不是有种被人卡脖子的感觉 唉 谁能想到呢 他区区一个山里娃 居然能撬动这么大的力量 这回能走到这一步 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呀 看早上的那份调查结果 下面的落款时间 上级调查组的调查报告 明明7月20日就出来了 省城那边 却硬是拖到今天7月23日 才公布 而且是在社会舆论那么沸腾的压力下 结果那份调查报告 又把还他清白的事情 交给了考试院来办 也没有限定时间 甚至没有提到江森这两个字 所以 岸省城那边的尿性 如果不给他们来这么一下 江森 恐怕自己这辈子都看不到那个进一步说明了 那还清白的淡 而且光这一下 江森甚至都觉得完全不够 因为别看社会上 这几天还在热议这个话题 但以江森对人性的了解 他心里很明白 最多大家在议论上三五天 如果答案还没出来 社会舆论肯定就会不耐烦地走向极端 到时候 他江森到底是不是清白的 人们可能就无所谓了 因为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每个人心里 肯定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再在新闻上看到江森这两个字 估计都要闲艳 会觉得江森没完没了 再然后 这时 如果再报个明星绯闻 谁都睡了谁 谁又被谁睡了 他高考这件事 就会被直接忽略过去 一旦那样的话 接下来十年之内 江森估计都要背负高考作弊四个字 对他的整个人生来说 都显然影响巨大 所以这件事进展到现在这一步 只能速战速决 别说三天五天 就是半天时间 他都拖延不得 只要省城那边不给出明确回复 他就得立马家 住家住再家住 而且不但是他 张凯 也同样面临主书的鸭子 可能飞走的可能 因此 现在的他 已经和东欧式的宣传口 深度绑定 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 必须把所有的子弹 全都毫无保留地打出去 这件事必须闹大 越大越好 小月月 有多少人道歉了 晚上六点多 天色擦黑 江森看完电影 把电视一关 就给郑月打去了电话 四十二个 郑月躺在欧顺镇招待所的床上 又写懒洋洋地说道 有些人可能是随便写了两句 就把号忘了 有些估计是专业水军 根本不怕你抓的 江森稍微沉默片刻 好 这特么还好 郑月不由地坐起来 这时边上卫生间里 走出一个她的女师席声 已婚好男人郑月同志 朝披着郁金的小姑娘 做了个放轻声音的动作 一边听手机另一头的江森说道 不肯投案的人越多 声势就越大 对我有力 有力 有什么力 郑月没反应过来 江森却已经挂了电话 勤奋小区的二十二号楼 十九层A01客厅里 江森闭上眼睛 长长地做了个深呼吸 然后紧紧一握拳 就走回了书房 继续打开电脑码新书 今天的事情 已经办得够多的了 明天早上十点之前 如果考试院还没生意 他就扔出下一张牌 没事的 他手里至少还有好张 搞事情的牌可以打 建设美好社会 真的很难很难 但是搞破坏 真的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了 江森稳住心神 说写就写 而夜空下的世界 却也不像他想象中的 那么黑暗 警察叔叔 我要自首 呜呜 欧城区某小区楼里 季仙锡拿起电话 刚拨通对面的号码 就开始嗷嗷 他爹站在他身后 手里拿着皮鞭 脸色已经黑得跟焦炭一样 今天幸好及时发现了 网上的那个警情通报 不然 季仙锡这回要是 在被他抓紧橘子里 别说他二十年的机关功龄 资历能派上什么用场 就算是他们单位的领导 亲自说情 这件事也根本别想过去 要知道 这可是刑事犯罪啊 谁能有那么大的面子 能把人毫发无损地保出来 而要是季仙锡的档案上 留下这么一笔 天晓得东欧大学 还会不会要他 毕竟现在都还没开学 退一步讲 就算学校这一关好过 但将来呢 毕业后呢 甭管什么正规单位 季仙锡都别想考 那他毕业出来后 还能做什么 做生意 家里没这个本钱 给私营企业的老板打工 我季某人把儿子养这么大 就是为了送去给私营企业的老板 当打工仔 老子肚子里 当然一万个不乐意 哭你妈哭 他恨得牙痒痒地 踹了季仙锡一脚 季仙锡那头街景的 却是个很温柔的警察姐姐 听到动静 连忙喊道 诶 这位家长 不要冲动 慢慢说 怎么了呀 无 季仙锡下的立马就哼哼开了 我犯罪了 我在网上犯罪了 哦 是那个 江森的事吗 嗯 没事 没事 你道歉了就行 你的昵称 是什么呀 操 操 啊 什么操 操死黄敏捷 啊 爸 别打了 别打了 电话一头传出 皮鞭乎乎的声音 街景的小姐姐 无语地捂住了脑袋 晕死 网上都是些什么人啊 过了老半天 被抽得遍体鳞伤的 季仙锡 哭得越发凄惨地说道 阿姨 我把登录账号和密码都忘了 怎么办 没事的 警察姐姐回过头神来 语气也不那么温柔了 说道 你刚才那个昵称 我这边查到了 再叫对下 操是体操的操 死是死亡的死 黄敏捷应该就是个名字 对吧 嗯 季仙锡发出了奸细的哼哼声 那这里还有好几个差不多的昵称 操死陈佩佩 陈超颖 郑一田 也都是你的号码 电话那头说得难以启齿 只能省略去很多动词 只说名字 已经打开电话免提的季仙锡 恐惧地转头 看看他爸 咬着牙 嗯 好吧 没别的了吧 要不要再想想 好像 好像还有个难相如 那头搜索了一下 我这里没有 应该没被圈进这个名单里吧 麻辣隔壁的 老季一巴掌 呼到季仙锡后脑勺上 忍不住道 警察同志 对不起 是我没管教好孩子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检讨 那这个事 怎么弄啊 我这边是已经给你标记好了 孩子要是实在想不起账号和密码的话 你们就给平台客服打电话吧 你们先通过平台 把账号和密码要回来 完成登录后 再购买一个VIP权限 就能拿回账号使用权 然后再去指定的帖子下面道歉 我们这边看到后 就会把你从名单里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12小时之内 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 不要着急 现在时间还够 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老季差点喜极而泣 然后挂断电话 转头再一看季仙锡 见他泪流满面没出息的样子 顿时又是气不打一出来 一巴掌带着风声 狠狠就呼了过去 季仙吸冷不丁 被扇的脑袋一转 耳边只听咔的一声 好像扭到了脖子 这一夜 秦岭淮河以南 主要是包邮区之内 上百个熊孩子 争先恐后抢着头案 每头案一个 东欧市这边 就要给郑月发一条短信 郑月还不回不行 于是晚上很想办的事情 也没能办成 甚至干脆又穿上衣服 把其他几个员工都叫了进来 一本正经的 异地深夜夹起了班 本以为老板是在房间里 办什么坏事的几个员工 这才知道 郑律师是如此正派的男人 纷纷向郑律师 投去敬仰的目光 就连特地从市区 家里跑来抓包的 原配郑夫人 也在半夜一点多跑来时 被眼前的加班场景 所震撼到 差点跪下来 哭着给郑律师道歉 说自己不该有这种疑心 郑月就抱着虽然漂亮 但已经不再年轻的夫人 好一阵哄 气氛一度和谐至极 郑月却特么差点被吓死 幸好 正义的人民警察挽救了他 一整个晚上 江森签人名单上的人数 从前一天的513人 飞速下降到只剩下318人 直到差不多快清晨天亮 才终于没有人再继续投案 江森罢里的帖子 也从30多万贴 被删的只剩下26万多 关注人数 也减少了足足七八千人 不管再不在那个名单内 一整个晚上下来 该被吓死的 早就被吓得差不多了 不知好歹的 再怎么继续吓唬也没用 次日早上 江森醒来后 打开手机 看到了正月夜的成果 以及别打扰 他睡觉的叫唤 他嘴角微微一扬 还算满意地点了下头 其实 留下的人太多也不好 毕竟他向来说话算话 同时跟几百人打官司 而且是这种异地官司 把人传唤过来 就不容易 就算每年能完成 30到50起 这些官司全部打完 也得七八年 十来年的时间 太TM分散他的注意力了 而且说到底 都是歇不直当的 丑鱼烂虾 只要他的人设能稳住 这些官司打赢了 也没意义 并且最最关键的是 还得先支付正月一大笔钱 另外 如果被告人是穷逼 可能这笔他垫付的诉讼费 都永远别想再拿回来 唉 江森只能叹口气 罢了 年轻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谁让你们撞上了呢 这就是命啊 出门吃了饭 回到家里八点多 江森继续码了一张 写到九点四十多 就拿了个苹果 一边啃 一边看网上的动态 江森罢里 依然皮皮虾无数 在那死命蹦打 道个逼得歉 老子就不道歉 那份生命 你们难道看不懂吗 连江森的名字都没提 现在 只是把有关单位的工作态度 给肯定了 把他们的责任摘出去了 但是没提江森 就说明 里头还是有问题 要是江森没问题 他气急败坏什么 还报啊 搞笑了 作弊还不让人说了 楼上你省省吧 离中午十二点 还剩三个钟头 谁道歉 谁是狗好吧 草泥马的臭傻逼 我是你爹 然后 接下来就是各种不堪入目的乱骂 江森看得没什么意思 又去抹铺 抹牙上看了看 到处都是高人在分析 说他为什么要报案 法理依据何在 底层逻辑如何 还有给他看面相的 说他眼里有荧光 必然管不住裤裆 现在看起来 有多正气凛然 将来死的就有多惨 反正好话不多 即便有 铁子也早就沉下去了 大事 大事啊 江森只有长叹 然后三两口吃完手里的苹果 拿起电话 就给张凯打了过去 六个小时后 下午三点 江森打出了他手上留存的 第一张催命牌 东欧市宣传部大楼顶楼 召开了江森平生的 第一场记者招待会 几乎所有在东欧市 驻留的各媒体记者 不管大报小报 不管公营私营 也不管是纸媒议 或是其他媒体 差不多全部到齐 面对眼前数以百计的记者 江森在台底下一阵阵挖 好帅的惊呼声中 先让这些记者拍照拍了个够 然后又由东欧市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通报案情后 才开始自述澄清 各位媒体的朋友 本来我是相信很多事情 轻者自轻 可以不用站出来说话的 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的观察 我觉得 要是再不开口 可能以后我再说什么 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力度 就不会像现在这个大了 我也很难再讨回公道 讨回清白 首先 我要说的是 我高考当然没有作弊 也不可能作弊 网络上 还有其他渠道 任何人把这个罪名扣到我头上 都是完全不负责的 也是非常荒谬的 他们既没有真凭实据 也对我本人没有任何了解 但凡他们知道 高考考场的纪律 有多严格 我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严格 我这三年来的 学习成绩有多稳定 他们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现在 这些人就因为看到一些所谓的爆料 然后结合他们自己的异想 人云亦云 就认定了我一定做了这件事 我觉得这很可笑 尤其是昨天 在调查组已经给出调查结果的情况下 很多人非但不收敛 还变本加厉的污蔑和构陷 这确实让我觉得 有点难以容忍 所以 我要说的第二点 就是这件事情 我希望有关部门 还是尽快地给出更明确的答案 就是曲江省考试院那边 我希望他们能明明白白到 抓紧告诉全社会 我的分数是干干净净的 那些说我作弊的人 造谣就是造谣 明确一点 坚定一点 不要再拖拖拉拉的 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确认 对不对 他们要是办不了 我可以亲自过去办 邀请一些媒体朋友 哪怕从出题的那个环节开始问 问那些老师 有没有泄题 问押韵试卷的人 问监考老师 问评卷的人 我哪怕有一个环节有问题 都算我作弊 行不行 因此 今天请大家来 一个是想把这些心里话 说给大家听 另一个 也是实在迫不得已 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 为了讨回公道 伸张社会正义 台底下的照相机 啪啪啪啪乱响 江森说完后 又让记者们自由提问了 将近一个半小时 来者不拒 随便问什么 都认认真真地回答 态度之好 让在场记者 尤其是女性记者 全都深感满意 记者招待会 持续到晚上六点左右 江森又自掏腰包 请所有的到场记者 在东欧市行政中心附近的酒店 吃了顿 人均388块的自助餐 并且非常抓重点的姐姐 阿姨喊了一晚上 如是这般 又是花钱 又出卖色相 等到第二天 7月24日 全国上百家媒体的询问 就像雪花一样 飞向曲江省宣传部和考试院 甚至胆子大的 直接到二把手那边 从早上到下午 曲江省考试院的电话 就没停下来过 网上更是一片哀鸿遍野 没有及时道歉的人 一边私信骂战友 一边赶紧删帖 但是显然 为时已晚 东欧市通报发出的第三个小时 就已经有东欧市本地的 15名年轻人 被传唤带走 平均年龄只有19岁 全都是地地道道的 傻逼娃娃 东欧市行政支队 更是直接派人 前往闽江省 干江省 珠江省等地 跨地抓捕犯罪嫌疑人 如此雷霆万军的浩大声势之下 曲江省考试院 终于顶不住了 晚上8点半 考试院网站上 一则声明 被半遮半眼地发了出来 关于江森同学 高考成绩的复合过程 进度说明 应广大群众要求 我愿在经过 两天时间的紧张核实后 目前确认江森同学 在2007年 曲江省文科 高考的过程中 数学141分 英语146分的分数 真实有效 不存在任何舞弊行为 其余科目的复合工作 应涉及主观内容较多 仍在加紧调查中 特此说明 旺周知 曲江省考试院 2007年7月24日 这条消息 放在考试院网站 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里 但是就算再隐蔽 也根本不可能 瞒住24小时 安排人手加班的张凯 如果说 江森是赌上了 未来十年的名声 那张凯此时 就是已经压上了 他的整个人生了 他比江森更加紧张 不到半个小时 这条被考试院 藏得很好的消息 就传遍了全网 消息一出 二二军把一片欢腾 生命来了 没有作弊 还有两门呢 语文才最重要吧 作文是不是最该给的说法 江森翻着网页 嘴角微微扬起 开始松口了 就好办了 但是 当然还不够 他干脆关掉word 登上了博客 看着这个陌生 又古老的界面 江森微微吸了口气 坚定地打出了 他的第二张牌 几分钟后 他快速完成了 账号注册 和加V10名认证 然后在这个夜深 人静的时刻 写下了他两辈子以来 第一篇博文的标题 宣布一个消息 我想参加首都奥运会了 40分钟后 整个中文互联网世界 全网沸腾 第三百五十九章 我要告他的 来了 二哥的处女博文 激动个啥 又不是孩子第一次那啥 写啥了呀 三更半夜 贴吧里 一群伸手党 也懒得上读娘上敲两个字 只会在吧里 嗷嗷叫 由于安安 主最近又失踪了好些日子 所以只能由小八主出来代劳 大晚上的 没假可放的王清风 在江森的博客下 刷了半天流言后 终于把原文也转了过来 然后打个喝欠 赶紧躺下去睡觉去 免得明天上班 又要被潘达海 那个老男人骂 话说 那个老男人 也真不是东西 都吃干抹净了 也不知道 要对他体贴一点 他妈要是知道他 找了那么一个老男人 指不定还会怎么发飙 怎么说 他家也是书香门底 哎 要是能嫁给江森 就好了 王清风心里满是遗憾地想着 话说 那时候江森那么丑 那么穷 那么可怜 他作为第一个发现 江森绝世容颜的人 要是当时坚决一点 强迫 下药 灌醉 说不定这两年下来 孩子都有了 哪还轮得到潘达海 那个臭男人 这事儿 现在想起来真是好气啊 也不知道 自己是中了什么邪 怎么就着了他的道 如是这般碎碎念着 清风不识字 很快沉沉入眠 而贴吧里 却掀起了又一股狂欢 江森的博文 被数不清的人小姑娘 复制粘贴下来 转发到一个又一个隔壁群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人江森 1988年11月3日出生 身份证号 草草草草草草草 男 身份上和户口部上 显示草草足 2007年6月 毕业于东欧市第18中学 曾用笔名2022军 著有 《我的老婆是女神》 及《我的老婆是女王》 两部作品 现任曲江省作协成员 东欧市作协理事 欧城区作协名誉副主席 欧顺县第14届政协委员 曾荣获2006年全球最畅销作家 2006年全国十佳三好生 2007年曲江省特等优秀中学生等荣誉 以及另外一大堆 虽然微不足道 但一般人这辈子都拿不到的小成绩 而现在居然有人污蔑本人高考作弊 因此 我很诚挚地再次问一句 你他妈是吃屎吃顶了吗 喷子就是喷子 森哥开火的时候 是根本不在乎社会形象问题的 但也恰是如此 不论是贴吧里还是博客那边 几乎所有人再读到第二段 末尾的时候 就全都被抓住了眼球 网络上根本不需要讲道理 情绪 市场只要情绪 从2022年重生回来的江森 在网络舆论战上的功力 谦虚地讲 现在全世界所有人全他们捆在一起 再指数无穷次都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森哥的战斗力就无穷大加无穷小 就是永远领先这个时代一丢丢 而不谦虚地讲 妈的什么时代不时代的 就算是把他扔回2022年 他也照样是全网最能喷的那个仔 根本没有之一 妈拉个尖的轮无底线 无节操 无脑喷这门技术 你家森哥怕过谁 凭生杀人不见血 斩压只用屌和逼 你家森哥 是在生菜菜市场 长在棋牌市 医院里面见过血 文化圈里撕过逼 当过机关文秘 干过正经编剧 靠写网文发家致富的纯文字工作者啊 只要隔着屏幕 只要手里有键盘 当喷子这件事 请大家自觉跪下来叫祖宗 人 不能学狗 尤其不能学狗吃屎 但如果非要吃 也请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吃 更不要在吃完之后 还出来炫耀 到处跟人说 你们吃屎了 一来暴露你们的智力 二来也恶心别人 所以 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 你们吃完屎 还要出来叫唤的德性 我今天是不想出来批评你们的 毕竟你们热爱吃屎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你吃完还要往我脸上训 那我就要说话了 最近这两年 我看到网络上吃屎的人 是越来越多 而且蔚然成风 我很痛心 最开始的一些日子 是有人污蔑我小说抄袭 但是后来 吃屎者 找不到抄袭的原文出处 又只能改口 说我代笔 老子愣是被人代笔了两年 结果代笔的人到现在还没现身 怕是在接下来 吃屎者就可以拿这个情况当证据 去公安机关告杀人灭口 当然 如果你们这些吃屎成瘾的货色 要是真有着胆子 我也愿意喊你一声好汉 既敢吃屎 还能在吃到脑子进屎后 去主持正义 我当然是佩服的 然而 你们这群只会吃屎 不学做人的狗东西 躺真有这颗狗胆吗 我赌你们没有 再过一万年 你们也长不出这颗狗胆来 所以 网上再怎么污蔑我小说代笔 我也是不屑于出来解释的 我解释 你妈的逼呢 你们又特么不花半毛钱 买老子的书 老子干嘛给你们当客服 老子每天有这功夫搭理你们 自己在家里写点东西 都能抵得上你们几个月的工资了 我特么疯了 才要在你们身上花时间 再说了 就算我解释了 就凭你们这群 学狗吃屎的狗东西的智商 你们能听明白吗 依我看 你们当然听不明白 听明白了 也能装作不明白 那我解释了有什么用 给出一个证据 狗东西转头 就要老子提供证据的证据 你们国外野爹的那一套 我是清楚的 所以 老子对你们的行为 就说四个字 傻逼造谣 同意的现在 给我跪下来磕头道歉 不同意的 请继续吃屎 你们吃到寿终正寝 我都无所谓 一而代比如此 另外几件事情 我在这里也一并澄清了 近年来 除了被污蔑高考作弊和小说代笔之外 我遭受的其他污蔑 还包括学习成绩造假 体育比赛科药 以及最近刚刚开始流传的整容 对上述谣言 我只能说 老子虽然全都没干过 但确实一件都自证不了 而且也一件都不会再去自证 我的学习成绩是否有问题 教我的老师心里清楚 每次考试卷子上的分数清楚 我们校长清楚 高考的整套程序清楚 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清楚 唯有吃屎的人 脑子里不清楚 我的体育成绩是否有问题 我的比赛对手们清楚 现场观众清楚 裁判员清楚 记录我比赛成绩的设备清楚 东欧式体育体统反兴奋纪有关部门清楚 我自己心里清楚 唯有吃屎的人 脑子里面不清楚 但是不妨碍 他们继续一边吃 一边加身这种不清楚 我是否整容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更不用说 这三年来我每天忙着生存 忙着生活 忙着学习 忙着用一切 我能利用的时间 让人生变得更美好一些 中间仅有两次的生病 一次去医院打了两次点滴 一次在医院里 住院了大概三天 住院的三天里 还运气不好地遇上五个再逃通缉犯 幸好五个王八蛋 学艺不经 全都被人干掉 曲江省省厅还给我发了个建议勇为的奖状 东欧市电视台还播放过 当时本大爷勇斗歹徒的录像片段 所以吃屎的人大概会觉得 就这么几天时间 拿来整容应该是够了 手术一天 恢复一天 拆线一天 中间还能干点别的 第四天 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当时没有任何人感觉奇怪 直到最近几天才突然发现 江森怎么整容了 各位 你们这是吃屎 吃出精神症状 神经反射时间竟能长达两年了 够可以的呀 这是拿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 用实际行动吃屎 为人类医学事业做贡献了呗 草 粗俗 真理麻痹的粗俗 大半夜的 郑月和他夫人玩事后 看着笔记本电脑不住感慨道 不过老子喜欢 不光是郑月 全国各个角落 数不清的人 无不被江森这套王八拳给打懵了 这特么是堂堂一省文科状元 能说出来的话 市井颇富都没办法 在短短一千字之内 连续不断地说吃屎 文化人的脸都不要了 护旦那边的个别人 看得目瞪口呆 差点都想把到现在 都还没寄出去的录取通知书 给撕了 但幸好 江森还没写完 这篇博文 还有下半部分 好了 对吃屎 吃的精神不正常的狗东西 该说的话 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想对所有关心我的人 心平气和地说点文明和谐的话 毕竟我怎么说 也是中国商业写作 和曲江省 最近三十年来 最优秀的学生代表 几乎没有之一 所以 事到如今 多少还是需要维护一下自身形象 我跟诸位的缘分 应该是起始于网络 发展于网络 到现如今 也是通过网络 这个平台和工具在交流 我很感谢时代和国家 能给予我这样的机会 隔着屏幕 面对面地对大家交流 这样的机会 应该来说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在古代 像这样的我说一句话 就能有成千上百万人看到的事情 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就是龙蜜上的皇帝 但现在大清亡了 科技进步了 物质富足了 文明昌荣了 我们也共同拥有了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生活 首先 我们应该感恩和珍惜 其次 我们要小心和谨慎 因为网络 不但赋予了我们如同古代帝王 那样的搅动天下舆论的能力 它也同时具有仿佛来自未来的一种特性 网络 是有记忆的 我们今天在网上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都会被转发成千上百次 被放进数不清的服务器硬盘里 不要以为说完删了 就能没事 但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只要有人愿意花时间 花精力 花钱 我们今天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依然会被人挖出来 今天说过什么蠢话 明天就会变成笑柄 甚至在某些时候 变成要命的东西 无数的王八蛋 会从你的网络痕迹中寻找 能打倒你的证据 不管你是对是错 但你的敌人 要的不是真相 他们只要结果 所以他们找证据的时候 只会找对自己有利的 因此一直以来 我对使用网络工具这件事 从来都很小心 除了星星星中文网之外 我没有在任何平台上 注册过任何账号 今天这个博客账号 是我注册的第一个社交账号 我注册它的主要目的 不是想对那些污蔑我的人说什么 因为这些人要么是收钱办事的 要么是智力发育不完整的 要么是人格不健全的 我没有任何必要 向他们交代任何东西 但是对各位关心和爱护我的人 我想我还是应该给出一些解释 一条一条来吧 首先还是从代笔说起 代笔这件事 我当然没做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小说里的每个字 都是我自己写的 证人包括青山村的网吧老板 我的好朋友萌萌 以及他的伙计 他的客人 以及当时一些慕名而来 就站在我背后 看着我 现场马字的读者 另外还有那时候 直接跑到网吧 要跟我签长约的 星星星中文网的两位老板 辉哥和陆总 以及我的编辑未面之子 此外 18中的不少同学 老师和我们校长 也都知道我每天中午和周末 借用学校机房写作的事情 但之所以有这么多证人 可能超过1000个了 我依然认为 自证清白是徒劳的 是因为 如果有人真的想弄死你 他完全可以否认 你提供的所有这些证人 他们会说 这是利益相关人群 是被收买的 是被封口的 他们会说 这是你花钱请来的 这些人说的话 他们一概不信 甚至 在我打出这些文字 待会上传之后 他们可能直接就会说 看 不打自招了吧 整个东欧市的人 曲江省的人 全中国的人 都跟你利益相关 不能信 所以这些人 不是要证明 我是否代彼 他们仅仅只是想弄死我 那我又何必自证了 如果我真的愚蠢到 跟他们纠缠 邀请一堆人 坐到我身边 题目由他们定 内容由他们说了算 然后就让他们 坐在我身后 看着我写 要是我写慢了 一天只写八九千字 他们会说 果然如此 果然代彼 如果我效率不变 他们又会说 哎呀 质量不行 水平太差 我不喜欢 哪怕后台数据 一切正常 他们又会说 这是造假 数据网站可以控制 想要污蔑一个人 是很容易的 只要不停地污蔑就行了 而如果我真的花心思 去应付这些人 用十年 用二十年 最终 哪怕真能向世界证明 我确实是清白的 但我最终能得到什么呢 相信我 我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最多最多 就是一个哦 听说了吗 什么 江森没带笔 哦 就是这样一个哦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失去的时间 我损失的精力 我错过的机会 我生活中 其他一切美好的东西 又由谁来补偿我 没有 那群人 哦完一生 就走了 所以干嘛呢 何必呢 难道我是否代笔 这种问题 智力正常的人 还能想不明白吗 2005年7月 我当时身上揣着 在学校勤工俭学 贫困补助 还有一部分学校考试奖励的钱 加起来应该是780块 孤注一掷地把命运 压在了写网文这件事上面 当时我举目无亲 一文不明 鸡凭交加 我甚至一度想过去 我们乡政府大楼旁边的长椅过夜 想过使用乡政府的卫生间 来当日常洗漱的地方 要不是蒙蒙接济 我或许都熬不过那两个月 请问我拿什么代笔 找什么人代笔 当时我为了生存 拼命地写 豁出去的写 每天工作时间 差不多16个小时 心心心中文网 之所以跑来 找我签长院 难道是为了 给我介绍一个代笔人 然后特地付双倍的钱 给我扶贫来了吗 他们疯了 还有人质疑 问我 怎么能写得出那些东西 我倒是想反问两句 人家吴承恩几百年前写西游记 他也没上过西天 我能考全省第一 你怎么不考呢 还有人十几岁就死了 你怎么不死呢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如果都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轮得到你来质疑我 你应该在家里一年 挣一千万才对啊 所以各位 这种事情 自证是做不到的 只要还有人想搞死我 质疑就会永远存在 所以同理 为什么我能在保证 学习成绩和训练的情况下 87天时间里写完 我的老婆是女王 也是一样的 我就是能做到 你做不到 那是你本事不行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当时我的学习成绩 也确实有了些波动 事实上 这是我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用你的能力和标准 来衡量我 你配吗 要不把高考成绩 拿出来让我看看 亮一下你的智商 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忽然就又想到 他们撒泼打滚的另一套方法 他们会说 我质疑 你为什么要亮出自己的智商 将骗子又特么耍赖了 那我这里 也貌似自问自答地先回答一下 因为我不接受傻逼的质疑 仅此而已 我甚至都不需要你向我证明 你不是傻逼 因为标签一旦贴上 就撕不下来了 众所周知 我对傻逼的态度 向来都是零容忍 代表的解释 也到此打住 今后再不会再有任何解释 下一条 我们来说考试的事情 高考以及我学习成绩的事情 我想考试院 一定会很快给出答案 今天我看到 我的数学成绩 和英语成绩的复合结果 已经出来了 数学141分 英语146分 这应该能证明我足够清白了吧 可能部分人 还是心存疑虑 但是各位朋友当中 只要是参加过高考的 至少应该能明白 我的水平 绝不是浪得虚名 对不对 剩下来的语文和文宗 语文能拉开多少差距 文宗试卷 更是今年被讨论过无数次 然后忽然间热度又降下来 突然就没人说了 我当然不是在暗示什么 我只是想说 不管这两门 考试本身存在什么问题 我个人反正是正常发挥了 虽然确实感觉发挥的不是很好 但终归是侥幸拿下文科状元 我承认这里头 可能确实是存在运气的因素 但是各位 试问历年曲江省高考 哪个文科状元 又没有运气成分在里头 文宗和语文平均的主观性 不是考生的临场发挥和水平能力 就能解决的 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还能说什么 等吧 等到考试复合结果出来 我会让一切向我泼脏水 向东欧市教育系统 和曲江省考试工作系统 泼脏水的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 他们不敢向公安机关报警 检举我高考作弊 但我是绝对敢向公安机关报警 举报他们的诽谤的 谁心里更有底切 大家应该能看明白吧 而且不但如此 根据我的经验 这里头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参与 所以明天一早 我会继续向东欧市 国家安全有关方面的单位 进一步举报 出现在我举报名单当中 至今仍未道歉的三百余人 您错杀 不放过 舆论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请不要质疑 我正当良好市民的决心 我两年时间拿了东欧市 和曲江省六个社会贡献奖 国家把这些小红花发给我 我不是带着玩的 然后还有什么 整容 我从高二到现在 长高了足足三十公分 需要把腿锯开来 向个别人证明 这里头没有放钢管吗 我脸上的痘痘退下去了 全校的人一天天看着的 是两年多的时间 慢慢下去的 不是一夜之间没掉的 这怎么证明啊 有人说我整容的 怎么又不提两年之前 就拿来笑话我的那个广告 怎么当时不说 我没痘的那张照片 和另外一张照片不一样 只光顾着喊蛤蟆精 现在感觉 蛤蟆精喊不动了 又倒想起来说整容了 那我到底是高二那年整的 还是现在整的呢 哪家医院动的刀呢 我怎么当时整完之后 还继续长了一年多时间的痘呢 当时整容的时候 干嘛不换张皮呢 所以这个世界上 能质疑我整容的 只有一种人 愚蠢的丑逼 只有愚蠢的丑逼 才会在眼红的前提下 否认一切客观条件 他们其实也不是 想要证明我整容 他们不过是 看不惯我现在的样子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这种毫无意义的绝世容颜 难道是我想要的吗 我从来都只想着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靠才华和成绩回报所有支持我 关心我 爱护我的人 回报家乡 回报祖国 但是现在 既然已经这么帅了 我还能要求退货 怎么的 算了 忍一忍 接受了吧 说到底 爱我的人 懂我的人 念着我的人 不用我说 大家一定都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而那些想弄死我的人 必然不管我真 不管我假 只要能弄死我 他们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 有些人收钱办事 有些人无脑跟风 有些人又蠢又坏 由他们去吧 至于为什么这些人非要弄死我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明白的 我再次也简单地解释一下 我是从山区出来的孩子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靠着国家的制度和党的力量 我感谢党和国家 把希望带到青山民族自治乡 第三大寨老牛头山山后小寨 让我有可以机会 和今天屏幕前千千万万的人 站在高考的这条气泡线上 公平竞争 改变命运 但正因为我的这份感激 或许叫另一些人不高兴了 他们急于地想要证明 我这个人的存在是错误的 接而证明 我说的话是错误的 接而再证明他们才是正确的 最后像美国质解毛子一样 以同样的手段质解我们 当然 我本人并没有重要到这种地步 可是现在的全中国 一个江森可能并不起眼 但我们还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人 还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这不是笑话 今天我把这句话放在这边 希望博客这个平台 能永远不要删除掉它 如果删了 就当我说 对了 所以他们看似 是在针对我 其实也不只是针对我 我不过是他们千千万万个目标中的 一个小目标 我知道等到明天 肯定又将有一堆小媒体 要嘲笑我 自视太高 自我标榜 但是不要紧 如果有媒体发出类似的论调 我们就平静地给他们贴一个 吃屎包的标签就好了 不要愤怒 不要争辩 不要解释 守好我们的岗位 默默地看着他们 等上五年 等上十年 我相信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内 我们即将到来的伟大历史 一定会让所有人看到 真正的真相和答案 到时候 我才不过三十来岁 大家一定也还年轻 但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也应该只是等待 那些混淆视听的声音 一定会长时间地 在我们耳边回响 努力地拖我们每个人的后腿 努力地让每个人 偏离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方向 但是我们要稳住 不要慌 我们更要记住 真正的战斗 永远不在线上 而在线下 真正自证清白的办法 永远不是在网络上给证据 而是在生活中给出成绩 这个帖子 应该会是我接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 写下的唯一一个博文 往后的许多造谣者 也一定会在这个博文里 截取文字 断章取义 歪曲解读 不过这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 我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努力地做出了什么 就像我自己 说我代笔 没事的 小说我会继续写 说我学习成绩造假 高考作弊 不要紧 考试院 很快就会给出答案 证明我的全省文科状元 拿得堂堂正正 清清白白 说我整容的 这个没办法 脸是天生的 有种的你们回到过去 把驱斗林的广告 全都删掉 还有说我体育成绩刻要的 我不妨在此宣布一个消息 如有可能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我会尽一切努力 参加家门口的首都奥运会 到时候 我知道 如果不出成绩 我会成为笑柄 即便有些人连学校比赛的名次 都拿不到 但这永远不会 妨碍他们嘲笑国家顶尖运动员 而如果我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恐怕国内外都会有不少人 期待我尿井不合格 可是没关系 我接受这个挑战 堂堂中华儿女 岂容蛮夷走狗 猖狂放肆 吟吟狂吠 最后的最后 关于大家最近热议的高考作文 我不想再说太多了 文章好坏 千个人的眼里 有一千个答案 网上有人想断送你 一个人开一百个小号 一百人就能营造出 全世界都在嘲讽的效果 然后就真的会有一万个傻子 脑子也不动一下 就很开心地跟着一起笑话 我的高考作文原文 虽然不知道是谁泄露出来的 但是这个责任 我不追究了 这篇文章 我附在这篇博文的末尾 今后每年高考结束后 我都要来问大家两个问题 一问各位 我这篇作文能打几分 二问各位 我们的道路正不正确 说完 大家来年再见 这篇长长的博文 就此打住 貌似什么都没澄清 但给出的信息量 却绝对不小 文宗事卷怎么了 到底什么人要搞江森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 不死是什么年代的梗 他居然要向国安报案 而且居然已经向公安报案了 江森居然还是县政协委员 他居然特目地说 要参加奥运会 还要每年高考 都回来问一次 二十年之约是几个意思 哼 故弄玄虚 说了这么多 一堆废话 吃屎怪江森 是我一坨狗屎 不愧是文科状元 这东西写的 水平还不如小学生 敌人果然永远都不会放弃反抗 尤其还是在眼下烈火烹油的阶段 江森的博文一出 该喷得照样喷 丝毫不会因为江森在文章里写了什么 就感到半分不适 反而叫得越发响亮 但是 江森的支持者 却是被教育到了 228里 立马就开始删帖 博客下面无人管理的评论区 则有不少人献血献卖地 直接喷成一片 不愧是二哥 把吃屎者的动作 预判得一清二楚 二哥的文章 堵住了太多吃屎者的路了 他们现在有好多角度喷不出来 怎么办 没关系 喷不出 可以吸 反正都是吃屎的 互相吸对方的身上的洞 吸着吸着就吸饱了 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没说太久 江森的支持者们 就被近年拉黑一片 紧接着评论区锁定 不准回复 只留下那些嘲讽江森的留言 被高高地 顶置在评论区的最上方 营造出一副江森被千夫所指的景象 敌人的力量 布置得远比想象中的早 更比想象中的多 但这些 已经无关紧要了 江森的博文一晚上 就被转发了至少十几万次 等到次日 批判的声音有之 理解的声音有之 企图含混过去的声音也有之 而江森这边 却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走进了东欧市国安局的大门 向他们提交了正月 通过传真发来的 318份 被最终锁定的网友名单 有鉴于江森 是真的有帮忙干倒过境外势力 东欧市国安局 很郑重地收下了这份厚厚的江森 花了足足50万块钱 换回来的名单 想来很快的 这318个人 就不光是要接受 东欧市方面的公安系统 传唤那么简单 他们中的个别人 还将面临更严肃的问题 7月25日早上 江森在完成手续后 正月这边 马上又发布了一个崭新的声明 千人名单正式被压缩成 318名单 而且强调 东欧市公安和国安系统 已经全面介入 不再会给名单中的人员 有任何后悔的机会 制约律所将在东欧市有关部门 依法完成取证后 马上向法院同时提起民事诉讼 希望全网网友引以为戒 同时 制约律所也代表江森 敦促曲江省考试院 尽快公布 剩下两门科目的何时说明 直接撕破脸 点了考试院的名 考试院那边当然气不过 但问题是 这件事昨天就已经有线下媒体参与 这才24小时不到 江森又是发博客 又是在博客里说了一堆 有的没的让人看了直冒冷汗的内容 外加上线下竟然找国安报案 这一系列操作 直接让记者们 差点把省里的电话都打爆 上级领导当然异常愤怒 考试卷终于再次顶不住压力 匆匆忙忙 甩出了江森的 文宗成绩复合说明 尿不禁似的表示 江森的文宗243分没有问题 不仅如此 还附上了江森的答题纸 试卷和草稿纸的全套 惹得全社会又是一阵议论 但这一回 水军就很难插上嘴了 因为学渣是真的没办法谈学习 根本带不动节奏 选择题只错两个 基本功确实没得说 还真别说 今年曲江省的这个文宗主观题 是挺刁钻啊 我教了20年的高三 乍一看这个题 还真是有点懵 地理的计算题 思路太清楚了 千锤百炼啊 江森这个思维方式 我觉得 还是更偏理科的 就是想占数学好的便宜嘛 结果 今年曲江省的数学题 别说了 我就是曲江省今年的高考 这个数学提出的 考完后 不是想哭 是直接想死好吧 今年是文科数学理科难度 理科数学超纲难度 江森确实算不错了 这三门加起来 起码也五百三十分了吧 他们今年二本线 就是五百三十分 我日 少考一门语文都能上二本 还有十五分的 加分没算呢 是少考一门语文 还超了二本线 十五分 五百四十五分 他们今年一本线 也才五百五十三分 曲江大学省内录曲线 只有五百六十多分 文科状元的实例 绝对是文科状元的实例 不管语文作文拿多少分 水平就在这里了 考试院的第三门成绩说明一出来 线下的力量 一下子涌入网络上的各个平台 喷子们虽然还是很想带节奏 可这时候 最多也就只能拿江森的作文说话 然而 在大批的英界考生 和教育一线工作者面前 这点水军的数量 就真的不够看了 舆论风向明显倒向江森这边 连蒋梦杰闲着没事 都上来说了句 说 江森作文分数不高 不配拿文科状元的人士智力有问题吗 拿不拿状元 是看总分的吧 他语文作文分数不高 还照样总分第一 这不是刚好说明他 就是有这个实例 再说就算他真的作文 只有三十六分 扣掉这九分 也就裸分比第二名少二分而已 他还有十五分的加分呢 照样还是全省文科第一 怎么算都是第一 你们是吃屎吃顶了 才能说出这种话吧 然后 这段赤裸裸的真理 很快就被大量的老师和阴界考生 还有连日来 一直被摁着欺负的江森的支持者们 疯狂转发 不少路人的脑子 也总算赚回来了 对哦 怎么算都是全省第一啊 而且还高了十几分 妈的 虽然被江森说吃屎很不爽 但是这个事情 确实没错呀 中了水军的诡计啊 我错了 我向江森道歉 错了就是错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曾经吃过屎 但现在开始 老子要当人了 7月25日下午开始 网络舆论飞速转向 等到晚间十分 至少在线下 人们在谈论起这件事情 眼中已经看不到任何怀疑 如果江森在数学 英语和文宗三门上都没有作弊 那语文还有什么好作弊的 傻逼都不会干这种事吧 剩下唯一的一点问题 无非就是作文质量 可是那又如何 就算江森作文拿零蛋 分数也足够傲视群雄了 更何况 现在江森的作文该拿多少分 还是有争议的 尤其是东欧市这边 莫怀人一群人 简直都要拍桌收满分了 这特么还上哪奖里去 不过这些人当中 最高薪的还是张凯和周乃勋 张凯继续发动着东欧市的媒体 不到最后一刻不罢休 周乃勋则是喜滋滋地 看着江森的那片博文 是体育局的孟庆标 已经跟江森联系上了 两个人明天就要去 是体校 做个像身体素质的基本测试 但是 江森既然敢跟他说 现在有稳拿全国冠军的水平 他当然 也不怕江森说谎 江森这个小子 他是了解的 这家伙 在大事上面 绝对不会放空炮 而且最关键是 之前某位国家级的教练 就在暗中观察过江森 当时对方的意思是 两年之后 再来找江森看看 上一回 江森参加全市比赛 是2005年的11月份 到现在 虽然离两年还差了些许 可是应该也差不多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那么果断 直接支持江森 还给了张凯一个压住的信号 然则 现在距离放烟花庆祝 多少还是差了点意思 7月25日晚上 东欧市方面 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重病住院的蔡淳杰老师出院 接受了东欧市方面 特地从首都 请来的记者的采访 蔡淳杰面对镜头 一脸正气 并且愤怒 辟得36分 一开始就是42分 那个陈建兴 他就是在说瞎话 他这个人自己屁股就不干净 我要告他的 第360章 打了个寒战 蔡淳杰接受首都记者采访的画面 自然不可能当天晚上就播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东欧市有关方面 继续进一步对考试院极限施压 次日7月26号 江森一大早起来 刚下楼就被家里有八套房的 看门老伯拦住 接过他地上的一份东欧日报 报纸头版上 分明写着我是民警 再接再厉 持续打击网络犯罪 昨日又跨市破获竖起网络诽谤案件 在阳城某城中村 捣毁犯罪窝点两个 抓获犯罪嫌疑韩某琛 刘某明等共计多少多少人 看得江森忍不住都想捂住嘴巴哦 霍霍霍笑 这几天厉害啊 老伯抽着江森上回送的 到现在都还没抽完的烟 眯着眼笑道 搞得这么热闹 全是那么多人 都是在替你申冤啊 所以说 还是家乡人民最可爱啊 江森不无感慨地点点头 只是当然不会跟老伯 讲那么多背地里的PY交易 不过 老伯也不是寻常老头 紧跟着就来了剧 该抓 麻辣隔壁的一群狗生的东西 再特么 再往上狗叫狗叫的 这边房价都要被叫他方了 嗯 江森再次点点头 表示同意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污蔑他江森没什么 但是因为 污蔑他江森 从而导致大量的人利益受损 这特么 就不能忍了 仔细掰着指头数一下 勤奋小区的房价 欧城雄文公司的业绩 新兴心中文网的利益 整个东欧式教育口 直达周乃勋身上的工作成绩 整个欧顺线的脸面和潜在利益 张凯这个东欧式宣传口大佬的脸面 乃至最后的 江森这边的终极支持者的意志 那一项不是被牵连者手里的核心利益 其实早在6月23日 高考成绩出来之前 这场看似只是江森单打独斗 但实则早已绑定 大量真金白银和个人虔诚的大战 就已经是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只不过在江森获得真正的局面优势之前 这些力量全都只处于蛰伏状态 引而不发 唯一介入的张凯和周乃勋两条线上的人马 实际上也是奔着先下手先吃肉的想法来的 直到这两天 随着考试院终于松口 当江森的高考成绩 一门接着一门被复合确认 无论线上线下 形势开始一面倒地反转 这些力量才全都纷纷跳出来 为江森送上更加数量规模庞大的筹码 这甚至都不能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分明就是被压垮骆驼身上的几十头骆驼 到了这一步 水军已经再也左右不了舆论风向了 哪怕对方雇佣了上千个水军 每个水军手底下能同时操作三五十个账号 那也不过区区几万人而已 而东欧市这边 光是平时闲着没事 在自己小店里上网打扑克的小老板 就不止这点人数 更不用说 还有放了假的小孩 热心追星的姑娘 全国各地关注这件事 并且愿意上来说 两句的正经网民们 阴界的考生们 专业的高中教育一线教师们 正义之诗浩浩荡荡 加起来估计少说也能有个几十万 水军在人民群众的浪潮面前 就是注定要被拍死泡沫 宜将盛勇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江森看着东欧日报上的报道 很满意地把报纸一收 还给老伯 然后转身就走出大楼 朝着附近的小面馆走去 天天早上都有牛肉面吃 小日子过得相当小康 二十多分钟后 江森填饱肚子 在老板满脸今天又接待了明星 明星又吃了两碗面的灿烂笑容中出了门 拐出进小区的小桥 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关于高考还有更宏观层面上的那些战斗 他能打的牌 已经全都打出去了 接下来就得看张凯的决心 和国内更高层次的反应 而这些事情 很明显已经全然超出 他所能碰触的范围 所以他现在还能做的 概括起来也就只剩一句话 好好过日子 无论是马字也好 还是接下来兑现自己 在博客上的承诺 所有的计划 必须全都马上付诸行动 早上八点不到 江森就到了市体育局大门口 然后老老实实在大楼外面的保安亭登了计 不一会儿走进大楼正门 迎面就遇上了好久不见的高处长 昨天就看到江森那篇 我要去奥运波那老高见江森出现 顿时一声我草 当场激动的 连早饭都不吃了 拉着江森就直奔孟清彪的办公室 随即十几分钟后 孟清彪的车就飞快驶出了体育局大门 早上八点二十五 全市最牛逼的田径教练 加上孟清彪这位市体育局的二把手 和陪同而来的高处长 以及市体校大概上百个 跑来看热闹的体校生和教练 全都汇聚到了市体校的室外体育场 江森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脱下裤子 露出了他的短袍短裤 啊 五六个体校的女孩子 很不矜持的健壮就尖叫起来 神经病啊 教练们哭笑不得 一旁的江森 则被学校的老师和孟清彪 几个领导围着 一顿瞎问 多久没正经练过来啊 最近都没生病 没吃药吧 早饭吃饱了吧 江森很耐心地逐一回答 孟清彪跟江森彻底一笑敏恩仇 恨不能抱住江森狂亲两口 不住道 放松点 放松点啊 今天就是先做个测试 对 放松点 行不行 还得看成绩 体校的老师笑眯眯说着 其实心里还是挺不以为意的 诚然两年之前 江森在1500米的比赛中 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水平 可那也就是只是国内拔尖的水平 但是放在国际上 江森那个3分45秒18的成绩 还真算不了什么了 更何况 两年没有正经练过 状态更差 眼下距离奥运会开始 还有足足12个月 不过奥运积分赛 差不多明年6月中旬就会结束 也就是说 留给江森争取积分的时间 满打满算 也就一年不到 更何况 说是争取奥运积分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哦 如果真的 就这么轻而易举 获得奥运参赛资格了 全中国这么多搞体育的人 难道这些年 就是坐着吃干饭的吗 田径成绩 每0.1秒 0.1米的提高 都是要付出极大的辛苦 和坚持才能做到的 就算江森这孩子 确实是天赋一禀 可在牛逼的运动员 也需要千锤百练才能出头 所以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江森的那篇博文 体效里也有人看过 国内看到这篇博文的体育界人士 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看过之后 多数也就呵呵一笑 只当江森年幼无知 自不量力 脾气着急一点的 也有跑去 二二军吧底下科普的 不过在现在这个氛围下 基本上只要一说 这些江森参加不了奥运 这种确实还挺客观的话 照样会被当作水军拉黑掉 某种意义上 眼下全中国 不仅是个别派别的人物 事实上 体育圈这边 基本也都是 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来看这件事 幸好也就是江森的博文 没把话说死 还留了尽一切努力 这样的字眼 当作转环的空间 不然的话 搞不好 真要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又得被人指指点点上半天 因此 江森显然也不算胡说 他确实是在接受挑战 公开宣布 要参加奥运会这件事 他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 只是 如果他不冒这个风险 周乃勋和张凯 又怎么会上他这辆车 这两位 也是同样在牙大小啊 先热热身 是体校的教练催促着 江森很镇定地拉伸着四肢 奥运会的难度 他当然也知道 但之所以敢说这个话 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确实感到了身体机能 不同反响的变化 高考结束后的那几天 他闲来无视 去十八中的体育馆打球 当时那个状态怎么形容呢 加内特摸篮板上言的传说 有人听过 当然 江森肯定也摸不到 不过那天他一个人 在体育馆里玩的时候 稍微尝试了一下扣篮 跳起来后 大概刚刚好 一整个脑袋都超过了篮筐 而且要知道 他的身高 才不过一百八十六公分 我的扣篮比库里强 很不要脸的一种对比 但确实就是事实 另外不仅是弹跳 所体现出的爆发力 他还能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比以往更轻盈 更有力量 而原本就异常 天赋异禀的体能 就更不用说 不管身体有多累 基本上睡一觉醒过来 就能百分百恢复 前些天持续不断地 在东欧市 省城和欧顺县三地之间 来回奔波 他愣是半点 没有累的感觉 而在他的记忆中 高二之前 他每次来回 都是要一整天 才能缓过来的 可最近这大半年 除了心累之外 至少在身体层面上 他就再也没有 这个感觉了 就是凭借着这些 貌似不起眼的变化 江森判断 自己的整体运动水平 应该已经远强于 他高二上学期的时候 所以 哪怕没有具体的测试成绩 他也敢和周乃勋说 自己有八成左右的把握 可以登上奥运赛场 至于八成这个数据 是怎么来的 鬼扯呗 就半个月前的那个情况 他哪还有时间 跑给周乃勋看 那顿饭能把周乃勋 和张凯叫到一起 就是唯一的机会了 错过了 可能 周乃勋和张凯的心气 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从头到尾的 整个过程 别说是张凯在缩哈 周乃勋在缩哈 江森自己 其实也在缩哈 人生难得几回搏 虽然赌博不对 可逼到走投无路了 也就只能如此 片刻后 在围观姑娘们 叽叽喳喳的兴奋喊声中 江森马马虎虎地 做完热身 体效的教练掏出秒表 随口问江森道 直接跑1500米 还是先拳套地来一遍 江森也很随意地回答 怎么拳套 教练笑眯眯回答 平时你们学校怎么弄 我们就怎么弄吗 短跑 中长跑 还有跳高 跳远这些 全都来一遍吧 孟清彪做主道 看看其他方面 还有没有潜力 可以再挖一下 孟清彪对江森的能耐 更加自信 两年前那场篮球赛 他可是亲眼看着江森 满场飞奔一打五 最后连裁判都特么打了 虽说不是江森动的手 但当时他确实是感觉 脸上稍微有那么点疼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谁特么 再敢对江森吹黑哨 他孟局长肯定第一个 跳出来要死狗日的 江森无所谓 点点头 体校的领导和老师 就嚷嚷着 把看热闹的人孩子 全都赶出了跑道 没一会儿 学校的人还一本正经地 拿来发令枪 开枪的人站在起跑线旁 计时的人远远站在终点 江森随便找了双脏兮兮的 定鞋换上 由于之前压根没穿过 第一次用感觉脚下 超级不习惯 但是咬咬牙也就忍了 不过 助跑气势真的不会用 就用了个很业余的 站立式起跑姿势 松松垮垮地 站在了起跑线前 跑到一侧 越来越多听到消息的 体校学生和老师 好奇地围惧过来 在上百道目光的注视下 江森微微一喘气 就听耳边 响起体校老师的声音 各就各位 砰 发令枪一响 江森立马一头就窜了出去 两年以来 他以从未有过的认真态度 在赛道上埋头狂奔 随即刚跑出十来米 赛道四周的惊呼声 就接连响起 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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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百多人的赛场上 愣是出现了 山呼海啸般惊叫 江森听得出来 自己肯定跑得不慢 心里更不敢有半点松懈 双臂摆得飞快 脚下更是使出吃奶的力气 几乎感觉身体要腾空而起 四周的人 更是简直都要疯了 这特么绝壁的顶尖职业水平啊 你妈隔壁 在孟庆标 惊喜到近乎失态的喊声中 江森犹如闪电 眨眼之间 就从赛道的一头 跑到了另一头 计时的体校教练满眼惊愕 急忙按下手里的秒表 江森惯性地往前 继续冲出十几米的功夫 孟庆标 一大群人 立马就飞奔着 围到测时间的教练身边 纷纷着急忙慌地问 跑多少 不会近十秒了吧 十秒四六 那个计时的教练 有点猛逼 全场四周 顿时一阵惊呼 连助跑器都没用 两年没练过 上来直接十秒四十六 狗日的 这要是在专业训练上几年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激动地对视着 江森 江森啊 孟庆标 感觉幸福的 都快晕过去了 飞奔到江森身边 一把抱住 差点就忍不住 要往他脸上倾 江森被老孟抱的感觉 有点恶心 淡淡说了句 再来一次吧 我感觉刚才没发挥好 老孟抱着江森 在狂喜中突然愣住 他惊愕地看着江森的脸 好几秒没坑上 然后在某个瞬间 身体好像微微打了个寒颤 江森 第361章 大局已定 江森只用半个早上的时间 就轻松征服了 市体校的师生 和东欧市体育局的领导们 一百米跑完后 他又去跳了个远 结果成绩比一百米 还特么夸张 随即等跳远结束 就当是热身正式结束 又趁热打铁 去试了下他理论上的主项 一千五百米 然后就在全场 看牲口一样的目光中 一路狂奔 最终成绩三分五十秒六十二 虽然比他之前 破全市记录的时候 慢了不少 但依然让一大群体笑声们 看得头皮发麻 不要忘了 这是江森 从2005年11月中旬到现在 足足20个月 没正常训练 跑出来的结果 就算是世界记录的保持者 如果20个月 没正经训练 估计都很难保持这样的水平 撤了 撤了 江森跑完之后 体笑这边大概有了数 立马就不再进一步测试了 先天能力有多强 已经一目了然 剩下来的事情 显然不再是是体笑可以搞定的 必须得马上通知省专业队 江森的下一站训练地点 最次也得是省城的集训中心 江森和孟庆标 高处长先撤 体笑里的女孩子们 见帅哥大明星跑了 只能叹口气 表示遗憾的散场 半个小时后 等江森回到家里 省队那边就已经收到了 江森的训练成绩 那边二话不说 立马让江森 立刻去省城报道 说是奥运会近在眼前 就江森这个情况 每一天都需要争分夺秒训练 搞得好像江森是失学儿童似的 一群人 竟忘了森哥 还是今年的全省高考文科状元 接下来 还特没要上大学的 幸好周乃勋还保持着清醒 早上开完会回来 得知江森的变态身体素质后 在办公室里 霍霍霍了一小话 就转头给省专业 对那边打去了电话 特地说了下江森的特殊情况 省对那边听完 很是 我日泥马 还有能这种事 的心情 但也只能表示 会尽力兼顾江森的学业 但是这个保证 其实也就是口头上的 奥运会之后 马上就是全运会 对于绝大多数 全国体育口的工作人员来说 全运会 才是他们的真正战场 如果江森明年 能马上拿成绩 那当然最好 但就算江森 不能在奥运会取得成绩 可只要能继续代表 省里出战全国比赛 也依然极有希望成为 曲江省的重要夺经典 什么 护蛋不护蛋的 其实 省队和省体委都不在乎的 大家现在心里想的 只有让江森抓紧 把训练成绩搞上去 江森自然不知道 短短一个早上的功夫 自己就已经从一个利益漩涡 掉进了另外一个 转速更快的漩涡 什么文科状元不状元的 一块奥运金牌 所能产生的直接实际利益 比十个全省文科状元 绑在一起都特么大 中午时分 江森潦草应付出来的 初步体测成绩 就被东欧式体效的好事者 上传到了网络上 网络上这两天 本就关注着 江森这件越吵越热闹的 作弊冤案的人们 顿时又是好一阵惊呼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二哥竟如此文武双全 本来就是好吧 东欧是一千五百米 历史记录创造者 还有一群吃屎的 非说他嗑药 碍了 碍了 前脚全省文科状元 后脚直接去参加奥运会 二哥真尼玛威武 说到做到啊 当然 这时候也有心理不平衡的 必须跳出来酸两句 但是当又有人 把江森 今天早上在赛道上 穿运动短裤的照片发上去后 姑娘们就彻底不允许 再有人重伤 他们家的爱豆了 试问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水军 能搅乱饭圈姑娘的局 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外加特别行政区 江森的迷妹们 忽然团结起来 在旅游完回到家的 二二军吧的大粉头 安安 霸主的组织下 借着东欧市方面 线下发力 和全国阴界声线上 反击的东风 迅速势如破竹的 捣乱某牙 某扑的各大板块 二粉过处 寸草不留 滚 你们这群丑逼 也配说我家二哥坏话 你知道我们二哥 有多努力吗 要是把你们这些垃圾 扔到我二哥长大的环境 你们两天都挺不过去 二 我要给你生孩子 把楼上那个花痴衫了 二哥粉丝管理委员会 总则第一条 没本课文明的 不配粉二哥 过分了呀 阿姨 人家还在读高中 我一定要把我的 第一次献给 后面就各种妖魔鬼怪 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机构组织一大 人心散了 队伍就很难带 安安揉着冰冰的脑袋 看着满屏的花痴中学生 颇为烦恼 他跟那些花痴不一样 他已经收到 华氏的录取通知书了 所以 二哥粉丝管理委员会的 总则第一条 就是他轻定的 就是这么权限这么狗 江森倒是对网上的 这些事情 不再那么关注 下午连网页都没打开过 很淡定的哼哧哼哧的 埋头码了半天字 而且状态极好 四个小时写了一万多字 算是近日来最佳发挥 等到傍晚时分 先吃个苹果 再给仙人掌浇点水 然后下楼吃了晚饭 又沿着勤奋盒来回走了几圈 等回家洗完澡 再打开电视一看 就准时看到 蔡淳杰出现在了 央视一套的屏幕上 央视著名记者 江森同学的老朋友 王志同志 面无表情地问道 蔡老师 所以 当时其实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36分 这个分数 是这样吗 是啊 蔡淳杰很愤怒到 我当时第一时间拿到试卷 江森的作文分 就是42分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 这个分数不公平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打分标准 我们打分确实是有标准的 就是你 只要能基本满足考试要求了 态度良好的把这篇作文写完 别管什么 离题不离题的 只要不是 有什么反动言论 一般最低我们都给36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只要文章契合提议了 最低也应该是42分 所以 作文这一块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 普遍得分区间 就是42分到60分之间 在这里头 我们再根据文章的好坏 做一个档次的划分 42 48 54 60 所以 当时我看完江森的这篇作文 当然 我当时只是猜测这篇作文 是江森写的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他 只是觉得 笔记很眼熟 这点我是承认的 可是 不论是出于私心 还是出于公正 我现在也依然认为 他们在42分 和60这么大的跨度之间 只给42分 是绝对不公正的 因为江森的这篇作文 我也看不少人 在网络上评论过 也有大学老师认为 应该给高分 那就说明 文章本身的质量没问题 单从写作质量上讲 就不应该只有42分 那您觉得 应该给多少分 我觉得给54分 就比较合理 蔡纯洁道 因为这里头 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思想方面的认同性 有人觉得太幼稚 他装模作样 小孩说大人话 但我是觉得 这孩子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你们打分的时候 可以反对他的观点 可以内心有抵触 但是 你不能污蔑吧 再退一步说 就算给48分我也就忍了 怎么能只给42这么低 有问题的 但后来 是改成了45分 对 蔡纯洁点点头 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重新给这篇作为打了分 我记得当时还有个老师 是给了54分的 但是根据要求 要去掉一个最高分 这个分数就不做数了 可是包括陈建兴在内 有两个人给了36分 去掉一个36 还有一个36 江森的作文 分就这么被拉低了 所以 其实是刘老师 自己想给36分 但也没有给成功 只是起到了 拉低江森分数的 这么一个结果 对 而且他一开始 在网上误导群众 故意让大家以为 江森作文只有36分 是我让人改成45分的 并且从头到尾 他就没提过江森的作文 原先是42分 他这不是 也在往我身上泼脏水吗 好像是我在帮学生作弊一样 这项话吗 他好歹一个全省高考月卷大组的组长 肩上背负着这么重的使命 现在却不知道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混淆视听 颠倒黑白 我真的很想当面问问他 你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吗 你对得起党和国家 这么多年 对你的培养吗 你对得起那些拼了命 学习的考生了吗 这回幸好是江森的事情被捅出来了 一个全省文科状元 居然都能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 那往年呢 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将来呢 如果他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将来的其他学生呢 蔡纯杰问的王志连连点头 江森的思路 却又慢慢开始跑偏 央视啊 这件事固然在最近三天的时间里 在东欧视方面的连续动作下 被炒得全国皆知 甚至连BBC之类的阴间外媒 都掺火进来嚼死了 但事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登上央视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东欧视方面的能力 毫无疑问 这是更上层某些反面的角力了 代表最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的力量 从来不会迟到 当然 这肯定也离不开江森和东欧视方面 把事情搞到这一步的努力 下面的人努力往上伸手 上面的人才能抓到你 拉你一把 这中间的路 只能靠自己来走完 所幸 江森和东欧视方面 这回用尽一切力量地做到了 央视对蔡纯杰的采访 剪出来的画面 只有大概短短15分钟的时间 但是已经足够了 节目一经播出 网络上的舆论 彻底不再纠结于江森 是否作弊 有那三分 没那三分 江森都是裸分和总分状元 无庸置疑 这点小学一年级的数学题 水军根本没法洗 最多只是网上 还有些许不甘心的人 努力地想把 作弊的议题 往江森的作文水平上拉 而且还真的有人 差点又被带跑节奏 而在此过程中 表现得最离谱的 就是既收了江森的钱 但也同时收了 其他方面钱的方渣子 一边疯狂嘲讽那些说 江森作弊的人是弱智 一边又不停地说 江森就是水平不行 说完江森水平不行 转脸又开始 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 黄田美国的教育制度 有多牛逼 而炫耀他的 刘美博士文凭的同时 又欣欣念念 他当年以全市高考文科状元 考入某顶尖 理工类院校的履历 总而言之 精神十分分裂 可就算这样 江森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又让郑月给他汇了两万块 心里同时还很纳闷 怎么以前就会觉得 这玩意儿好厉害的样子 砍头 请客 收下当狗 这三条办法 条条都对方渣子先生全试用 而且 居然只要区区四万块 就能让他张嘴咬人 骂他什么社会名流啊 明明就是社会流迷 搞不好是不是价格 还能再更低一点 江森看着方渣子 在博客评论区里 不分敌我的两头乱咬 忽然觉得 可能真的给钱给多了 瞧着狗东西 为了一口饭 就什么都能说得出口的价实 其实给一万 甚至说不定只给五千都行 毕竟这世上 哪有那么好赚的钱 网络上沸沸扬扬 晚上九点出头 江森怀着平静的心情 准时睡下 最上面已经出手干预了 这件事 不论成败 都大局已定 他现在所能做的 只有等待结果 而且他坚定地相信 这个结果 必然是光明的 第362章 飞龙在天 一夜过后 蔡纯杰接受王志采访的节目 彻底让江森这起高考 作弊案的热度 发酵到了最顶峰 节目播出后的周末两天 东欧日报 和东欧电视台持续轮番报道 甚至直接在报纸喊话 要求重速给出江森 最后一门语文考试的复合说明 与此同时 来自海内外的数十家媒体 也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持续不断地 给曲江省有关方面去电 然而 不知道到底是周末的原因 还是最后的倔强 周六和周日连续两天 考试院愣是半点声音都没有 直接前往他们单位采访的记者 也全部被门卫拦下 只说是不上班 死活不让进 面对这样的情况 江森在周六淡定了一整天后 等到周日 心里也略微开始有点小担忧了 早上码完字后 下午实在是心虚不宁 硬着头皮写了六千来字 等到晚上 就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不起来 翻了半天 毛选 才终于重拾信心 夜里才能睡着 可张凯和周乃勋 因为没这个习惯 这天晚上 就失眠得厉害 等到次日周一 张凯知道再怎么发动媒体 也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效果 干脆直接自己下场 给省里的上级领导和考试院 打了长长的两通电话 但打完电话后 那边还是翘无声息 然而 就在张凯最难受的时候 东欧市这边 又一位大佬 忽然站了出来 而这一通电话下去后 考试院那边 终于顶不住了 傍晚5点20分 在距离全国单位下班时间 仅剩10分钟的时候 曲江省考试院的官网上 终于出现了 关于江森高考语文考试的 复合说明 说明三言两语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没作弊 这玩意儿一出来 沸沸扬扬闹了 足有五个星期之久的 江森高考作弊案 终于等来了最终的圆满答复 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二哥果然是冤枉的 网络上 一大群人热血沸腾 之前不知道那边布置的 大量水军 也在这个时候 像潮水一样 退去 只留下那些被他们 洗了脑的傻逼 还在各自长逛的地方 死鸭子嘴硬 可这些零零星星的反对者 他们的话 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了 江森很淡定地 无视了他们 只是看着 正月发来的网页链接 看着曲江省考试院官 网上的说明 重重地握了下拳头 翻身了 彻底翻身了 可能接下来的日子 还是会有人没完没了的 拿这个事情说话 不过不要紧 只要这个声明摆在这儿 不论什么人带节奏 他们的节奏 本身就是歪的 不需要江森自己做任何解释 就可能会有网友路见不平 帮他解释 还有他举报给 东欧市有关方面的 那318人 公安抓完 还有检察院和法院要起诉 刑事公诉完了 还有民事诉讼 其中个别人 可能还要面临国安的问候 这一整套流程全部走完 估计都能到下一届奥运了 而这些人每被判决一次 网络上倒向他的人 就会多出一波 屠狗老子都不怕 还怕去去养狗 7月30日晚间 东欧电视台的地方 新闻联播 以一种庆祝的口吻 宣布了江森的无罪 次日7月份最后一天 东欧日报 再次刊登评论 重申这个消息 而同一天 省城某高考评券组的副组长 实名举报 曲江省高考语文 作文乐卷组大组长陈建兴 利用职务之变 向考生泄露考试内容 今年刚出版的 全省满分作文选第一篇 也就是写 春华秋时的那篇 满分作文的学生 被证实 在陈建兴的私人课堂补习 超过两年半 舆论顿时哗然 原来不是没人作弊 只是作弊的不是江森 而是贼喊捉贼 网络上一时间群情激愤 可是很快的 这些消息就在不可抗力的作用下 被删除一空 各大流量平台的管理员 收到消息 不许再传播和陈建兴有关的内容 文字 图片通通不行 各大论坛一夜时间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被近年的账号 用火车拉都嫌不够 江森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可是这些事 也已然跟他没关系了 他安下心来 只是马自 晚上又把家里收拾了一番 给家里的家具 全都套上塑料布 接下来 他要离开这里很长一段时间 次日早上 一封从深城寄来的特快件 终于发到了他的手里 护旦一直把他的录取通知书 押到水落石出 才发过来 小心思 昭然若揭 但江森也不生气 天下的事情 无非就是这么回事情 任何动机 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前提上的 哪怕是理想和信仰 仔细想 是不是也是利益的一种实现形式 所以 客观存在的事情 不要轻易用道德和感情的角度 去否认它 客观规律 永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谁否定规律 空谈主观能动性 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 要不得 江森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大约三个小时 中午饭刚吃完 夏小林忽然就来了电话 他才知道 原来他们毕业班的高考入学合影 一直没拍 眼下一切乌云散尽 江森想来也是没事 下午三点左右 收拾好自己的卧室 他就很痛快地又出了门 来 笑一下 午后三点出头 江森来到学校的时候 校园里 已然颇为热闹 托今年曲江省高考分数线 足够变态的福 18中 今年的四本以上上线人数 差不多足有七八十人 高三七班算上艺数生 今年本科上线11人 大专以上29人 占到其中一半 而他们上一届满打满算 全部加起来 也仅有16人 这满满一窝子数学考试 连90分都够不着的大学生 分明让江森 好像进一步看清了 曲江省今年的出题意图 显考生硬实素质不够高是吧 那我就枉死了出难题 看 这回成绩出来 够难了吧 那分数实在低的人太多 学校招不满员怎么办 那特末官老子什么事 你要硬是教育的质量 这就是结果 让你不素质 让你不素质 你越不让我搞素质 我越让你的学生没素质 什么 阿猫阿狗 我都让他上大学 你满意了 分明就是一种 报复式的出题思路 难怪今年的题目 会出成这个样子 这不是在出题 是在怒气啊 江森看着站在教学楼前 这群笑得十分高兴 但很大程度上 并不具备上大学的 基本素质的同学们 很快被他们像 众星拱月一般地围在人群中 照片拍了一张又一张 不过 老师只来了两个 只有夏小林和邓月娥 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在场 夏小林穿了件 很衬她身材的衣服 眼神水汪汪地看着江森 满脸有话想说 却欲言又止 邓月娥则埋江森 说她也不把录取通知书带过来 让大家开开眼界 又感慨 江森现在翅膀硬了 以后就要高高低飞 把老师们全都忘了 江森被她这小幽怨 搞得哭笑不得 接着转过头来 又瞧见黄敏杰眼神闪烁 仿佛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要跟她说话 却被江森直接掐灭了念头 姑娘 觉得说不出口的话 就放在肚子里 说出来没意义 不如不说 你不说 我也懂 但是说了 那也没用 黄敏杰愣了半天 才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 嗯了一声 江森又问道 考得怎么样 黄敏杰红着脸回答 三本 挺好 江森一笑 咱们班今年三本挺多的呀 我二本 少敏一下子喊出来 双手插腰 仰天狂笑 东欧大学中文系 现代汉语言 文学研究专业 江森立马扔下黄敏杰 笑着问少敏 简陋简着了 多谢 多谢 少敏连忙道 奶奶的 幸好听你的话 不然我 直接就填欧一的三本去了 江森道 都是命 嗯 少敏点点头 小蓉蓉四本 三本差一分 江森淡淡道 哦 那可惜了 少敏又小声道 妈的 这个还不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 季仙西 那个傻逼 刚好比三本多一分 奶奶的 好气人啊 季仙西 江森好像才想起来 有这个人 左右看了看 突然跟季仙西对上视线 季仙西却眼神闪烁 赶紧转头 匆忙就逃死地 朝学校外走去 江森也不鸟他 高三七班的同学们 这时又轮流上来问候 熊伯喊道 孙哥 不要忘了我啊 江森道 你有我名片的 号码还是那个号码 熊伯重重一点头 嗯 胡琪走上来 憨憨厚厚厚地笑道 以后常联系 江森微笑着满口答应 好 江总 郑小斌喊道 以后有什么发财的生意 关照我啊 江森笑了笑 看情况 郑小斌撇嘴虚道 疑 疑你个鬼 陈佩佩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他复合了 凑上来就张开双臂大喊 江老师 来 告别拥抱 江森直接往后一跳 佩佩同学 不要冒 你觉得你配吗 我靠 陈佩佩大喊 我都叫陈佩佩了 你说我配不配 管他呢 先抱一下再说 陈超隐忽然从另一头窜出来 挽住江森一只胳膊 陈佩佩 趁机抱住江森另一边 两个疯丫头 大喊大叫 快拍 快拍 以后就没机会了 江森无言以对 在他身后 郑一田轻轻叹气 转头离开 脑子里还飘着悲伤的歌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在 江老师 先走了呀 朱杰伦拉着南香儒的手 朝江森挥了挥手 所有特地跑来 只为拍张照的人 开始散场 江森忽然想起 朱杰伦他爹来 忍不住喊了句 阿伦 啊 叫你爸这两年 赶紧把屯的房子出手了 东欧式房式泡沫要破了 再放在手里 晚了跳楼都来不及了 啊 啊 你个头啊 南香儒骂了句 转头对江森高喊 谢谢江老师 我会跟家里说的 好 江森笑着答应 陈佩佩和陈超颖 终于放开他 然后依依不舍 朝江森挥手道别 江老师 我们好喜欢你的 你个木头 本来都可以开后宫了 我日 来啊 江森跟这俩货无法交流 赶紧落荒而逃 夏小林就这么一直看着 江森跑远 也没说出他想说的话来 十八钟的校门外 林少旭站在门口 一直等到江森出来 他忽然喊道 江森 嗯 江森看看他 嘴角一扬 考得怎么样 林少旭轻轻叹了口气 三本 可以啊 上不起了 林少旭道 家里拿不出学费 嗯 江森走到他身边 走边走说 差多少 差所有 林少旭苦笑道 我亲戚家也不肯借钱了 我这几年放假 住在他们家里好久 吃吃喝喝的 也都是钱 他们也没什么钱 那你自己怎么想呢 我想 写小说 年轻人 没那么简单的呀 江森苦笑道 你别看我赚钱容易 我这些功夫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东西 光是练技术 就得两三百万字打底 你的意志力足够的话 学好基本功 也得一到两年 再然后等你基本功练到可以赚钱了 你又会发现 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不够用 得有一门专业的手艺打底 得熟悉一些特定的环境 要补上这个 快的话 又得两到三年 等你这方面的东西到家了 你会又发现自己的认知水平不够 这个东西 你自己误 搞不好得十年二十年 有些人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但运气好呢 最少也得五六年 才能摸到一点 这个意思 我这算下来 差不多就十年了 还是快的 然后走到这一步 你才能开始赚大钱 而且这个大钱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还要进一步完成市场的积累 你还要接受来自市场和同层的考验 有时候你跑得快了 读者跟你的认知水平有了差异 老读者就会流失 但新读者增长起来又很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思想会无数次地动摇 你的写作环境会越来越恶劣 因为你会发现 当你刚要往上爬的时候 就会有无数之脚 从你头上踩下来 有无数之手 会从你身下拉住你 写小说啊 可能是全世界最苦的工作之一了 很多时候 你会好像永远都看不到终点 哪怕有了金钱的刺激 你也会迷茫 会累 会失去方向 你的体力和精力 会一年不如一年 你的身体也会变差 搞不好 就会一直差下去 如果运气不好 一直不红的 那就更特么完蛋了 最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那等你老了 怎么办呢 说话间 江森在学校附近的 有储银行门前 停了下来 林少旭被江森说得想死 转头问道 那你呢 江森反问道 我是曲江省高考状元 兼未来的奥运冠军 你也是吗 林少旭眼里的光 一下子就灭掉了 江森却忽然道 不过幸好 你遇上我了呀 等我一下 他转身走进银行 银行的经理立马笑容满面 把江森领进VIP小房间 不到五分钟 江森就提着一个小黑袋子 走到了林少旭跟前 把袋子给了他 这里有三万 你先拿去应付第一年 第一年 你的任务是 找到一份合适的家教工作 看看能不能用自己 做家教的钱养活你自己 不过记住了 大学就是大学 还是读书最重要 成绩第一 教书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选择高中生来教 就教一门数学 每节课两小时 每小时两百 低于这个数的生意 就不要接 要教就教比较有钱的家庭的孩子 林少旭傻傻地拿着钱问 那我怎么找 这是你的事 这点事都做不到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一年挣几百万 江森低头看着林少旭 看得林少旭满脸惭愧 他又自顾自继续往下说 等你有稳定的收入了 学习成绩也不会落下 下一步就是用你做家教的钱 去买一台便宜的笔记本电脑 大二在开始尝试 不晚的 但是记住我一句话 没本说 一定要写完 不管有多难 写得多垃圾 一定要写完 不然相当于浪费时间 什么都没得到 嗯 林少旭轻轻点头 那学费呢 贷款 江森道 你去了大学 马上找你们辅导员问这件事 现在 所有的大学都有助学贷款 这笔钱不必着急还 毕业继续还也可以 三本的学费第一年最高 后面三年就稍微低一些了 你是什么专业的 东欧大学城市学院 金管 行 万金油专业 贵不到哪里去 江森道 那你就记住 上大学后 第一重要的 成绩 第二重要的 吃饭 第三重要的 学着怎么写 我借给你的这笔钱 等你毕业了 你有钱了再还我 有我名片吗 林少旭摇摇头 江森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他 又指了指银行 你现在进去 给自己办张卡 虚款机 不会用的话 叫银行经理教你 没事的 不要不好意思开口 等你毕业了 实在有困难的时候 再来找我 其他时候 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解决 别给我打电话 打了我也不接 明白吗 嗯 林少旭有点发懵 去吧 江森拍了拍他的肩膀 林少旭 机械地按照江森的话 傻傻地朝着银行大门 走了进去 脑子里头 一片空白 江森看着 小林子的背影 也不等他 转身就朝着 家的方向走去 也就只能 帮到这儿了 江森回到家里 很快就打包好了行囊 他拔掉了家里 所有的插头 断掉了电闸 甚至关停了 自家的水表 下午四点出头 关好家里 所有的窗户 把笔记本电脑 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塞进书包里 又脱了个装满秋 冬季衣服的行李箱 另一只手 拿着仙人球 走出了 勤奋小区的大楼 出门的时候 还特意跟老伯提醒了句 老伯自然满口答应 绝不会 让坏人偷溜进来 但至于会不会 江森也只能相信 老伯和物业的力量 没一会儿 江森就上了 停在小区外的 孟庆彪的车 直奔机场方向而去 天边的太阳 逐渐吸血 透进车窗 四十分钟后 孟庆彪陪着江森一起 登上了前往省城的飞机 江森坐在飞机上 在一阵颠簸中 看着窗外的景物 慢慢缩小 东欧式的天际 一道飞机产生的喷气云 在空中拖出一条白色的长袋 在这片静谧的天空下 整个世界 继续按照他的规则 和惯性运行 省城的陈建新 在外出讲座的时候 突然被人带走 某位给江森打了 多次电话的领导 忽然引咎辞职 离开了岗位 曲江省方面 在人事上做了紧急调动 东欧式的张凯 甚至连交接的时间都没有 就因为政治过硬等素质 被上级领导看中 被火速调往省城 顶上了那位辞职领导的空缺 旅兴曲江省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郑厅吉 而东欧式这边 则因为张凯的升迁 出现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周乃勋进了一位 进入常务班子 陈建平游市教育局 一把手升任副市长 做到了周乃勋之前的交椅 而陈建平流出的空 自然由陈爱华副局长填上 于是一旨调令 程展鹏调往欧顺县县中 担任校长 欧顺县县中和东欧市 第十八中学 同时明确为政科级单位 程展鹏官升政科 并且学校不安排书籍 继续做一把手 十八中这边 胳膊断了都还没养好的老邱 突然间 由体育教研室主任升任副校长 明确副科级别 但高副校长依然是高副校长 郑海云依然是郑教处主任 但是小王 却成了王副主任 正儿八经的副古级 混了十年 终于摆脱了连办事员直级都没有的尴尬 唯有曾有才副主任 对人生产生了怀疑 进入八月份后 十八中迎来了他的新校长 原欧顺县中校长 后来清明乡中校长的武超雄 终于实现了他的政科梦想 履行十八中 在某个宁静的午后 武超雄推开十八中陈列式的房门 站在那个挂满江森荣誉的小房间里 一度说不出半个字来 三年前 如果不是他为了某个县里 大人物的孩子开后门 江森的分数就不会被修改 欧顺县中 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江森 而乃帕在那之后 当江森求到县里的时候 他但凡能有一丁点的侧影之心 今天的结局 或许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校长 十八中的传达式老伯 出现在他身后 微笑说道 这个小孩 了不起吧 嗯 武超雄苦涩一笑 传达式老伯又道 要去参加奥运会里 将来就是世界名人了呀 世界名人 你是想说国际巨星吧 武超雄心里吐槽 转身望向天空 八月份的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 曲江省省城的省田径队集训中心 中心主任对挥汗如雨的江森说道 孩子 去深城国家队中心练吧 找孙指导 我们这边的条件 配不上你了 第363章 速来 烈日当头 曲江省田径训练中心的塑胶场地 被正午十分的炽热阳光照得滚烫 塑胶跑到特有的淡淡橡胶气味 在四周的空气中弥漫 突然一个轻盈却又健硕地身躯 在赛场的一头 遮挡住了直射在地面上的阳光 身影快速地向前移动几步 短短的一段助跑后 重重一脚灯塌在地面上的瞬间 一滴汗珠从身上掉落 啪哒一下落在地上 他整个人向前一倾斜 那爆炸般的力量 刹那间 游腰疾胸 又游胸疾壁 被他握在右手上的两米多长的标枪 在巨大力量的推动下猛飞出去 枪间刺破空气 迎着烈日 射向苍穹 长枪的枪杆剧烈地抖动着 在高空中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惯性向前游移 飞行的速度始终飞快 然后就在仿佛是要摆脱地球引力的幻象中 忽然又迅速地从高中坠落下来 竟几乎飞过一整片场地 最终在一阵惊呼声中 一头扎进了场地另一头的草皮 几个穿着短裤的人 拿着测量器 快步跑上去 没一会儿 远处就传来兴奋的喊声 八十九米六 江森站直身子 微微甩了甩胳膊 啊 一大群站在一旁遮阳棚下看热闹的女队员 立马各种尖叫 惹来不少男队员吃味 又无可奈何的白眼 在省队待了短短七天 江森已经换了四个项目 标枪是前天开始练的 因为省队的教练 也实在不知道 他到底最适合拿哪个项目当主项 所以只能一点点地势 另外为防万一 这边的人还让做了两次尿检 结果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除此以外 这几天江森遇到的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他受到了一位厅官的接见 按理说 其实应该是张凯的 然而并不是 而是取江体育口的执行一把手 大领导显然对他期望颇大 话里话外 就是取江省这些年来 体育事业 尤其是田径工作开展的相当不咋地 难得出了 像你这样百年难度一遇的天才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去了深城就忘了家 那边能给你的好处 我们这边出双份 只要不跑路 万事好伤啊 可以想见 家门口的奥运会迫在眉睫 这位大佬的内心压力 眼下究竟都大到什么程度 江森自然满口答应 定然不会当二五仔 保证为家乡父老效忠到底 绝不会为了深城那边的 迎头小利 放弃取江省的大好河山 说得大领导就很是感动 听说江森没爹没妈 差点想 毛遂自荐 顺便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森哥 吓得江森连呼凶母未灭 何以为家 动辄就要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大领导见江森这么坚决 也就不继续施压了 只是要了江森的名片和签名书 就呵呵笑着往家跑 都是家里的宝贝女儿吵着要的 二十多岁的姑娘 喜欢一个十八岁的小孩 没办法呀 然后江森这边长舒一口气 当天晚上回到宿舍 就又接到一个对李师姐 扭扭捏捏的电话 他当然知道 这位师姐是几个意思 可是他连黄敏杰 那么棒棒答的姑娘 讲孟杰那种美的帽泡的姐姐 都狠心拒绝了 又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 折在这位师姐的手里 于是就装傻充愣 当听不懂 如此这般 等到第二天 详情请他聊聊的师姐 人数就开始越来越多 江森连续几日下来 总觉得自己是唐僧 掉进了蜘蛛洞 看谁都觉得 好像对他意图不轨 姑娘们铁定是想炮他 而男队员则显然是真的 对他抱有敌意 话说来队里的第一天 就有几个不服气的男队员 故意在吃饭的时候 大声说话 嘲讽他是花瓶 听得他不知道该蛋疼 还是该高兴 甚至就连这边的教练 仿佛看他的眼神 都有点色迷迷的 但幸好省对这边的管理 还算比较严格 准军事化制度 连西灯都要准时 自由活动的放风时间有限 加上江森 又是住特殊对待的单人间 总算没怎么被旁人影响到 只不过 孤身一人在外 这种仿佛身边全是人 却又没什么自己人的感觉 还是让他多少 心里有点说不清到不明的小惆怅 孟清彪带他到这边抱完道 就直接回东欧市了 他再次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举目无亲 身边唯一的陪伴 居然只剩下一盆 不会说话的仙人球 可话说回来 这种处境 江森倒也不算不习惯 严格意义上讲 从重生到现在的这四年多 他仿佛 天天都差不多是这样 哪怕买了房子 可无非也就是如此 像现在的情况 只不过突然换了环境 又无法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放松 所以 难免会有点心理应激 然后导致大脑 分泌一些莫名其妙的物质 让这种情绪进一步放大 专业知识 还不算丢完的江森 默默这么一分血 这点小哀愁 也就烟消云散了 生活嘛 本就是不停地 和熟悉的人和环境告别 又不停地 跟陌生的人和环境相识 就算是千年死宅 也总不能永远隔着屏幕过日子 就算网络大喷子 其实有轻度射恐 也总得学会 怎么样去迅速融入新的环境 尤其是像专业对训练中心 这么单纯的环境 融入起来 也并不怎么困难 一旦训练起来 很多精神层面的不适应 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来到省队的这几天 说到底 江森主要还是干正事 头两天先学着怎么使用助跑器 怎么习惯定鞋踩在跑道 上队脚底板产生的冲击力 以及体能和基础身体素质的 各项恢复性训练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 就开始搞点专门的测试 于是 100米直接跑了个10秒43 当场让这边的男队员们 全都闭上了嘴 姑娘们眼里直冒星星 可这还不是最猛的 真正让这边炸窝的 还是在教练们 未捡到宝欢呼的这天下午 江森又在沙坑里 跳出了一个全国记录 8米49 妥妥的世界级的跳远水平 看得全队上下目瞪口呆 甚至连田径管理处的人都跑来了 取走了江森两管液体 生怕江森为了装逼 在暗地里服用什么东西 毕竟江森有钱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脱关系买来一些也不奇怪 但好在并没有 这便让整个取江省体育口的有关人员 都为止相当阵战 取江省有多少年没出这样的苗子了 好像都不能说多少年 而是从来就没有过吧 于是就在这天晚上 江森差点成了那位厅长的半个儿子 简直好特么凶险 然后等着一晚过去 省队上上下下 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男队员们虽然羡慕极度恨 但再也不好意思逼逼 师姐们变得更加热情 教练们见到他 脸上开始洋溢出发自肺腑的笑容 这一切都让江森感觉 环境舒服了许多 之前他在18中 努力了足足一年半 足足三个学期 才把环境改造成这个样子 而这一次 他只用了区区三天 随即等到第四天 当环境习惯得差不多 他的体能状态 也差不多找回些感觉 于是1500米一侧 又是个变态的成绩 3分39秒16 理论上 是全国今年第一个 跑进3分40秒大关的 于是 田径管理处 不得不又来了一次 再次取走两管虚虚 短跑 跳远 中长跑 尚未开始系统训练的江森 在三个项目中 全都展现出世界级的潜力 去将省省队里 原本只当是明星来 镀金的教练员们 这下终于闹腾起来 几名教练员为了抢人 差点大打出手 但好在队里还有老人坐镇 当即一拍桌子 吵什么吵 不知道练什么 那就全都练练 大不了来个十项拳呢 就这个水平 随便练半年 上去保准 就是块奥运奖牌 搞不好金牌都能拿到手 你们几个 谁能带啊 谁有这个能耐 能带奥运冠军啊 几个教练顿时就没话说了 老爷子又语重心长 遵遵教导 急什么 急什么啊 先让他再试试投掷项目 要是力量 这官也行 马上推荐 给国家队 咱们现在是什么训练条件 国家队是什么训练条件啊 他人就在曲江省 档案都扣在这里 没给他转到护弹去 怕什么呀 人又跑不了 现在先给他弄到深成用 用人家的场地 用人家的教练 用人家的经费 来培养我们的人 奥运会拿了成绩 跟深成一点关系都没有 等奥运比完了 再让他多报几个大项目 你们一个人分管一个 那成绩不照样落你们头上 种果树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摘果子啊 就那哆嗦一下是真的 其他的算什么啊 我跟你们说 别想着扬名立万 咱们搞这么多年工作 你们脑子里还不知道 好苗子 这特么是能练出来的 都是天生的 关键是 怎么捡到自己碗里 这一通说 立马把几个教练 全都说得嗯嗯嗯 连连点头 于是等到第五天 江森就开始练标枪 签球和铁饼 结果成绩相当喜人 铁饼和牵球这两项略差 不过也差得不算拖后腿 而标枪这一项 江森仿佛先天就跟这项运动非常契合 技术要领几乎是一学就会 还没怎么扔 就他妈分明 是要奔着破世界纪录去了 这么一搞 到了今天这会儿 省队就彻底下了决心 一封推荐信 传真到深城国家田径集训队训练中心 同时附上江森这几天的训练成绩 并且在后面注明 到目前仅仅只初步系统性训练一周 请国家队田径管理中心做进一步评测 消息发过去后 中午刚过 去江省省队就收到了回复 就两个字 严检一概 速来 第364章 他相遇固知 这就走了 嗯 以后应该也不回来了吧 嗯 午后三点 省队训练中心食堂里 江森吃着下午训练后的家餐 左手边的空座上放着他的书包 拉干行李箱就摆在桌旁 桌子上还放了一盆仙人球 队里某位已经确定下届全运会结束就要退役的师姐 很势不舍地坐到他身旁 伸手拿过那盆仙人球 眼神很忧怨地看着江森 声音更加忧怨 这位师姐算是运动队里少有的漂亮姑娘 今年才22岁 长腿细腰 腹白貌美 貌似家境也不错 江森刚来第一天 他就到追上来了 但森哥还是忍不住下意识拿蒋梦杰来比较 这位师姐充其量 只有0.7杰-0.8杰之间的颜值 所以果断不能答应 江森三两口把小肉包往嘴里一塞 然后端起碗来 拿着勺子 连喝带吃 一口气喝干碗里的银耳绿豆汤 大夏天的 这玩意儿结束又聚火 但江森重生四年来 却是头回迟到 这就是体质的好处了 总能在最适合的时间 为大家提供最适合的东西 江森自己一个人住家里的时候 就完全想不到要这么照顾起来 走了 有缘再见 江森站起来 一擦嘴 随手拿起书包 背在身后 一边向师姐伸出手 讨要被他捧在手里的仙人球 师姐却拿着仙人球往怀里一缩 嘟嘴道 送给我好不好 不好 江森道 我最近就指着这玩意儿活了 那要不把我也带上 你指着我活 不比养个仙人球强 姐姐 别说笑了 江森把长长的胳膊伸过去 将仙人球从师姐手里拿了回来 师姐不由气道 我还不如个植物 不是你的问题 江森一手拿着仙人球 然后拉开 行李箱的脱干 是我的问题 你什么问题 我喜欢男的 江森就这么走了 留下一句 让师姐五雷轰顶的话 拖着行李箱 大不留心走出了食堂 半小时后 曲江省省城 今年七月份 才刚开通的动车站里 江森戴着口罩和帽子 跟随着汹涌的人流入站 暑假中期 国内外来这边旅游的人 简直不要太多 已经有了偶像包袱的森哥 生怕被人认出来 大热天的 打扮得略有点严实 不过幸好一路坐车过来 一直到过安检口近站 中间几乎空调没断过 所以倒也还是挺舒适 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最近她的皮肤越来越白嫩 跟曲斗林广告上 曲斗后的照片 已经有95以上的重合度 而下一站目的地 又是曲斗林大本营的深城 听说深城那边 她的国民度 比在东欧市都高 如果贸然在路上露面 万一被人围住 估计半天都要走不掉 要是因为她这点原因 把警察叔叔招来 那就太浪费社会公共资源了 所以能自己事先预防的工作 还是事先预防好吧 不过话再说回来 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是更需要一个 助理之类的小跟班 别的不说 手里拿个盆栽 过检票口都不方便 江森捧着个仙人球 在后车室里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很快等到闸口开门 进站的时候 果然略有点不容易 一手拿着车票往机器里塞 一手拿着仙人球 还得雇着行李箱 手忙脚乱 一直到十几分钟后 他终于走进车厢 才稍微松了口气 为防有人打扰 江森特地买了个商务座的座 进去后 就是一个小包间 包间里八个座位 其中两个双人座上 已经坐了一对 看起来就很有爆发户气质的 中年夫妇 江森拖着行李箱 走进去的时候 那对中年夫妇 还挺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但江森半个字都没说 静止走到这对中年夫妇 座位侧前方的单人座 默默把书包和行李箱放好 坐下来后 又略微研究了一下椅子的开关 很快调整成躺平的模式 摘下帽子 盖在脸上 捧着仙人球 就假眉了起来 作为全球第一批开通动车的线路 这会儿的动车速度 距离若干年后的高铁 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省城虽然在地图上看着 仿佛跟深城就是紧挨着的隔壁 但事实上从这里过去 还是得将近一个小时 不然要不是看路程这么短 票价相对便宜 江森也舍不得做商务座 他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 车子就又缓缓启动 车厢里安静了片刻后 耳边那对中年夫妇说话的声音 也慢慢变大 听口音 仿佛是东欧市下面某县的人 江森能听懂几个词 但是他们语速不慢 连起来说 江森就有点无法理解了 欧越地区就是这样 有时候 哪怕相隔一个阵子 本地口音都能导致语言不通 就像对欧城区的城里人而言 欧顺县的青蛮话 几乎相当于一门外语 江森刚重生回来的时候 要不是靠着这个身体 留下的些许记忆 几乎连语言这关都不过去 真的是乱来 昨天自己 直接就坐飞机过去了 我都说了 让他先回家 先回家 跟我们一起走 车厢里的那个男的 听语气有点生气 声音也不由自主地大了起来 他老婆稍微推了他一下 指了指躺着睡觉的江森 男人稍微放轻声音 小声道 你也是 也不跟着他 他不让我跟骂 中年女人很为难道 你女儿那个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脾气 就是那个脾气 你才更得跟着他 他一个人在外面 就他那个样子 碰到坏人怎么办 吃亏了怎么办 男人的火气又冒了上来 中年女人道 不会的吧 深称治安这么好 治安再好 我也不放心 当爹的憋着火 想起宝贝女儿 那个不知不觉 就长得前凸后翘的身材 现在看全世界的男人 感觉都像是钱在罪犯 最好特磨的 都先烟干净了 他心里才能放心些 他是去学校 还是回家里啊 家里吧 学校都还没开学 他知道家在哪里吗 我给他发了地址了 钥匙也给他了 子 才装修好没几天 油漆味不知道退干净了没 他要是住得不舒服 会自己去酒店开房间了 酒店更糟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还抱个兔子过去 妈的对兔子比爸妈都好 真是脑子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早晚哪天 把那只兔子宰了 江森被这对夫妇念得睡不着 很无奈的 只好又坐起来 转头看看车外的风景 你看 把人孩子吵醒了 中年妇女埋怨地 说了丈夫一句 男人皱眉道 这么凑巧 商务做那么多包厢 偏偏坐到这里来 江森听到这么 令人无语的话 不由转头看了对方眼 这句话 他不完全能听懂每一个字 但核心意思 还是掌握住了 男人跟江森对视一眼 看着江森鼻子以上的眉眼 额头 瞬间就判断出来这祸 是个帅逼 并本能地认为 男人越帅越下流 无耻 肮脏 淫健 臭不要脸 会勾打他闺女 立马就眉头一皱 露出一个不屑的眼神 把头转过了一边 大声用不标准的普通话 对他老婆说道 我早知道安安要去深城读大学 这两年的钱 就投到那边去算了 在他学校旁边弄快递 开个酒店 长期留个房间 给他 什么事都不用他自己动手 省心省力 炫富 低级土味炫富 这就是中年男人 对江森这种年轻人 最后的倔强和反击了 吹牛逼 江森心里呵呵一笑 同时忽然有点后悔 自己居然忘了买个MP4 话说他们这代人上大学 笔记本电脑 MP4和数码相机 可是入学三件套啊 不管有用没用 但估计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孩子 上学时起码保有其中的两件吧 还有些不懂事的小孩 家里条件不行的 也要硬买 哪怕数码相机略贵买不起 但笔记本和MP4 还是必须要有的 狗日的上大学 就跟外出旅游似的 垃圾大学的孩子 四年时间真的基本就是玩 笔记本电脑不是拿来打游戏 看片 就是拿来给学生会服务 MP4很多时候 也是当小说阅读器来用 text格式的长篇网文下载进MP4里 上课能看 躲在被窝里也能看 好看的小说 直接看得通宵 一眨眼就能混过去一个学期 某种意义上 江森上辈子读大学 那会儿之所以没有染上任何恶习 应该也跟贫穷有关 因为硬件条件不允许 这三件套 他当年一件都没有 所以 除了好好读书 日常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以至于后来 他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怎么发力 依然特么轻轻松松 就考上了研究生 默默回想 从当年考上大学到现在 差不多真是尔来二十有一年已 不光是时间飞快 甚至都换了人间 安安什么时候开学 好像九月几号吧 爆发户中年夫妇 还在嘀嘀咕咕个不停 江森听在耳朵里越发觉得过躁 他心里暗暗后悔 自己买了商务座 要是买个一等座 说不定还能安静点 而且要是他现在兜里 有个MP4或者MP3也行 好歹还能拿来隔音 听听音乐的话 时间也能过得快些 高铁这个项目 真是不理智啊 你看票价这么贵 才有几个人 坐 那些领导一拍脑袋 老百姓交的税 就被挥霍掉了 完全是面子工程嘛 速度比不上飞机 成本又比普通火车高那么多 你说真有急事 谁会做这个什么动车 名字听起来也古里古怪 老男人炫富完了 又开始抨击政府 江森假装没听见 不吭声 老男人又到 那些当官的 脑子就GDP GDP 老百姓的死活不顾 专门想着 怎么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GDP再高有什么用 这些钱 要是发给老百姓 每个人能拿到多少 老子每年交那么多税 给共产党 则则则则 不行啊 真的是太乱搞 人家外国根本不看GDP 人均GDP才是关键的 我们这么搞下去 将来真要完蛋 你看着 美国只会越来越领先我们 大哥 社恐患者江森听到这里 突然就憋不住了 你知道人均GDP 是怎么算的吗 正在指点江山的中年男人 把脸一拉 怎么了 江森按住椅子扶手上的按钮 慢慢坐直起来 望向对方 人均GDP 等于总GDP 除以人口 你GDP不涨 人均GDP涨个鬼呀 这两个数据 明明就是一回事 怎么外国谈人均就牛逼 我们谈总量就不行了 初中生都明白的问题 你每年交那么多税 你想不明白 中年男人被江森戳中痛点 脸色难看了半秒 立马不爽地反驳道 你懂个屁 我们多少人口 人家多少人口 我们每年这点总量增加 有什么意义啊 你特么才懂个屁 江森直接怒喷回去 中国现在每十年人口增长 百分之十都不到 GDP每年增速保八 每十年时间 只用两年不到 就把人口增长的坑给填平了 剩下八年多时间 每一天 全国老百姓的人均 GDP都在涨 怎么就没意义了 你特么就算是盖房子 也要先地基打牢了 一层一层往上盖 现在好端端的楼材 盖到十分之一 你就在这边逼逼赖赖 说咱们家的楼 没人家的高 你脑子呢 美国工业化多少年 我们工业化才几年 我们从建国到现在 不到六十年时间 走了人家多少年的路了 发展速度 快得跟特么做火箭一样 你还有的BB 还有这个动车的技术 接下来十年之内 肯定全球领先 我们把全国的铁路网 全都更新一遍 带动多少技术 拉动多少上下游产业发展 现在是全国绿皮 大家只能做绿皮 以后是全国动车 大家都能做动车 全国上上下下 每年那么多人在路上 就能省下多少时间 节约多少出行时间成本 你到时候 还怕没人做 还面子工程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 最多再过个十年 每日得法英 只有特么眼红的份 哼 老男人却冷冷一笑 童子老儿屁都不懂 你知道 修铁路的成本要多高 全国换一遍 等你全国换一遍 老子的孙子博士 都要毕业了 哼 江森也跟着冷笑 所以才说 你们越无知越自信 你知道 现在中国的钢铁产能是多少 特种钢技术发展到什么水平了 铁路基建的效率有多高 十年之内 全国铁路网换一遍只是骑马的 这个技术肯定还要输出到外国去 到时候不但国内要建 国外的生意 我们也要跟着一起做 你孙子根本读不到博士 我读到博士毕业就差不多了 你孙子到时候 最多小学毕业 可能连小学都毕业不了 你他妈再说句试试 中年男人怒不可遏 拍案而起 可江森现在也不是当年了 根本无惧肢体冲突 立马跟着站了起来 怎么的 试试就试试 一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 急忙站起来 拉住男人 干嘛呀 这有什么好吵的 童子老儿 狗屁不懂 还敢说 老子孙子小学毕业不了 大哥 你他妈什么理解能力 我是说 时间用不了那么多 就是 中年妇女一看 江森露在外面的眼睛 就觉得喜欢 胳膊肘往外拐道 你女儿都还没嫁人呢 你哪来的孙子 你个老娘客 中年男人转头就骂 江森觉得没意思了 白手道 算了 算了 大哥 这个事 我们就等着看 十年后 你看看情况 要是我说错了 我儿子小学毕业不了 这行了吧 要老子等十年 过十年 你他妈说不好 骨灰都没了 你他妈算个B呀 中年男人越说越过分 江森有点烦躁了 微微皱眉头 转过身来 打开书包 从里面拿出一张名片 递了上去 还给我名片 有多牛逼啊 中年男人沈笑着接过来 然后低头一看 看到上面长长的一串头衔 看着看着 笑容就逐渐僵硬住 东欧市作协理事 欧城区作协名誉副主席 欧顺县清联委员 东欧市二二军生物制药生态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 欧顺县政协委员 江森 难道是那个江森 他拿着名片 抬头看看站在他边上 这个高高壮壮的年轻人 不停低头 不停抬头 表情越来越惊诧 终于忍不住尖叫出来 你是那个写书的小白脸 草 这特么算什么偏方人设 大哥 我这个纯粹就是英俊 不是小白脸 你区别一下好不好 江森把口罩拿下来 那个中年妇女 立马尖叫起来 啊 是你 真的是你 我女儿老喜欢你了 大姐 你镇定一点 这句话 我现在一天要听两百遍 江森很是淡定 那老阿姨连忙又道 不是啊 我女儿真的好喜欢你 她还买了你的兔子 啊 江森有点猛逼 面前的阿姨满眼激动 冰冰 你的兔子是不是叫冰冰 江森的表情瞬间就变了 第365章 大小姐 啊 好嘞 午后三点 深沉繁华的市中心 依然烈日当头 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姑娘 扎着个简单的丸子头 热得满头大汗 面颊发红 左手拎着两个装着号称 今年秋季最新款 不知道什么牌子衣服的袋子 右手提着更加沉重的 好几斤水果 顺便还牵着根绳子 绳子后面拴着一头雪白雪白的兔子 一路沿着 仿佛全国各座城市 都有一条的中山北路 满脸郁闷的笔直前行 然后一路走来 原本就因为 天热没多少行人的路上 它所引发的回头率 大概超过200 就是人均至少回头两次 大部分人一开始会盯着兔子看 但男性的话 看着看着就会一边假装看兔子 一边看他那扭动起来 就非常让人挪不开眼的屁股 而运气更好一些的 跟他迎面错失而过的 还能在几秒之内 看到他的正面 素面朝天 皮肤不太好 额头上粉刺略多 但五官却很漂亮 气质可爱而乖巧 不过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他那同样夸张的上围 很配得上他的臀围 可以说全身所有的肉 都长到了该长的地方 并且因为花一样年纪的关系 腰身也不粗 大腿和胳膊也都很细 非要挑什么毛病的话 就是上下身比例差不多 以至于 实际有一米六出头的身高 看起来略有点矮 略有点微胖 但就是这样 对男人的诱惑力 也已经大到不行了 正宗地看着瘦瘦 抱着肉肉 更别说长相还那么甜美 安安很平静地 接受着四周围 这些色眯眯的目光 事实上 自打初三开始 凶猛发育到现在 他瘦到的来自同学 老师 高年级男生 他爸的男性长辈朋友的玩笑 已经多得数不过来 某些时候 他甚至觉得 要不是他家里具有钱 他爸又有点 不那么干净的地方社会背景 他搞不好 早就被人吞进肚子了 不过假设就是假设 他总归 还是快快乐乐 无忧无虑地长到了现在 而且 万幸从前几个月开始 他好像终于停止发育 日常生活需要承受的负担 终于达峰 心理压力 也跟着减轻了许多 每天用钢圈 撑着两斤肉 在路上走 看得女孩子羡慕 看得男孩子流口水 但谁又能知道 他们这些大兄妹妹的苦 奶奶的 太重了 感觉比手里的水果都重 走过一间小超市门口 安安拐个弯 就进了一条小巷弄 身后还跟上来一个 有贼心 没贼胆的小年轻 想搭讪又没勇气 就远远看着 直到安安又左拐右拐 很快就拐没了身影 他才暗叹一声 有缘无分 心里想着 安安那个走起路来 就很自然扭得恶努的屁股 遗憾地随便找了条小路 又往外面的大马路走去 国际大都会深城 和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 光鲜亮丽的城市主干到背后 总是永远藏着 规划复杂的小街小巷 无数平凡的城市市民 生来就无法选择的 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 他们极享受 这座城市 带给他们的骄傲和便利 也不得不承受 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的 巨大成本 家里住的房子 可能是很贵很贵的 动辄开价 就是数百万 但走进家里就会发现 装修一般不怎么样 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什么装修设计 而且家具也是几十年不换 甚至有些连化粪池 都没做的区域 居民们只能像几十年前那样 使用最原始的办法 来解决日常卫生问题 公厕边上刷粪筒 那都是常规操作 不仅如此 在这片灯红酒绿 富豪云集的冒险家乐园 普通人的收入 也是真的普通 或许可能比很多地方 确实搞出不少 50 乃至100 但归根结底 依然只是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而且这些地方的日常消费品 往往也不便宜 居民们不论收入差距如何 基本早就世代习惯了 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 哪怕真有一天发达了 吃东西也好 买任何东西也好 也依然会一如既往的 精打细算 在外人看来 这是死扣 在他们自己嘴里 这叫城市气质 但是 谁都应该明白 说白了 一切的选择 本质上 其实都是生活所迫 过日子 哪有那么容易的 李子和面子 对普通人来说 永远只能二选一 除非你家里 真的有矿 阿姨 我回来了 安安拐进一个 平平无奇的小院 院子不大 方圆二十来个平方 进门后 正对着的是一幢三层小楼 右手边 还有一幢两层小房 左手边是一片不大小的花坛 花坛边 还种了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 在寸土寸金的深城 这样的一座小院子 在当年 估计得是杜老板家的万莫林 才能住得起的 而现在 这一整座院子 被一个东欧式的死报发户 开双备价 直接买了下来 目的就是为了陪女儿在这里 读四年的书 为此 他们还把这院子里的三层小楼 上上下下彻底装修了一遍 别看外面没什么变化 可里头 基本就是死土豪级别了 二层小楼里 收了安安家不少钱 并且自愿成为安安家保姆的本地阿姨 听到安安的喊声 立马从屋子里小跑出来 顺手接过安安递给她的一大袋子水果 打开来一瞧 都是不便宜的东西 顿时 笑容越发灿烂 又买这么多啊 嗯 你待会儿 自己带点回去吧 给我留一半就好 好 好 我晚上回来睡 嗯 安安无所谓地硬着 蹲下来 解开冰冰脖子上的套子 顺便把院子的小门一关 兔子立马在院子里乱窜起来 安安一边说道 阿姨 等一下给冰冰吃了晚饭 再给她洗洗澡啊 在外面走了一天了 边说边朝自家小楼走去 阿姨忙问 你同学呢 别提了 全都放鸽子了 安安无语的要死 你晚上帮我去外头那家酒店点两个菜吧 绿豆汤还有吗 有 那你把水果洗一下 绿豆汤给我拿点进来 好 还有什么别的吗 嗯 想到再说 安安很自然地使唤着收钱办事的阿姨 每个月五千块的工资 就算给人当保姆 这边的骄傲老阿姨 其实也是愿意的 更何况 安安家还让他继续住在这边 这样 他儿子拿着安安家的钱买了婚房 手里甚至还能剩下不手 并且短时间内 阿姨和他儿子还能分开住 不会影响他们家族繁衍的造人伟业 而且待在这里 安安家光一个月的伙食费 是一万五打底 阿姨自己吃得也很好 另外 他还有自己原来的退休金 日子算是极宽裕了 而工作的话 每天除了做饭 无非就是帮安安洗几件外套 以及顺便照顾一下 那只基本上比狗都听话的兔子 哪怕拿出来跟人讲 也丝毫不损他本地人的脸面 毕竟雇主可是身家数益的大老板 深层的普通老百姓 就算再怎么眼高于顶 遇上安安家 这么撒逼不讲理的 也只能乖乖献上膝盖 而且话说 能把兔子养得像狗 光凭这点 这家人就绝对不简单 阿姨微笑 看着安安走进三层楼的大房子 马上就转身跑回他的保姆屋里 给家里唯一的大小姐 准备起了下午茶 呼 安安走到家门前 开门的瞬间 屋子里就跑出来扑面的冷气 从早上出门到现在 家里的中央空调就没关过 随手把门一关 在玄关脱了鞋 子子细细摆放好 然后换上拖鞋 他快步走到卫生间 很快里面就响起了淋浴的沙沙声 站在喷头下 安安闭着眼 只顾冲凉 那年轻而美好的身体 就像上天在茫茫人海中 精挑细选了数千年 才赐下的礼物 在浴室外的地板上 被他随手放进篮子里的 他的外套裤兜里 手机忽然响起 不够大声的响铃 被层层叠叠的衣物覆盖住 浴室里的水声和密闭的门窗 也阻隔了声音的传入 只剩下他自娱自乐 唱得很投入的歌声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爱要拐几个弯才来 我遇见谁 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拿着爱的号码排 我看着路 弄得入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总有一天 我的谜底会揭开 第366章 新起点 嘟 嘟 梁玉珠拿着手机 听着那头明明接通 却无人接电的长音 略微有点傻眼 没人接 平时响两声 就会接起来的 他略微抱歉地看着江森 一旁的安大海 却差点要急疯了 宝贝女儿居然十几分钟 都不接他的电话 这让他此时 脑子里 已经闪过一整部的犯罪剧 甚至差点连怎么虐杀歹徒全家 怎么当着歹徒的面 把他家里的老人小孩 全都弄死灭口 给安安报仇的步骤 全都想得一清二楚 开玩笑 他的宝贝安安那么漂亮 那么可爱 那么火辣 天底下 哪个男人看了不动心 要是落到深层穷逼的手里 那后果 麻辣隔壁的 还打个逼啊 安大海抓狂的大喊 快报警啊 赶紧打110啊 不会的 哪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青天白日的 梁玉珠很无语道 我上车前才跟他通过话 这才两个多钟头呢 两个多钟头 两个 安大海火急火燎 两个钟头出两百次事 都够了 梁玉珠忍不住了 你放屁 你才要出事 说不定在洗澡呢 他平时洗澡也会接电话的 万一就是没听见呢 你个老娘客 你再说句 啊 行了 行了 江森对这俩活宝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样的人 居然敢夸海口说 要在深层建个酒店 妈的 简直拉低他对有钱人的平均印象分 虽说每个行业 每个部门 每个位置上 都存在傻逼 并不算小概率事件 可真让他碰到了 江森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毕竟这样的傻逼 居然都能在深层建酒店 而他忙死忙活 好不容易搞出点知名度 甚至连新闻联播 都登上过十八秒 可现在兜里 却只有不到两百万 这特末就真的很伤自尊 江森直接背起书包 拉上行李箱 带着他的仙人球就要走 然后也不管这两位的宝贝女儿 是不是真的买下了冰冰 随口交代了一句 兔子还活着就行 那就麻烦你们家孩子 再帮我多照顾一段时间吧 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再去接回来 什么接回来 我女儿买了 那就是我女儿的 行吧 那你女儿还有兔子 还有你们全家都生活幸福 江森拉着行李箱 静止就走出了这个小包厢 然后走出老长的一段距离 直接让生了个软卧 耳边终于彻底清静 而就在他离开后 大概十几分钟 商务座那边的梁玉珠 终于听到了安安的声音 松口气的同时 狠狠白了安大海一眼 又高兴说道 安安 你猜我和你爸在火车上遇见谁了 谁啊 江森啊 你很喜欢的那个作家 啊 手机那头安安开始疯叫 梁玉珠又补上一句 你爸还跟他吵架了 把人给气跑了 啊 啊 安大海抢过梁玉珠的手机 我跟你说 那个小白脸不是个东西 嘟嘟嘟嘟 约莫半小时后 火车到站 江森从车上下来 很马里地出了车站 走到车站外 就看到有人高举着牌子 写着江森两个大字 然后 急急忙忙走上去 把口罩一摘 就接上了头 来接他的许师傅 是训练中心的管理人员 两人坐上队里的车 许师傅 直接就伸手道 手机给我 训练期间 只许用宿舍里的电话 和外界沟通 宿舍里有网络吗 江森不当回事 把手机交了过去 有 许师傅拿过手机 直接关机 然后封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 随手掏出身上袋的笔 写上江森的名字 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 一个钟头内可以上网 周六晚上七点到九点 江森道 竟这么人性化 就是这么人性化 许师傅回答着 把牛皮纸袋 放进自己的公文包 又问道 你过来之前 都练了什么项目 一百米 跳远 一千五百米 还有标枪 千球和铁饼 哦 许师傅又拿出个本子 随手记下来 身高和体重呢 身高一八六吧 体重大概一百四十斤吧 好些天没称了 嗯 有什么遗传病吗 手术史 过敏什么的吗 没有 目前没有 吃东西呢 有忌口吗 没有 吃史吗 啊 开玩笑的 呵呵 您真幽默 许师傅明显很想和年轻人 保持相同步调 然后用力有点过猛 涂增不少尴尬 于是这一路上 两个人也就没法再怎么聊了 随便说了两句 车内就安静下来 接着 车子大概开了有四十来分钟 下午五点四十多 将近晚饭饭点 江森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到了自己的主场 许师傅的状态明显松弛了不手 拉着江森先去训练出爆了的道 然后直接领着他去食堂吃了晚饭 吃饭的过程中 许师傅一直在暗中观察江森的饭量 同时 不少在央视体育频道里 才能看到的面孔 这时也探头探脑地走过来 好奇地上前跟江森打着招呼 纷纷开玩笑说 国家队居然来了个作家 以往最多只见体育界人士 出了成绩之后再出书的 今年居然来了个文化界人士 出了书之后 过来练体育 简直神奇 这话倒也没错 国内练体育的孩子 基本上文化水平都不高 好一些的相当于初中辍学 练出成绩后 才有机会回学校补上文化课 而没练出成绩的 可能一辈子也就是初中辍学 乃至小学都不到的水平了 所以别说写书 看书都特么费劲 有些运动员出名后 写点自传什么的 可能都是他人代比 只有极其少数的运动员 能凭自己的真材实料 拿到大学文凭 更优秀的一些 也不乏考上研究生 拿到硕士乃至博士学历的 不过终归是少数 这种文武双全的人物 从建国起开始算 新中国历史上 全部加起来也不多 奥运冠军加博士学历的 怕是两位数都不见得有 而且不光是中国 其实国外也一样 整个人类历史上 向来都是顶尖智力 和顶尖体力不可兼得 如有类似挂逼 必然都是轻始流明 晚饭过后 许师傅又带江森去了趟后勤处 领了门卡和饭卡 还有训练服和比赛服 顺便在这个过程中 两个人绕着训练中心走了一圈 就算是认过了路 你先回房间休息 等下可能会有几个教练来找你 明天早上七点出操 每个人都要来的 不要迟到 晚上早点睡 别熬夜 具体的训练 会有人专门给你安排 生活上的事情 你直接打我电话 内线号码9527 还有理疗科那边 明天会有人带你过去 先认个脸书 另外注意东西不要乱吃 尤其水不要乱喝 从现在开始 就喝我们给你准备的 房间里的热水 每天会给人给你送过去 许师傅一路絮絮叨叨 一直把江森送到 南队员宿舍楼的二楼 好了 进去吧 他把江森的行李箱一放 转头就走 江森愣愣看着许师傅走下楼 站在2020门前 仰头看了两秒 一刷门卡 听低的一声 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 但赫然就是连锁酒店的单间格局 环境相当不错 看样子 应该就是运动员除了训练之外 什么额外的事情都不用想 所有一切都有人服务 不愧是国家队训练中心 周到啊 不错 不错 这里就算是他人生的新起点了 第三百六十七章 搅局者 大作家 久仰久仰 卢主任客气 幸会幸会 江森刚在房间里坐下来 晚上八点不到 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敲门 田馆中心训练处的几个分馆领导 还有几个貌似来头不小 资历不浅的教练员 其中最出名的 莫过于中国非人的师傅 不过都只做了一小话 就笑盈盈地离开了 等这群人全都走完 最后才走进来一位大佬 训练中心的副主任老卢 不过鉴于江森和普通运动员身份区别极大 老卢从进门开始 对江森说话的语气 就显得十分客气 毕竟从最基础的人事关系上看 江森的个人档案 目前还留在曲江省考试院 并未转移出来 而且就算要转移 也是转去申医 跟国家队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 严格意义上讲 像江森这种不脱港 不脱产兼职选手 压根从身份上讲 他就不是专业运动员 目前最多只能说 他是国家队临时外部援助人员 简称国家队外援 而且这外援还不是普通外援 等过些日子 江森如果在国际赛事上拿到奥运A标 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国家队里 唯一一名非专业队的正式成员 再加上他其他方面的社会头衔 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力 老卢对待江森的态度 就更像是对待一位很珍贵的客人 你的跨栏目前是零基础 完全没学过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主要是先把技术要领学好 我这边会先安排另外一位苗教练来跟你对接 可能的话呢 最好还是在出去比赛之前 我们先参加一到两次的 国内中等级别的跨栏比赛 来适应一下场地 11月份 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 还有三个多月 我们争取看一下 能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不然 这一关过不去的话 直接去参加世界比赛的十项全能 那还不如 老卢欲言又止 江森却马上就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我知道 江森的到来 固然给国家队带来了很多希望 但同时 也切切实实地 影响到了许多其他运动员的切身利益 根据奥运会规则 每个单项比赛 每个国家最多只能派出两名选手报名参加 一个国家所有拿到奥运A级参赛标准的运动员中 只有两个人可以出战 国内选拔这一关就充满竞争 而接下来家门口的奥运会 中国对这边的田径水平 虽然还没追上国际顶尖 可参加奥运的A标资格 还是不至于拿不到的 退一步讲 就算真拿不到A标 无法拿下全部两个参赛名额 但如果能有两个人拿到B标 那么根据奥运规则 起码还能被施舍一个 而这仅有的一个参赛名额 对于运动员来说 意义到底有多大 就这么说吧 假设你从小就是个牛逼拉风的少年 人人都说你天赋一柄 脑门上有道五彩霞光 一直扑哧扑哧地从天灵盖里冒出来 将来必然拯救世界 然后到了十岁那年 你果然被体校选中 并一路高歌猛进 打败一个又一个对手 从是体校到省体校 从省体校到省专业队 从省专业队到国家队 终于在某一年 你制霸全国 拥有了代表国家为民族争光的机会 接着你终于来到国际赛场 发现赛场上 全特么是狗日的挂逼黑叔叔 其中最次的那位 水平都比你高出一截 这时终于你意识到 你确实干不过他们 拯救世界其实是扯淡的 拯救自己才是正途 因为这么多年 你为了拯救世界 完全放弃了像正常人那样 学手艺养活自己的机会 而如果在国际赛场上 拿不到好成绩 等退役之后 你或许连份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好在这个时候 有人告诉你 虽然你水平略次 但是如果能参加一次奥运会 哪怕拿不到名次 可凭借这段经历 最起码 你也能靠这往事到处吹牛逼 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体校教练 学校老师 乃至事业单位办事员的身份 这样 哪怕无法拯救世界 好歹也能拯救自己的无险一惊 你终于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每天兢兢业业 勤奋努力 牢牢地占据住国内投名的位置 并且顺利拿到了A标 然后你就日也盼 夜也盼 望眼欲穿 盼着奥运会的到来 在如此煎熬的岁月中 你咬紧牙关强撑着 终于慢慢地 奥运会越来越近 人生的曙光越来越亮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你以为自己能为晚年 混到一口饭的时候 却突然就不知道 从哪里杀出一个王八蛋 居然要顶替掉你的参赛名额 偏偏这个狗日的 他也不缺钱 他也不缺饭 他还有名 他还根本没有拯救世界的梦想 可是他就是要抢你的饭碗 而且 那些直接掌握着这个名额的领导和教练 还全特么地名着支持他 比王八蛋还王八蛋 那么这么一来 问题就出现了 换作是你 你恨不恨这种王八蛋 江森换位思考 仔细想来 当然是恨的 只是国家队历来思想工作到位 那些运动员 哪怕核心利益受到威胁 也不会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来 有苦 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告诉自己 这是为国家利益而牺牲 当然事实上 这么说 确实也没错 只是二十年苦练 到头来却发现自己 只是给挂逼当陪练的 而且即将失去 曾经拥有的一切 这种心情 想来 不管换作谁 心里都会纠结到不行吧 所以 到了这一步 其实领导也好 教练也好 当然 也就不可能 真的那么王八蛋 仅仅从做人的角度来看 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 谁会忍心 看着一个 努力了二十多年的年轻人 一下子落到连吃饭 都成问题的田地 尤其是近些年 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 这种事情 其实越来越少了 只是虽然现在的情况 已经没以前那么夸张 但有没有过 奥运参赛经历 依然会对运动员后 退役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有过这段经历 运动员退役后 搞不好能进高中 乃至大学当老师 当教练 而如果没有 说不定就是小学老师 日后工作方面的待遇 将可能天差地别 所以 江森这一来 为国争光是一方面 而挡别人的道 就是更直接的另一方面 江森多报一个名额 别人的名额就会旁落 你多吃一口 人家就少吃一口 今天 江森刚来 或许队里的不少年轻人 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刚才在食堂里的时候 还嘻嘻哈哈的 仿佛看明星似的 可等到明天 估计那群家伙 就是反应再慢 肯定也要回过神了 或许今晚上 他们就已经转过弯来 而卢主任 不过是敢在运动员们 反应过来之前 先来确定一些事情 江森到底要报什么项目 全都要 还是少数的姐们 如果各方面成绩都很好 国家队 当然以国家利益为重 让江森把所有的项目 都报满了也无所谓 牺牲个别运动员的利益 来换取国家荣誉 以及整个体育口的实际利益 管理层方面 肯定恨不能再搞一面大棋 光明正大的支持 但如果各方面成绩一般 去了奥运 也拿不到什么好成绩 然而 又恰恰比国内的老资格运动员 要好一些 那么这个情况下 到底该怎么安排 就非常考验人了 究竟是让江森去奥运会赛场上 装逼高兴一下 还是为自己旗下的弟子们 争取利益 另外就是 奥运成绩和全运会积分挂钩 目前看来 江森是曲江省那边的人 曲江省方面 为了树立自己今年马上要翻身 做体育抢省的形象 肯定会枉死了支持江森 那么部分曲江省籍贯的队员 说不定就要成为全运会政绩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 如果江森能顶替掉其他非曲江省省份运动员的奥运参赛名额 那么对曲江省来说 就是少掉了一大堆的竞争对手 这种算计下 曲江省方面 怕是要跳着脚 让江森报得越多越好 这么一来 接下来不管江森顶替掉谁的项目 对方运动员所在的地方队 势必都要跟曲江省方面撕逼 这点要是协调不好 以后国家队和地方队的关系 可就不好处理了 万一地方上直接愤怒了 有苗子也故意不送过来 那体育总局 以及下面的各中心 那还玩个地儿 很复杂 真的很复杂 今天是8月8月 距离首都奥运会 刚刚好只剩下一周年 国家队这边 几乎所有的项目 每个单项的参赛名额 全都已经定下来了 因此 江森这一来 既是爱帮忙的 可无形中也是爱搅局的 现在这件事唯一的解法 就是江森的成绩 如果真能让所有人都服气 吃掉几个名额 恐怕也没人会说什么 可怕就怕 上面或者地方上 会突然有人插一杠子 影响到整个国家队的和谐局面 先看训练成绩吧 江森听这些领导和教练们 旁敲侧击的一整晚 心里多少也有B数 见卢主任为难 很自觉地就退了一步 成绩差点意思的 肯定就不报名了 我主要也是奔着 自我证明来的 不能拿奖的项目 参不参加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 大家训练这么多年不容易 这些师兄们的难处 和忠心的难处 我懂的 我能上一项就行 哎呦 卢主任这一下可激动了 忙拉住江森的手 使劲握了握 江委员 觉悟高啊 江森笑了笑 客气了 应该的 江委员 那个先政协委员的头衔吧 这喊法 挺别致的 第368章 金牌稳了 利益 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省城待了一周 因为几乎所有人 都是或主动 或被动地围着自己在转 江森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时间里 倒是没怎么察觉到这一点 但来到国家队训练中心 第一个晚上 这种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 都是基于民和力的本质规律 就再一次明显地显露出来 更高水平的对抗 就意味着更激烈的利益纠葛 但想想也是 没好处的是 谁会拼了命地干到这份上呢 那0.1秒 0.01秒的提高 难道真的是为了突破人类极限 如果突破后没有好处 谁会日复一日地虐待自己的身体 睡个懒觉不香吗 躺下来歇息一下不爽吗 之前他高考的一分两分是如此 他写小说最引来的那些利益关系是如此 到现在 参加奥运会 其本质内核 同样是这样的 为国争光是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 而在这个共识之下 每个人 每个机构 每个层次上的人物 都有站在自己立场和高度上的考量 所有的利益分配 都是残酷 现实而赤裸的 全世界所有地方 每一个角落都如此 但也正因这样 才显出另外一些人能够舍弃自身利益的弥足珍贵 那些在戈壁滩上隐姓埋名一辈子的人 那些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归国的人 那些一生奉献直至生命之火熄灭的人 可问题是 世界上的多数人并不能这么活呀 国是自然无双 自然有足以奉献一生的超脱智慧与无上毅力 然而 绝大多数普通人 这一辈子 其实也就奔个过日子 图个活下去 自己都养不活了 还谈何奉献 世界终归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组成的 天才们拉着凡人往前挪两步 再挪两步 但步子卖得多了 终归也是拉不动 普通人有普通人过日子的逻辑 如果都不讲利益了 必然要饿死人的 重生这四年 从堪称全世界最偏远的山区到繁华的城市 从社会的底层一点点爬到现在 江森经历的越多 对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种种一切 就看得越发明白 都是为了生存 都是迫不得已 评价好坏 对错 没有太大意义 历史最大的意义 依然在于 我们是否存活下来了 以及是否有在这个过程中 吸取经验教训 江森感觉自己 快摸到某种状态的边缘 无论从什么角度上 他都逐渐开始 能往很大的方面上去发散 卢主任离开后 他花了半天时间去思考人生 甚至忘了自己 好像已经断更好几天 自打去到省城后 已经足足八天没有马字 直到洗澡的时候才回想起来 然后赶紧趁着九点半还没到 洗完后 抓紧马了三千字 然后将将赶着睡觉的点 躺倒了干净整洁 却略有点硬的床上 那么大一张床 居然垫的不是西梦斯 而是硬木板 简直了 躺下之后 江森很快沉沉睡去 然后到了次日早上六点 起床的哨声就响了起来 他一个打挺坐起来 愣了两秒 一下子想起自己身在何方 然后赶紧洗漱 穿上昨天刚发下来的训练服 拿上门卡和饭卡出了门 片刻后 就一路小跑 到了训练场 训练队男女分开 男队这边 江森没看到前世记忆中的熟面孔 眼下还留在国家队里 训练的基本都是排面 不怎么大的运动员 牛逼的像刘飞人那种 已经有自己专门的团队 每天的训练和恢复 都是为他量身定做 而他的同门大使 这会儿就不得不 跟着国家队一起行动 一块金牌 两种人生 不过江森 其实也认不出来 时间过去太久了 而大使的曝光度 也老早就不存在了 江森跟着队伍集合后 代操的教练随便介绍了一下 大家鼓了鼓掌表示欢迎 简单的欢迎仪式 就算完成 国家队的人来来往往 像江森这样 办到进来的情况不少 而办到离开的情况就更多 竞争很残酷 大家也都是国家队见过世面的 对明星也并不算太感冒 尤其江森现在称死了 也就是二线明星中的末流 大概就跟一些热门电视剧里的 熟面孔差不多 跟房龙 连结 润发这种大牌 还差得老远 在国家队队员的眼里 顶多就是看个新鲜 压根也算不得什么明星 毕竟国家队队员本身 那多少也是个人物啊 欢迎仪式完毕 一大群人热了下身 随后就围着跑道跑了3000米 热身过程很平和 专攻中场跑的 和练其他项目的人一样 全都跑得不紧不慢 江森也就混在里面 跟大家一起低调 将近40分钟后 等身体活动开了 也就到了早饭时间 江森就跟着这群队友们 淡淡然地往食堂去 一路上倒是有人跟他搭话 不过一来互相之间不熟 没什么话题好聊 二来 有些人心里已经有点犯嘀咕了 客气也就是脸上客气 心底里实在热情不起来 而聊得最多的 基本就是 我的老婆是女王 这群人居然有大半都看过 问江森会不会写点续集什么的 然后得到江森否定的回答后 就直接无话可聊了 7点20分左右 一大群人吃过早饭 马上就跟着各自的教练离开 待江森的苗教练找到江森的时候 食堂里已经没多少人 老苗个子不高 一米六出头 头发已经没多少了 地中海发型很扎眼 挺着个大啤酒肚子 要不是身上还穿着国家队的训练服 走在路上很难让人相信 他是为国家队服务的 不过说起来 他这个整体形象和李新贵 还真有点相似 只不过李新贵的头发还很多 而且 李新贵看起来比老苗更健康 昨晚睡得好吧 老苗笑嘻嘻的 一开口 居然连声音都和阿贵有点像 江森觉得颇为亲切 嗯 挺好 我看了下时间 八月底到九月初 大阪那边有个国际赛事 我们还可以争取去参加一下 你们地方队报上来的你的主项 是十项权能 又说你十项没练权 我看要是可以的话 我们去参加几个单项 先习惯习惯现场气氛也好 你的百米成绩和一千五百米 还有标枪和跳远 完全都是够格了 我们这边已经替你报了名 老苗领着江森 一边往外走 一边很直接地马上说重点 江森不由道 这能直接报名吗 我都没国际排名吧 可以的 老苗解释道 我们把你的最好训练成绩报了上去 你算是持外卡参赛 中国田连推荐一个新人参赛 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江森又问 那其他人呢 老苗似乎很自然就能听懂江森的意思 缓缓回答道 我们给你报的这几项 国内今年看 除了你也没别的什么人了 一百米倒是有几个年轻人 不过他们都已经拿到了参加资格 而且去了也拿不了奖牌 还不如先让一让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奥运A标 所以这一趟 除了熟悉环境 你也是带着任务去的 万一十项全都没练出来 报几个单项也好 江森点点头 所以这四个项目都报了 对 老苗道 本来想一次性多报几个 不过你其他几项的成绩 距离达标 还有距离 那位 江森忽然有了点八卦的小心思 老苗微微一愣 哪位 江森往前轻盈地抬腿一脉 做了个跨栏的动作 老苗笑道 过几天 他直接过去 说不定 你们能碰上 江森咧嘴一笑 没说什么 碰上了也不熟 尬聊也没意思 他这个死宅的社交能力 其实是复数来的 两个人边聊边走 很快走到了训练场 训练中心的露天体育场 共有三个 室内标准 训练馆也有两个 基本上每个项目之间 都各不影响 而且 大家每天也不只是练专项而已 还有各种力量 柔韧 体能的训练 不会一直留在田径场上 像30公里 静走和马拉松之类的 拉练地点 有时候甚至设在高原上 另外 其他城市 也有个别项目的集训地 所以 简单来说就是 这边的场地非常够用 而江森今天 差不多就是包场了 今天把所有的项目 全都从头到尾试一遍 苗教练道 你先热热身 我去叫人拿点器材 他说完 把江森扔在原地 往前走了一段路 转头就从一个小门走了出去 江森早上刚热身了一次 也不觉得 还有什么再认真热身的必要 随意地甩动着手脚 没过多久 场地上的人 莫名就多了起来 队员跟着各自的教练 探头探脑地走进来 也不练 不知道是来干嘛的 约莫二十来分钟后 老苗带着几个人 拖着一辆铁板车 哐啷啷地走了过来 十来个跨栏架 叠放在铁板上 后面还跟着一辆 放着标签 签球 铁饼 两个拖车的师傅肩上 还扛着一根长长的 撑杆跳用的杆子 江森看得有点恍惚 这些玩意儿 他都没怎么用过 居然就有人有胆子 让他去参加世界比赛 想想看 好像很玄幻 但是又完全是 非要类比一下的话 应该就是 郭静虽然没练过九阴白骨肘 但也不妨碍 他去华山论剑的 体育这玩意儿 主要还是靠身体素质 而他的身体素质 自然很特么 让人怀疑 他没有去干这件事的能力 对了 现在看来 他才是那个有一道灵光 从天灵盖里跑出来 人人都说 他要拯救世界的少年吧 好了 开始吧 老苗很直截了当道 先试一下铁饼 牵球和镖枪 江森微微一叹 哎 真是两个不友好的项目 几个工作人员 帮忙拿着器材 朝着赛场一端的投掷点走去 四周偷窥的那几十位 立马很自觉地就分散开去 站到安全的位置 江森先男后裔 先挑自己不擅长地来 拿起四斤重的铁饼 握在手里的感觉 就不怎么得劲 然后扔的时候 那转两个圈圈 再抡出去的手感 就更是有种 很不契合的别扭感 第一次扔出去 只有47米多 让在旁观站的 专攻铁饼的哥马 直接就放心离开了 就江森这水平 怎么扔都不可能影响他的位置 老苗看得也有些奇怪 嘀咕道 不对啊 你这个镖枪 能扔那么远 这个怎么才只有这点 刚才没发挥好 江森又伸展了一下四肢 拿过第二个 这回改用了 让自己感觉舒服 很多的 只转一圈半的姿势来抡 果然比刚才飞远了不少 另一头的人一凉 大喊道 56米4 诶 这不错呀 全等比赛能上1000分了 老苗顿时就乐了 再试试 不用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江森摆摆手 在绳里扔了两天 都是这个成绩 上肢力量稍弱 老苗记了下来 扔完铁饼 江森接着又试了下千球和镖枪 主向千球的哥们看了之后很高兴 面带微笑地跟他的教练离开 但主向镖枪的老兄 脸色就相当难看了 默不吭声地转头就走 他的教练 还安慰地拍着他的背 很是可怜 但老苗根本不管这些 完全当没看到 眼里只剩下江森 你这个镖枪可以重点练啊 铁饼和千球的成绩也不算差 两个加起来 差不多有2000来分 在全能选手里 算相当不错了 江森恩了一声 就跟着老苗往赛道上走 四周围观的人 神色也都微微凝重起来 江森1500米的水平 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 现在看来 力量是江森的弱项 体能和爆发力 貌似才是主项 扔完各种古代暗器 老苗让江森先缓了20分钟 20分钟后 才继续接着往下策 先跑了的100米 手动计时10秒38 把边上的一群人 看得略微有点流汗 这成绩 在今年的国内算是顶不错了 几乎就是专业 百米运动员的水平 十项全能的得分 也在1000分以上 再接着休息10分钟 跑个400米 跑完后场面更加失控 四周看热闹的人 开始骚动了 45秒61 国内今年最好成绩 专攻400米的那位老兄 直接脸色惨白 不过这一波跑完 江森也累得够呛 之前他在省队 连镖枪都练了 但一直就是掠过了400米 今天不跑不知道 一跑才知道自己 居然这么猛 45秒60多少分 老苗看得汗毛振振 忙问身边的人 身边的助手 急忙翻动 十项全能的400米平分表 用手指 在密密麻麻的单子上指着 突然惊呼 我草 又是一个1000分 老苗转头看看 泪成死狗一样的样子 眼神开始很不对劲了 五项比下来 江森的十项全能总分 居然超过了5000分 什么概念 十项全能现在的世界纪录 也特么才8893分 连9000分都不到啊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看着赛场四周 已经不愿意离开的同事们 低头问江森道 剩下的 明天要补明天吧 比赛也是一天五项 明天用最佳状态来试一下 不用 江森躺在跑道上 摆了摆手 给我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恢复了 一边说着 闭上眼 居然就早上越发滚烫的太阳底下 慢慢睡了过去 半小时后 江森自然醒过来 额头上还被热出点汗 身上披了件衣服 是老苗的 他一坐起来 老苗就立马上前关心道 感觉怎么样 继续 江森站起身 抖了抖四肢 然后走到阴凉的地方 拿过队里给他准备的瓶子 喝了口水 稍微行了航神 马上就走到赛道边 做好了准备 赛场上的助跑器 已经被撤掉 江森站到起跑线前 四周等了他半个小时的人 也都跟着紧张起来 紧接着一声哨响 江森立马就飞窜出去 三圈半略多的距离 转眼跑完 老苗按下手里的计时器 三分四十八秒七十九 不由大喊一声 好 这成绩虽然和主攻 1500米的专业长跑运动员 比还有差距 可是在全能运动员里头 已经算是相当拔尖了 1037分 边上的助手兴奋得满脸通红 要知道 这可是江森 在刚才短短一小时多时间里 比完包括400米在内的 五个项目之后 只休息了半小时的成绩 而在真正的比赛中 400米和1500米 这两项对选手体能 要求最高的项目 是分别放在第一天 和第二天比赛的最后进行 中间相隔时间 差不多24小时 选手有着更加充分的体能 恢复时间 所以如果到了比赛的时候 就江森这个水平 搞不好 再把成绩提高一到两秒左右 都不是没有可能 但苗教练更在意的 还是江森眼下积累的 十项全能总分 六项了 六项加起来 就已经是6108分 他的心跳 开始忍不住地加速 还继续吗 嗯 江森满头大汗 轻轻点头 稍微先休息一下 休息半小时 他脱下脚上的跑鞋 走到阴凉的地方坐下来 一直守在场边的人 这时也都绷不住了 纷纷围了上来 多少分了 6100 6项6100 嗯 那特么不是要破世界纪录了 不止世界纪录 老苗道 剩下四项钥匙都能这样 搞不好就一万分了 一万分 全人类花了上百年时间 把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 慢慢从5000多分 拉到04年雅典奥运会的 8893分 然后现在中国有个小伙子 上来就要奔一万分去搞 在场的所有人 远远看着又躺下去 脸上盖着衣服 在睡觉的江森 此时此刻 所有的语言 都无法形容他们内心的心情 天才 天才和凡人的差距 就真的这么大吗 他是曲江省 今年高考的文科状元吧 人群中 突然有人小声问道 这个问题提出来后 所有人先是茫然 茫然了几分钟后 就开始骂人了 麻辣格比亚 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吧 他去年写小说 还赚了好几千万呢 06年 06年 全球最畅销作家 他今年几岁 刚满18吧 中央台都采访了好几次了 我操 操 操 在一阵和谐的呼喊声中 等江森再次醒过来 时间已经是十点出头 早上的大太阳 已经把场地晒得滚烫 训练场的直道上 十个跨栏已经摆好 跳远和撑杆跳的场地 也已然就绪 两个横杆和底下的软垫 爆晒在阳光之下 只等江森过去宠幸 江森缓缓坐起来 不紧不慢 换上跳鞋 然后喝口水 走到了沙坑前方的助跑气泡点 稍微热身了一下后 也不用吹什么哨子 自己突然就加速狂奔起来 然后在跳板前二十多公分的地方 猛地一踩 整个人顿时腾空而起 高高划过一道抛物线后 重重落进了沙坑里 几个工作人员看得一愣 干嘛啊 来亮啊 江森一喊 几个人才纷纷冲了上来 老苗急忙跟上 一看结果 居然有八米三十六 直接嗓子都差点叫破了 国内顶尖了 绝对国内顶尖了 然而不等他兴奋完 江森忽然又来一句 等一下 刚才没发挥好 刚睡醒 节奏不对 说着自己就慢慢走了回去 老苗正愕然着 他的助手就先反应过来 连忙让工作人员 把沙坑填平 接着约莫两分钟后 随着全场一阵惊呼 江森就跳出了 他最近这段时间来的最佳成绩 八米五十四 新的全国记录 跟在一旁 练了十年跳远的哥们 看着沙坑里 江森留下的那个屁股硬 简直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你妈逼 不是人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过来 家门口的奥运会啊 就算是无名之辈 就算不拿名次 也会被镜头无限放大 本来都说好了 干完这票 就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从此不理会人世间的恩恩怨怨 结果你个狗逼 直接就把老子的盆 都给砸了 我特么练十年 练出一个金盘来 我容易骂我 老大哥在沙坑前蹲了下来 无比绝望地抱住了头 在场的人 无不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 有人同病相怜 也有人一声叹息 但还有几个 则是顾不得他了 现在 大家看江森训练 就有种排队等枪毙的感觉 剩下还有三项 谁知道接下来死的人 会不会是自己 几分了 七千三百六 老苗和他的助手 跟在江森身后 朝着百米跨栏的起点走去 听到这个分数 简直浑身都特么颤抖了 距离世界纪录 只剩区区一千六百多分 而项目还剩三项 这不是眼看着 都要破世界纪录了 什么变态啊 天又中华呀 江森还没跑 老苗就开始热泪盈眶 大使更是神色无比凝重 跟在几人身后 一言不发 万一江森要是一百一十米篮 都跑出国际水平 比 脑子里还在想东想西 远处一声哨响 江森就已经跑了出去 然后很快的 江森跑过一个篮架 左腿迈过 右腿勾倒篮架 但是身体协调能力 极好的马上稳住 再往前冲出十来米 再次高高越过 再带倒一个篮架 狂 狂啊 狂里哥朗 十个篮架江森代飞七个 其中还被绊倒一次 但终归一致顽强 坚韧不拔 等冲过终点线 时间已然是十九秒出头 就特么奔着二十秒去了 全场一阵安静 片刻后 忽然就锅造起来 这傻逼不对是吧 没练过吧 我日 跨栏都没练过 也感报十项全能 自信心这么爆棚吗 老苗看得嘴角抽抽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刚刚明明已经身在天堂 却又被一巴掌扇回了人间 多少分 三百五十六 总分呢 七千七 老苗沉默片刻 江森走到他跟前 微微抱怨 我日 跨栏好难啊 没练过吗 老苗问江森 江森点点头 嗯 今天第一次晚 我草 老苗嘀咕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在感慨江森的天赋好 还是在骂人 一路跟过来的大使 则是长舒一口气 先跳高 还是先撑干跳 还有力气吗 苗教练指了指远处 大太阳底下的跳高点 江森却远远地望向撑干跳的场地 反问道 那个东西 没专门练过的话 应该是跳不过的吧 老苗默默瞥江森一眼 你也没玩过 嗯 江森很诚实地点点头 还有跳高那个 被跃势也不会 你要不毛咕咕一下 我大概能跳多少 哦 老苗有点血压上来了 扶住了额头 算了 算了 我去跳一下好了 江森小跑着 朝着跳高的地方跑了过去 所有人顿时全都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正午的阳光下 江森在垫子前高高跃起 高抬的两条腿 以一个跨跃的动作 愣是从高高的横杆上方 轻松血液地飞跨了过去 然后一脸栽进了滚烫的软垫 训练场四周 全场静默 一米八 老苗的助手连忙报数 六百二十七分 总分八千三百多了 老苗看着远处 从垫子上走下来的江森 愣了好几秒 才缓缓吭声 稳了 奥运金牌 稳了 第三百六十九章 给世界留点面子 听说了吗 江森那个家伙 妈的别说了 老楚都快哭了 奥运名额没了 老冯不也一样 这十几年过的 我他妈真是服了呀 十项全能三项没练过 九项加起来 就八千三百多份 还特么才练了一个星期 就是恢复性练一下 他人呢 又去尿检了吧 这能不尿检吗 听起来都不像人 中午刚到饭点 国家队集训中心食堂里 就已经到处流传起 国家队的恐怖故事 大魔王将三目突然降势 一出场就把人类英雄联盟 天榜排行榜上 从第二名到第十名的选手 干掉一半 剩下只有撑杆跳 跳高和一百一十米 跨栏项目 因为有本命装备的保护 才暂时保住一线生机 大使坐下来后 心中仍有余悸 听着食堂里 鸡鸡哇哇的议论声 内心相当复杂 搞体育的人 最怕的 其实不是前有古人 而是有来者 随着年龄一天天的增长 每个运动员 只要身体健康 无灾无病 坚持不懈地练下去 早晚都会迎来 自己运动生涯的黄金气 在这段长则七八年 短则至少 也能有两三年的时间里 有些机会一旦抓住 人生就能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 并且很多时候 看着自己的成绩 一点一点地 接近世界顶尖选手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和随之而来的信心 简直是无以言表的 在这个 跟世界顶尖水平 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中 你甚至会不由自主地膨胀 认为自己 马上就能摸到 人类物种的运动能力极限 甚至将这个极限 再提高一丢丢 然而就在这种昂扬的状态中 一些运动员的心理情绪 也会逐渐由亢奋 转为焦躁 因为所谓 最黄金的年龄 显然同时也就意味着 运动生涯 在达到最巅峰时 即将迎来 无可避免的滑坡 那种爆炸的身体状态之下 所隐藏的 其实是极为紧迫的 必须马上出成绩的压力 而且最主要的是 如果你认为自己 已经到黄金期了 那么在你身后 必然就已经有了 一茶崭新粉嫩的苗子 每一个都年轻有活力 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磨拳擦掌 磨刀霍霍 时刻准备 从你身后赶超上来 踩着你的肩膀 奔向更快 更高 更强的远方 甚至当他们超越你那一瞬间 你或许连半点心理上的准备 都还没有 就是那么仓促 就是那么无情 前一秒 你还在期待自己 马上就要拳打世界冠军 脚踢世界纪录 然而后一秒 在你的身后 可能忽然冷不丁的 就会出现滚滚沉烟 那些更年轻 更强大的新生代 在从你身后跨越过去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会跟你打一声 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就陡然间被整个时代所抛弃了 你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他们一下子就变得离那个目标更近 你积攒一生力气 只为最后一搏的努力 突然变得无人问津 充其量 只能当作一个背景板 世界就这样 再也不围着你来转 你的一切荣誉和过往 连交接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转移到了 那些年轻人的手里 甚至他们得到的更多 再接着 你可能还会亲眼看到 曾经被自己奉若神明的目标 也被那些孩子踩在脚下 可能这个时候 你的黄金七人未过去 但是你的职业生涯 却已经提前结束 你奋斗一生所获得的成就 原来不过只是那些年轻人 征服世界的最下限 被前人所压制 不过追赶而已 可被后来者击溃 心态崩了 就基本再也补不起来了 在你黄金生涯最后的余晖中 你可能会收获一些 礼貌性的补偿和问候 但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你最终只能像个年迈的老头 坐在冬日的长椅上 看着孩子们在夕阳下 经历无限的奔跑 你会羡慕他们身上 花不完的力气 和更牛逼的前途 但更多的 你只会怀念若干年前 另外一个 无比生猛和张狂的身影 你知道 那是你失去的青春 绝大多数运动员的人生 大敌也就是这样了 唉 大使哀声叹气 心里也说不好 自己这辈子 到底能练到什么程度 听说飞人师兄 最近也越来越生猛 接下来的大阪田径市井赛 世界冠军志在必得 大使 苗教练忽然在他身前坐下来 食堂里 也随之微微声音一清 大使看到江森走进来 这个小伙子 一早上时间 就踩碎了好些人 好些个项目的青春 造孽水平 也算国际一流 嗯 大使奇怪地望向苗教练 老苗说道 接下来这个星期 让江森跟着你练吧 大使顿时就紧张了 有必要吗 他是全能项目啊 我这个训练量那么大 没事 老苗道 我现在不盼他练多好 能短时间内 跑进15秒之内就行 主要是学一下篮尖技术 他这个技术水平太拖后腿了 那跳高和撑杆跳呢 先一步步来吧 老苗道 他现在是8300的水平 跨栏再提高300分 跳高再提高300分 就是国际顶尖了 剩下的撑杆跳 只要能跳过去 世界冠军稳拿 大使微微点头 又鬼使神差地问了句 他不会转跨栏吧 这几年随着刘飞人的享誉全球 国内110米兰项目 热度简直爆表 以江森的能力 大使确实有点担心 江森会来抢果子 放心 老苗笑道 跨栏有你们几个师兄弟了 再说他时间上也安排不过来 现在只求他能入个门就好 进一步攻坚克南的任务 就不归他了 这话总算是给大使吃了颗定心丸 大使转头看着江森 端着满满一托盘的午饭走过来 露出心情难以言说的笑脸 但愿吧 这个家伙的底子 真要练起来 我看翔哥都要危险 下午练什么 江森端着餐盘 走到两个人身边坐下 老苗看看他 心里呼得闪过一个念头 要是江森真的把十项全能 都练得全能了 田馆中心接下来 又会怎么安排 一个人报七八个项目 那他妈取江省还不得乐风了 那其他省份还不得造反啊 那他妈美国人 还不对把江森的尿都抽干了 怎么了 江森问了句 啊 没什么 正说你呢 老苗露出了笑脸 接下来一个星期 你跟着大使一起练 去大阪之前 我们把跨栏和跳高的技术 基本掌握一下 撑干跳 就暂时先放弃了 嗯 行 江森点点头 给这个世界留点面子 说完低头就吃 老苗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狼吞虎咽 眼中的欢喜简直一出 这块绝世的蒲玉 即将在他手里 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第三百七十章 断网 午饭过后 江森回宿舍稍微休息片刻 下午一点出头 就又准时出现在了训练场上 带他训练的不是大使 而是大使的教练 也就是孙指导的副手 跨栏项目这边 主教练陪着翔飞人 去隔壁小日子本 过得不错的地方 提前适应性训练了 副教练就留在这里带其他人 同在的还有国家队 另外两名年轻的跨栏运动员 接下来有资格去大阪参赛的选手 基本都会在开赛前三天左右过去 能省下不少经费 作为菜鸟的江森 由于今天的训练项目 很跟其他三个专业运动员完全不同 同时因为有老苗和卢主任的嘱托 以及接下来的比赛任务 所以小灶就吃得顺理成章 跨栏项目组的副主教练带着他 两个人呆在场地的一角 从最基础的跨栏动作 开始边教边学 一整个下午 江森差不多就是对着两个跨栏架在蹦打 先是跨越栏架的身体姿态 接着是跨越前的步点节奏 再然后就是把两个栏架放在一起 一口气先跑两个栏架 控制栏间节奏 有一说一 从技术层面上讲 这东西其实不存在什么难度 顶天了就是肌肉记忆的问题 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 适合某个人的跑法 不一定就适合另一个 专业运动员可能会为了0.01秒的突破 会来回反复调整很久 不过江森是全能项目的 所以很多方面能凑合就行 反正对他来说 现在刚接触110米栏 不管是跑14秒还是跑15秒 乃至只有16秒 比起他早上那丢人现眼的19秒多 都是极其巨大的进步 并且每个参加十项全能的运动员 原本就有各自的优势项目和劣势项目 关键是总分能稳定维持在水平线上 所以死扣某个单项细节的意义 其实也有限 尤其是现在 距离奥运会开幕 总共连一年时间都不到了 就是江森在想怎么调整 时间上也已经不允许 总不能枉死了抓弱像 却把强像又给荒废了 所以换个角度看 十项全能 何尝不是十项全崩 每个单项都别想着 去赶超世界领先水平 心态平和地全面平庸一下 老老实实地 跟着身体状态和运动水平走 反倒说不定 能出更好的总成绩 下午四个小时 江森练练些些 进步神速 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跨篮姿态 经过专业调整的森哥 算是比较认真的 重新把110米篮跑了一遍 过程中 虽然已然感觉无比别扭 但篮架直到了两个 另外 篮间节奏和步频有点乱 最终成绩是16秒78 比早上已然大有进步 待他的教练 对他的悟性甚为满意 而在另一边 练完的大使 他们看着 心里头就有点下意识地 提防起来 虽然再怎么提防 也改变不了客观事实 怎么样 吃晚饭的时候 苗教练凑过来 特地问了下江森的训练成果 江森把成绩一爆 老苗立马就掏出 随身携带的评分表 刷刷翻了起来 16秒78647分 比早上多了300多分 所以 今年的跨栏训练任务 一下午就特么完成了 老苗目光火热地盯着江森 江森被他看得有点毛毛的 不由道 教练 你的眼神好淫荡啊 我知道 老苗道 我愿意 妈的我不愿意 你这样会让我吃不下饭 好 我滚 你不要生气 你好好吃 老苗说走就走 满脸哇哈哈 江森无语至极 晚饭后休息40分钟 40分钟后 又是全队力量训练 练到6点半结束 然后洗澡 7点集体看 新闻联播 7点半就解散了 各自在跟着自己的教练 去说点击战术之类的玩意儿 或者就是瞎聊 当然也有暗计划加练的 不过 江森全都不用 直接就回了他的202单间 回到房间时 昨天换下来的衣服 已经洗干净放在床尾 整个房间也都被清理和打扫过了 江森坐下来 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 但并不是忙里偷闲 而是几时间赶紧再马上两三签字 不然等接下来又是比赛 又是马上开学的 天晓得什么时候 才能有时间把这本书写完 毕竟他也搞不准 深医的课程到底多不多 学业压力大不大 哪怕大家都知道 考前突击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可江森这回也不敢拖大 因为他文科出身的关系 这回跟护旦的合约协议里已经写明 本科阶段是中医专业 想要保送中西结合的研究生 需要满足前四个学年 每年至少都拿到学校二等奖学金的要求 这对他来说 已经算很优惠的条件了 普通的深医学生 如果要保研的话 至少也得拿个国家奖学金才够行 江森对自己的水平不高估 也不低估 但跟有些能把整本书都被下来的变态相比 他在考试这件事上 内心确实有点虚 并且 如果要是把底线设定在 学校二等奖学金的程度的话 他接下来给自己定的实际目标 就至少应该奔着一等奖学金去 不然一旦失手 就连转环的余地都没有 上上个月牵斜一时 争取到的这条好处 也就特么的白瞎了 因而基于种种这些原因 他现在必须能码多少就码多少 等到开学后 他每天既不能逃课 下课了 还得再抓紧复习 不然想靠考前 突击在一大群护蛋高材生中 拿到二等 乃至一等奖学金 基本就是吃人说梦 以及顺带的 他还得抽空训练 读书 马字 训练 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高二上学期 2005年的那个 差点死掉的秋景 这么想起来 开学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回一趟村里 找马瘸子 要点救命用的补气药 不过吃药的话 会不会影响尿减结果呢 江森不想还好 一想起来 就感觉人生突然变得好复杂 麻辣的蛋 行好嘞 算了 不想了 他轻轻摇头 把脑子里的杂念甩出去 稍微屏息凝神片刻 房间里 就响起了霹雳啪啦的键盘敲打声 相比起前两本书 他目前手头这本 《我的老婆是女帝》 其实 创作难度最低 因为 完全就是无脑爽 每一段的故事构架都是一样的 先是宗门内部有问题 不是有人造反 就是有人胡闹 今天左倾冒进 明天右倾保守 可爱的女帝老婆 拿底下人没招 然后 忽然就有宗门内部问题 所导致的外部问题出现 然后就是喜闻乐见的内忧外患 接着 这时候软饭男主 就会爬上女帝的床 对他 进行过生理安慰后 再掏出外挂交给 亲亲好老婆 让他轰轰烈烈地解决掉外部问题 然后再斜着谷子气势 顺手把内部问题也解决了 接着经此一议 女帝老婆生了急 主角生了急 宗门生了急 宗门内部重要配角生了急 门派规模又扩大些许 又得到什么什么好处 然后因为这次势力扩张 内部利益分配不均 又有人造反 又有人胡闹 循环往复 再来一次 江森觉得 按这个节奏写下去 他这本书 至少能写一千万字 以每年一百万字的速度 等这本书写完 也就2017年了 正好赶上 IP泡沫最大 估值虚高 到时候 直接开个天价 再打了八折卖掉 转头等2018年 国内影视业寒冬到来 他就可以宣布 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谁在马字 谁是狗 很好 这个计划简直完美 略微有点一心二用地 敲着键盘 一个多小时后 江森顺顺利利 一口气马完四千字 然后检查一遍 改了不多的几个错别字 就拿出个U盘 额外被奋了一下 以防万一 啊 干完活 站起身来 伸个懒腰 转头看看时间 见距离九点 还有不到十分钟 他忽然就想起 许师傅跟他说的 每天晚上对里 能上网一小时 不禁心血来潮 就又坐了回去 打开笔记本的无线网 点开一瞧 果然有唯一的一个 无线网信号可以连接 不过不知道密码是什么 又只好再站起来 走到电话机前 拿起话筒 按许师傅说的 9527那线号码 拨了过去 那头多了好一会儿 许师傅才接起电话 只有几分钟就断网了呀 我明天还能用啊 也是 许师傅嘀咕着 把密码告诉了他 就是六个六 等江森回到电脑前 坐下来 时间已然是 8点58分 等江森输入了密码 连上号 时间更是直接 就跳到了8点59 我靠 我在干什么 花式浪费时间吗 他嘀嘀咕咕 登上QQ 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 房间里网速不快 过了好几秒 QQ才连上信号 然后刚一上去 右下角立马 就滴滴滴 可可可一片乱响 江森飞快地 把每个弹窗都点开来 挨个看都是谁发来的 见到其中 有个护旦招生组 王老师的好友申请 赶紧通过 再接着后一个 又是一个 有点面熟的头像 发来的好友申请 那头像是 很扭曲的一张脸 仿佛必加索风格 让人看着 十分精神不振作 这家伙 我是不是拒绝过一次的 江森仿佛对这人 有点印象 紧接着再一看 申请留言 顿时 眼睛又是一亮 江森 你的兔子在我手里 江森看到这行字 二话不说 急忙按下同意 那头的对话框 瞬间弹出 你是谁 江森飞快 打出三个字 发过去 随即不等那头回话 对方QQ的头像 却在下一秒 忽然变暗 我 深乘中山 北路后的弄堂里 安安坐在电脑前 发呆了足有五六秒 看着对面 变暗的头像 狠狠一咬牙 甜不知耻地回了句 我是你的女神 发过去后 内心无比紧张地 等了几秒 咦 怎么不回我 江森 二哥 森森 我是阿 我是二二君 骂的吧 主啊 奶奶的 断网了 深称电信 真拉姐 第三百七十一章 出征 我日 我的兔子是被分尸了吗 剁成两半 一半红烧 一半烧烤 剩个兔头 还能麻辣 江森关掉电脑 去卫生间刷牙的时候 脑子里 不禁又想起 昨天在动车上 遇见的那对 不知道是装逼 还是真有其事的 爆发护肤器 那个老阿姨 还说兔子 在他女儿手里呢 但总不会 他女儿上个月 加他一次好友被拒绝 这个月又来一次 江森是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存在偶然 这种事的 但凡偶然 首先 第一反应 就是必然有诈 搞不好 难道是那个 无良的宠物店老板 带着冰冰跑路之后 到处散布的消息 话说 冰冰脖子上挂的 那块房走 丢名牌上 确实有 他的手机号码 和QQ号码 现在相当于是 有两个人 向他声称 有兔子在手 那么 接下来 会不会有第三个 然后 这些人手里 会不会真的有人 持有冰冰 或者是冰冰 做的麻辣兔头 那么 如果自己搭理这些人 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会不会就是 做地起价 网络上的水那么深 万一上当受骗了 怎么办 万一被骗 钱倒是小问题 可是被人嘲讽 智商不足 纳特吗 就是面子问题了 尤其老子 现在还这么红 这么被人针对 如果这个事情 再被有心人 拿来吵一吵 吵成一个固定的梗 被造出森尸齐吐 智力堪忧之类的 当代成语 纳特吗 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 老子的曲江省 文科状元光环 不要面子的吗 陷阱 一定是陷阱 就算冰冰 现在真的在他们手里 妈的我也不要啊 区区一只 活得像条狗的兔子 哪有真的面子重要 你以为真的面子 只是面子吗 纳特吗 是无形资产啊 无形资产懂不懂 相当于刷脸 就可以吃饭的 爹 面子卡 这顿免单 有人请客 江森把牙刷和漱口被放好 看着镜子 自己模拟了一下 居然觉得还挺有意思 然后再洗把脸 洗洗脚 走出卫生间关了灯 往床上一趟 也就懒得再去想兔子的事情了 如果冰冰还活着 他现在的主人 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如果已经被做成菜了 那想他也没什么用 所以既然生意无忧 死意无患 那还想个屁呢 江森非常想得开得很快 就沉沉睡去 等到次日醒来 被集合哨一吹 俨然已经完全把冰冰的死活 抛到了脑后 反正现在他有仙人球 而仙人球和冰冰都不会说话 对心灵的安慰效果 那是一样一样的 随后几天 江森每天早起训练 晚归马自 天天马完后 时间都是九点出头 寝室里日常断网 与世隔绝 而随着2007年8月8日过后 全国地方对奥运会的呼声 也逐渐被唤醒过来 训练中心这边 更是支起了倒数365天的计时器 搞得全队的气氛都紧张兮兮 连带着江森也完全沉浸其中 很快的 一周之后 江森完成了他第一阶段的110米兰训练 训练成绩极其出色 基本上已经回回都能跑进16秒之内 成绩极其稳定 按国内的标准 已经是妥妥的二级运动员 拿到国际上 至少在全能选手当中 也起码是能拿700多分的中等水平 苗教练对这个成绩表示认可 接着又把全能项目 做了三天的恢复性训练 等到20号 距离大阪市井赛开幕仅剩5天 距离护弹新学期开学还剩13天的时候 江森终于开始了他的跳高 和撑杆跳的入门训练 苗教练虽然对江森的撑杆跳成绩 已经表示了明确的放弃 不过战略上的放弃 却不等同于战术上的堂岛认操 毕竟只要江森能跳过杆去 好歹多100分也是多 哪怕50分 30分也都是可以的 总比林弹要强 而跳高的话 江森的身体素质就摆在这 只要能稍微摸到一点窍门 不说跳过多牛逼的高度吧 但是过两米这条线 那可就是800分了 撑杆跳和跳高两项加起来算1000分 其余7项再提高到7500分 再加上110米篮的600分 刚好总分就能过9000分 打破人类历史记录 想到这里 苗教练仰头望向正挂在杆子上 跳不过去的江森 脸上的表情逐渐又垮了下来 教练 江森好像有点恐高啊 嗯 我看出来了 三天了 江森已经挂在高高的杆子上 和气线对峙了三天 明明插杆 起跳 翻身的要领都掌握了 可就是最后松手那一下 江森始终迈不过去 老苗 这不能怪我 实在是我没有从二楼楼顶往下跳的习惯 而且二楼楼顶 应该就是三楼的高度了 对不对 这项运动太残忍了 谁发明的 要不我们去田连搞他们不讲人权吧 江森从杆子上滑下来 还有脸对老苗逼逼赖赖 老苗很愤怒道 你这是思想觉悟还不够 还没有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决心 我们那时候训练 别说三层楼高的杆子 就是真的让我们从三层楼跳下来 那眼睛都不眨一下 好吧 江森无言以对 老苗也受了火气 叹道 算了 先去洗澡吧 等下大家要出发了 嗯 江森点点头 一眨眼的时间 他连个毛都还没练出来 市井赛的时间倒倒了 快步回到房间 匆匆洗了的澡 没一会儿 换上国家队外出对付的江森 就背着书包 拉着行李箱 另一只手托着仙人球 小跑去了训练中心的大会议室里 傍晚五点出头 中国田径队全体出征队员连晚饭都没吃 就齐聚一堂 然后听总局领导动员一番 就算是结束了试诗大会 因为近年来成绩实在差得离谱 此番比赛实在也无法引起领导过分的关心 仅有的夺经典现在也早就身处隔壁了 等着全世界好看了 所以领导就更没有什么话好说 记者什么的就更不用想 半个影子都没有 甚至这场逝诗大会的唯一焦点 居然是江森的仙人球 江森 你干嘛呀 带个盆栽去参加市井赛 领导 是幸运盆栽 有多幸运啊 这个仙人球遇上我 他至少能多活二十年 对一盆植物来说 你说他够不够幸运 飞机上能带吗 好像没说不能吧 算了 那就带吧 别影响比赛就行 一群人匆匆开会 匆匆散会 片刻后又匆匆坐上大巴 赶往深城的国际机场 江森坐在车后方靠窗的位置 傍晚时分 他看着陌生的街景 从视线中倒映过去 情不自禁想起 前两年跟校队出去打比赛的情形 其实现在的情况 也差不了多少吧 只是级别高了 就涉及到了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 逼格自然而然就被抬了起来 为国争光 在常人眼里看来 是那么光荣的字眼 但只有等眼下深处 其中才会发现 在具体的场景中 其实脑子里会去想的 并没有那么多 最主要的 还是事情本身而已 把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好了 自然而然就为国争光了 反之 脑子里一直想着为国争光 成绩却上不去 你能争个屁呢 物质决定意识 终归是 只要赢了 就说什么都对 为事情本身 天上多牛逼的光环都没问题 而要是输了 待背黑锅的时候 就只能力争战好 哪怕这黑锅的背后 还存在着大量的盘外招 但归根结底 依然是成绩的问题 敌人总能利用你的失败 让你遭受到比失利 还痛苦几十倍的打击 而避免这种打击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胜利 仅此而已 江森报了几项 车上忽然有人问道 然后不等江森吭声 苗教练就帮着回答道 四项 本来应该报五项的 四百米没报上 大使跟着又问 哪排有希望吧 有 苗教练很是笃定 跳远和镖枪都有希望 跨得够大的 是啊 这俩都不挨着 江森一开始 不会以为 十项全能就是报十个单项吧 真能连成十个 那就是超人了 哈哈哈哈 车子里嘻嘻哈哈地议论着 江森刚想接话 却突然看到路边有个女孩子 牵着一只雪白的兔子走过 他急忙打开窗户 探出头大喊一声 冰冰 草 你不要命了 苗教练吓得赶紧把他拉回来 小心脑袋撞掉啊 干嘛 我看到 熟人 江森挠了挠头 马路边被安安牵着的兔子 一下子人立起来 随即朝着大巴 飞快蹦出几米 却被又安安的绳子牵住 安安傻站在原地 看着那辆大巴 逐渐食远 表情不禁有些吃了 刚才那个寸头帅哥 是江森吗 他身上穿的那件 好像是中国国家队的队服 是不是 可是他不是来护旦读书了吗 怎么又进国家队了 安安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但是见冰冰蹦带了样子 这总不会错吧 十几天前 加上好友到现在 就一直没联系上 打手机也关机 他不会真进国家队了吧 啊 安安尖叫一声 赶紧转过身 快步往家跑 走路的时候 回头率百分之两百 跑起来回头率百分之两千 脑子里 嗡嗡激动地想着 二哥真的要去参加奥运了 是真的 第372章 我不看 妈妈 我们去大阪玩好不好 又去 不是刚去过吗 安安一跑回家里 查到接下来几天 大阪田径市井赛的消息后 转头立马 就拉住梁玉珠 开始撒娇 半个人扑在老妈怀里 挽住梁玉珠的胳膊 扭啊扭 蹭啊蹭 要是换成安大海 安安一般都不用开口 安大海就直接掏钱了 但是梁玉珠 根本不吃这套 这个看似很好说话的女人 其实做人极其有原则 要不然的话 如果没她看着 安大海的资产 估计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运气更差点 甚至说不定早就破产了 还没完够吗 安安不屈不挠 继续扭 梁玉珠淡淡说道 你过几天都要开学了 还有什么没完够的呀 安安道 这几天 鹿鹿他们放我鸽子啊 那又怎么了 你不也被洞放他们鸽子了 他们难道也非得 再出去一趟补回来啊 梁玉松开安安的胳膊 不想被他的那驼肉蹭到 哪怕是看着安安长大的 但是高中三年 没什么肢体接触 结果高考完就感觉 女儿像是变成个肉蛋 到现在 依然感觉很不适应 这个姑娘 发育速度和发育模式 都太过骨骼惊奇了 那回欧南住几天 陪陪你爸 安安立马嘟起了嘴 我爸 昨天才刚走 对啊 他昨天刚走 你现在就回去 你想想 他会有多高兴 可是我不高兴啊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想去大阪干嘛呀 看樱花 国内也有樱花 那边气氛好 梁玉珠忽然不说话了 盯着安安 微微眯起了眼睛 你不对劲 安安做贼心虚 不由一慌 我没有 要不我们一起去啊 我才不去 梁玉珠一口拒绝 出门一趟累死 还不如躺在这里 睡大觉舒服 安安开始讨价还价道 那你给我两万块 我自己去 去去去 张口就两万 你当家里的钱 是印出来的啊 没有 别说两万 两千都没有 对了 说起这个啊 你反正现在也不用住校了 我以后 每个月 最多给你两千 安大海一走 梁玉珠直接开始收拾女儿 就知道乱花钱 给那个什么春投票 花了五万 还是六万 我跟你说 这种事情 你以后想都别想 什么啊 安安都抓狂了 才没那么多 而且 我早都不粉他了 我管你粉还是面 梁玉珠道 你花掉的这六万块 从你以后的价状里扣 安安马上道 那我价状有多少 能预知吗 预知你个鬼 梁玉珠伸出手 摁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爸再这么宠你下去 我看你哪天 被人卖了 都不知道 你能够个狗屁的价状 我跟你爸 就你一个女儿 我们家里多少钱 以后摊上你这么个傻子 早晚都得便宜 哪个乡下人 安安想了想 说道 说不定也可能是山里人 我 你还承认了是吧 梁玉珠愤愤道 你谈恋爱了是不是 想跟人出去私奔呢 我没有 安安莫名的脸一红 急得跺脚 他都还不认识我呢 他 梁玉珠慢慢地 拎住了安安的耳朵 谁呀 安安的脸开始红 江森 安安憋着不说 我看你这几天 老往外跑 路上看见了 安安突然开口 刚才我看到他 坐国家队的车出去了 大阪田径市井赛 25号开始 你胆子不小 梁玉珠冷不丁一声怒喝 还想一个人追到国外去 出事了怎么办 你要在外面出点事 我跟你爸怎么办 见到了又能怎么样 人家说不定不喜欢你呢 安安倔强道 那也见了现在说 你发春呢 梁玉珠有点被气到 长得好看的男孩子多得很 你这是干嘛呀 电视剧看过了 感觉一见钟情 见到就要嫁呀 我跟你说 你爸对他的印象 一点都不好 别说他喜不喜欢你 他就算喜欢你 你爸也不会答应 关我爸什么什么 安安完全不把亲爹放在眼里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再说我知道他的时候 他长得还不好看呢 我对他是日久生情 梁玉珠有点想扔东西了 放屁 你们日过吗 安安望向梁玉珠 眼里忽然带起几分期待的笑意 仿佛是在说 可以日后再说 妈 你就让我去嘛 就去看个比赛而已 看完我就滚回来 我保证明年 后年 大后年 大大后年 我都不出去玩了好不好 两万 两万就够 死开 两百都没有 你先把给那个什么春花的十万块还给我 什么十万 这才几分钟就从五万变十万了 你放高利贷啊 哼 我们家主业就是放高利贷的 你不知道吗 那也不是十万 也没有五万那么多 那是多少 四万八 有区别吗 有 你让我过去找江森 我大学四年 每个月零花钱只要两千 这就是两千块的区别 安 安 干 妈 今天你爸不在 我看 谁能保得住你 梁玉珠走回卧室 过了片刻 拿出了鸡毛胆子 呜 呜 半个小时后 安安摸着屁股 趴在床上 哼哼唧唧 太狠了 梁玉珠女士下手太没人性了 幸好她屁股上肉多 被揍两下 还撑得住 可是就算这样 大阪也不能不去啊 趁着老妈 仿佛是跟阿姨一起出去买菜了 安安匆匆忙忙 收拾起了几件衣服 拎起行李箱 拿上自己的私房钱银行卡 一溜烟就跑了出去 梁玉珠女士的两万块 援助是别指望的 但幸好她自己悄咪咪地攒了二十万 虽然安安自己都不知道 这钱是怎么攒下来的 一小时后 当梁玉珠从外面回来时 安安早就已经跑到了机场 熟门熟路地买票 换牌 安检 登机 正好赶上最近的飞往大阪的航班 可惜 跟江森他们不是一个班次 因为太着急 他的这班飞机 比江森他们的 还要早两个小时 当他火急火燎地跑去追星的时候 江森他们一群人 正在机场的餐厅里吃晚饭 而在幸福弄的院子里 梁玉珠进楼一看 安安的行李箱不见了 打手机也不接 顿时就知道大事不妙 赶紧给安大海打了电话 然而那头除了一顿臭骂 也没有别的办法 梁玉珠没办法 只能赶紧打包行李 急忙追了出去 四十分钟后 梁女士匆匆追到机场 正巧就遇上江森他们也在管检 江森这回没戴口罩 一颗远古溜溜的寸头 在人群中格外耀眼 走过路过的大婶 大妈 大姐 小媳妇 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 没什么特殊原因 就是单纯的女人也好色 看着男孩子长得帅 就有点情不自禁 而梁女士就更加过分 直接就匆匆忙忙跑过去 拉住江森就问 孩子 你看到我女儿了吗 啥 江森满脸猛逼 梁玉珠慌张到 就是 长得很漂亮的 一个人 那个 她刚才从家里跑出来 专门去大阪看你 我不让她去 她是偷跑出来的 我现在联系不到她了 她强忍着不说 我女儿前突后撬这个词 江森自然更不知道 只是拿着手里的仙人掌 很莫名其妙道 我不知道啊 我都不认识她吧 女士 这位女士 你冷静点 领队的卢主任 和江森的教练老苗 一起走了上来 我们刚才从出门到现在 一直都在一起 没看到你说的 你家的那个孩子 你要不再打她的电话问问吧 我打不通啊 梁玉珠跳脚道 我都不知道 她上没上飞机 那这样 你先去换灯鸡排的柜台查一下 肯定有留下资料的 你确定她真出去了 你再做下一步打算好吧 我们现在是出去比赛的 你有什么困难 可以找警察 联系外面的使馆 卢主任好说歹说 梁玉珠也算是足够理智 立马转头 就朝换排柜台跑去 看着她跑远 卢主任不禁直摇头 看着江森的帅脸说道 你幸好 现在是还没出成绩啊 不然等出了成绩 我怕真是要有数不清的女孩子 想对你投怀送抱 江森立马正色道 卢主任 众所周知 我是个正经人 跟你正经不正经没关系 卢主任叹道 本事越大 诱惑越大 你高中有谈恋爱吗 没有 江森答 每天都在好好学习 我还是处男呢 队伍里一阵倾效 然后斗逼们就活跃了 其实我也是 我也是 我不是 你闭嘴 男队员注意点啊 大领储男是人生无能的表现 卢主任打住了这群逗逼的嘻嘻哈哈 然后一群人慢慢通过安检 轮到江森的仙人球时 工作人员稍微询问了一下 才放行过去 带动物的肯定不行 但植物虽然实在冷门 但确实可以放一马 等江森他们走过安检通道 在候机厅里坐下来时 距离航班起飞 时间已经不到二十分钟了 然后 江森刚坐下来 屁股都还没热 卢主任和苗教练 正跟他说着 出国注意事项 刚才的那个疯狂女粉丝他妈 就突然又跑了回来 直接在他身边紧挨着坐了下 我家安安坐早一般的飞机过去了 小伙子 我们前几天在动车上见过的 你还记得吗 江森转头盯着梁玉珠 认真看了看 哦 是你 认得我就好啊 梁玉珠算是松口气 我家安安喜欢你好久了 你可能不知道 他也算是 在你身上 花了老多钱 你的书我家里有两套 老家老房子 大别墅 里一套 这边破房子 小洋楼 里一套 我们那边宠物市场里 有个人说 有你养的兔子 我家安安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就把冰冰买下来了 雪白雪白的 跟狗一样听话 还挂了狗牌 牌子上有你的电话号码 对不对 嗯 这些话 江森在动车上都听他说过 梁玉珠 明显是说给国家队的其他人听的 他刚才在路上遛狗 不是 兔子 看到你们的车子过去了 回来就让我给钱 说要出去追你 我揍了他一顿 他就自己偷偷溜出去了 他要是在外面出了事情 你要负责任 江森想骂人 卢主任插话道 这位女士 你这么说 就强词夺理了 你闭嘴 梁玉珠才不拿什么国家队 不国家队的当回事 直接三个字 就把卢主任 这个副处级干部给镇压了 继续对江森道 反正我家安安 是笨着你去的 我先事先跟你说好 你要是不喜欢他 就不要招惹他 你要是喜欢他 也最好给我老实点 我家安安可不是随便 让人欺负了就算了 小伙子 明白 阿姨的意思吗 江森道 明白 别碰他就行 对 梁玉珠一点头 转头看着江森的脸 语气又慢慢和缓下来 可要是你们正经谈恋爱的话 我还是不反对的 但是要是开始了 就不能分手 不然我可说不准后果 他爸是什么脾气 你在火车上也是见过的 他爸为了女儿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江森沉默了片刻 在一群队友 充满八卦目光的注视下 很无奈道 阿姨 你放心 我保证 我不会喜欢上你女儿 我还有很多别的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现在没空想这些 梁玉珠盯着江森看了会儿 很自说自话的节奏道 等你大学毕业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不用了 江森道 本科毕业 我要读研 研究生毕业 大概25岁 也还行 我要读博 23岁以后 30岁以前 你应该都还有机会 阿姨 你这么来来回回的 到底几个意思 我说了 我都不认识你女儿 全世界 没有男人不想认识我女儿 你女儿干嘛的呀 你看到就知道了 阿姨 嗯 我不看 我们要封闭式训练的 第373章 什么时候 有资格那么臭 两个小时后 大阪时间晚上10点出头 江森一行人 顺利抵达目的地 下机后 江森的仙人球 被大阪方面没收保管 搞得江森 很是郁闷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特磨的 就放在国家队宿舍里算了 不是说特许了吗 国际运动员 这点面子都没有 中国特许了 这边没反悔了 最近是这边 好多作物的花期 要重点预防 跨境并重害 随队的翻译 给江森解释着 江森也很无奈 话说中国地方那么大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疆 两地气候植被种类 相差那么巨大 带个小盆栽来回 飞就没关系 而这边隔壁坐飞机 才两个小时就到 结果反倒不行了 这特么显然不是环境问题 其实是个政治问题 心里吐着曹 跟梁玉珠在机场外分道扬镳 这边的接应人员 早就准备好接送的车辆 江森上车后 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就抵达了他们落脚的酒店 到地方后 又是一通思想教育 和外出比赛 注意事项讲解 等到能躺下睡觉 已然是深夜十一点 而另一边 梁玉珠也终于打通 安安的电话 长舒一口气的同时 赶紧过去会合一处 老天保佑 这个春心萌动的傻女儿 总算没出什么事 不过话说回来 能单枪匹马地 在异国他乡 语言勉强通的情况下 找到住处 也算是不容易了 梁玉珠是让这边的 出租车司机和安安通话半天 才总算摸到了地方 安安这个三脚猫的日语 愣是从小到大字学成才 换做普通人家的闺女 哪有这机会和胆量 4日23号 江森他们早上10点左右集合 就在酒店的健身房里 开始热身训练 等到下午的时候 就轮到中国队 和另外三支参赛队伍 被获准进入市井赛的比赛地 做场地适应训练 漫长而紧凑的一天里 江森依然没能见到那位飞人 甚至不知道人家住在什么地方 只有大使和孙指导的副手 带着跨篮小组的另一个新人 出门了一趟 等回来的时候 大使就说 这回110米篮的冠军 应该是九成可能稳了 降飞人的身体状态极好 正处于巅峰 江森对前世这届市井赛的印象 基本为零 但只记得一年之后 降飞人确实是扑了街 然后遭千夫所指 万人唾骂 一直骂到2012年 又在下下届悲剧重演 事后虽然有恢复回来一些 也应该又拿了几个世界冠军 但是直到2020年前后 他的声誉才会逐渐挽回 仔细想来 倘若降飞人现在的状态 真如大使所说 如果奥运会的时间能提前一年 他所收获的 很可能就是三连奥运金牌 那样的话 就真的是青年过半就轻始流明了 但可惜 运动周期规律 也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伤病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走 状态什么时候达到巅峰 什么时候略微下降的问题 都不是单凭计划和技术手段 就能解决的 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 主要还是看命 就这样又过了一日 等到24号 江森他们早上和下午 又出门做了点热身和备战训练 下午四点过后 便不再继续 接着晚上五点吃过晚饭 六点半 全队人前往市井赛赛场 参加了开幕式 江森这才知道 原来市井赛还有开幕式的 而且居然还搞得挺盛大 比若干年后 在同一个国家举办的奥运会的阴间 开幕式可热闹喜庆多了 开幕式的时候 江森终于见到了中国队的领军人物 降飞人举着对齐入场 但一直到开幕式结束 两个人才说上了话 听你说 讨上户弹了呀 那以后 不是要户口签过来当邻居了 降飞人这一年性格开朗 对世界充满善意 没有架子 而且为人热情 上来一张嘴 就是自来熟的架势 你皮肤恢复得不错呀 你代言的那个驱斗铃 我也在用 不过 效果好像一般般 而江森当然不能上来就说 你一年后会扑 最好先休息个一年半载 放根剑一马 不然 很可能会被满场的降飞人粉丝 就地打死 所以虽然内心很冲动 不过还是憋住了 微笑道 那个驱斗铃是冒牌货 他们用我的肖像 是没授权过的 我正打算找个机会告他们呢 啊 不是吧 我感觉用了 都有两三年了吧 想飞人很惊奇道 我现在包里 还带着一瓶 我一直以为 就是你代言的呢 他们都说我逗逗 没了跟你差不多帅 胡说八道 他们懂个屁 江森很愤怒道 你但凡有我十分之一英俊 商业价值 起码都能再翻一翻 驱斗铃就找你打广告了 还盗用我的照片做什么 然后这段对话 就和谐地结束了 想飞人不再搭理江森 江森成功被全队孤立 开幕式结束后 晚上回到酒店 江森一面叹息着 翔哥日后的遭遇 又纠结着 要不要跟他说跟见的隐患 然而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凡人不该去干涉上天的安排 不过最主要 其实是不想把自己卷进去 万一 他今天好心多嘴 将来人家却还是出事情 指不定会不会怪到他身上 这种事 真的很难说的 人在走霉运的时候 埋怨对象 能甚至包括纸片人 什么我家小孩 之所以学坏打人被拘留 都是因为小时候 看了太多奥特曼 然后 奥特曼就惨遭下架 这种破事都能发生 更何况是真金白银的 涉及到 数额上亿的商业合同的 世界体坛顶级明星 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江森心里念着 默默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连上这边酒店 不算快的网络 一打开QQ 就又是滴滴滴滴一阵吵闹 江总 官司怕是打不起来了 有上级领导 说你这件事要淡化处理 这是正月发来的 看样子 一次性起诉三百多人 应该是又引发了某些方面的人 对某些情况的担忧 不过说实话 江森现在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些方面的哪些人 毕竟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欧顺县地方的公检系统 可能是不会反对的 甚至只会支持 应该最算拆开来办理 这三百件案子 也能让他们连续三年轻松 完成任务指标 毕竟欧顺县县总共就20万人口 这几年最大的案件 就是江阿豹在商场里耍流氓 第二大案 就是江阿豹在乡中学校长时颇大份 在网上追溯 就是江阿豹参与拐卖妇女 于是很多时候县里为了完成指标 都要日以继夜地寻找犯罪线索 实在凑不够指标 钓鱼也在所不惜 所以这三百件案子 对欧顺县县来说 那根本不是负担 而是资源 但如果有人担心 这些人被处理后又要上访 形成不可控的后果 那江森当然也可以理解 因此 如果是出于类似的目的 要求淡化事件 这个理由 江森肯定是接受的 只是问题在于 真的仅仅只是这样吗 要知道 现在这个案件可还没完 每次宣判 都是在进一步挽回他的形象 而从七月底到现在 至少人在深层集训的江森 是再也没听说过这件事的动态 部分人可能从那天开始 就已经在无限淡化了 但如果就这么一直淡化下去 指不定今后哪天 又会有人跳出来阴阳怪气 揭露当年被隐瞒的真相 再把舆论反转回去 所以 江森想了想 就给回了一句 在服从上级有关精神的前提下 继续做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工作 维护好法律的尊严 维护好社会的公正 过了五六秒 那头滴滴滴回道 那就阳凤英维 继续搞呗 江森继续回道 领导的话要听 自己的事要办 你他妈说自己不想当官 我觉得真是可惜了 都是为人民服务 没什么可惜的 草 郑月在那头笑骂一声 和郑月聊完 江森又点开下一个 蒋梦杰发来的 开学了吧 出去玩啊 江森摇摇头 半个字都没回 直接关掉 蒋女士已经配不上她了 思想境界不行 真要是喜欢她 那就直接来硬的嘛 看昨天那个小姑娘 直接坐飞机就跑来了 多猛 这个主动到 乍天的性格江森就很喜欢 不过也只是性格而已 真要谈恋爱的话 江森希望 最好还是蒋梦杰这种 这货就是这么贱 送上门的不要 拒绝了又觉得人家好 贱得简直抠脚 而说起 昨天那个连面都没见过的 生猛女孩 江森下一个点开来 就是安安的留言 我是你的女神啊 江森 二哥 孙孙 我是二二军霸的安啊 哦 江森好像有点印象了 原来是二二军霸的霸主啊 怪不得这么猛 那个贴吧 真是管得就跟粉圈大本营似的 来了就谈什么李克中 就是只要屁股不要脑子 谁敢说二哥半句坏话 管你是十级大号 还是多年老粉 直接就地近年删帖 眼皮子都不带眨一下的 萌萌还跟他夸过这个霸主 说是他混迹论坛 这么多年 看过的最牛逼的霸主 感情其实就是脑残粉家 全线狗是吧 想起安安千里 跨境追星的举动 江森给安安贴上了一个标签 然后仔细思量一番 给回了两个字 谢谢 除此之外 余下还有卫面之子 老孔 孔廷和吴臣发来的几条信息 卫面之子 代表辉哥 开了个签字三千元的高价 显然是辉哥认错了 老孔和孔廷 则是纯粹地闲来无聊 说了些无聊的事情 比方老孔的小说 四十八万字完本了 大结局是坏人食物中毒 而亡烂尾得很不讲究 孔廷则是问护 但大学难不难考 他明年高考 打算过来跟他作伴 江森不想打击他 就全都没回 吴臣说起了制药厂的事 表示一筹莫展 呼唤江森赶紧想办法 但是 江森现在能有个蛋的办法 可以说他为了 搞这个制药厂 现在连人生都豁出去了 你以为 老子为什么要参加奥运会 难道真的就是为了证明自我 别幼稚了 有了奥运冠军的光环 他才有谈生意的筹码啊 不然 以他签字三千块的身价 一小时就能挣九千块的人 为什么要干这种体力活 还不是因为 钱在收益更加巨大 唉 世上没人懂我啊 江森很惆怅 纵观全网 眼中皆是傻逼 关掉所有的对话框 他QQ也不想聊了 然后点开肚娘 查看了一下 大阪市井赛的消息 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 统统只有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降飞人 而关于他的报道 江森刷了十二页 只翻到一条小道消息 说个事情 我朋友是曲江省省队的 听说 江森现在已经进了省专业队 确实能力还是有的 不过 各项基本功 好像都很差 但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说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朋友亲口向我透露 他说 江森亲口承认 他喜欢的不是女人 妈的 我想吐了 我认 什么鬼 江森也同样被恶心的不行 直接点了个叉 妈的这种是真的 回应一个标点符号 都算老子舒 带着恶心 抓紧洗漱了一下 江森就抓紧躺下来困窖 明天早上 他有连续两场紧挨着的比赛 10点25分 1500米预赛 然后11点10分 就是100米的低轮 身体状态必须注意一下 也不知道到时候 会不会有记者过来采访 话说 一直跟着翔飞人的那位 咪咪眼女记者 叫什么来的 很熟 真的很熟 就在嘴边的 但就是一下子说不出来了 所以 翔飞人也是真的是厉害啊 居然能生生带红一个记者 这特么才叫世界及影响力 自己在网络上那点小打小闹 实在上不了台面 难怪后来那段时间 翔飞人被黑成那个德性 怕是敌人的资金 九成都放在他身上了吧 搞臭一个翔飞人 影响力 起码相当于搞臭50个江森 我什么时候 才能有资格那么臭 江森忽然就有点羡慕了 想着想着 就沉沉睡了过去 第374章 阴魂不散 森哥 不要紧张啊 我紧张个蛋 森哥 等一下注意节奏 我注意个蛋 森哥 你中午想吃什么 吃个蛋 8月25日 第11届大阪世界田径 锦标赛比赛日首日 江森早上7点半起床 空腹做完40分钟的热身 接着9点不到吃过早饭后 9点40分就抵达了赛场 20分钟后 完成赛前尿检 进入简陆中心之前 老苗开始不断地在江森身边嗶嗶 整个人完全无法保持淡定 虽然今天早上这两项预赛都并非江森的真正主向 可这回出发之前 江森还是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幻想空间 江森最新一次的训练成绩 1500米跑了3分39秒38 这个成绩虽说拿牌子想都别想 但是进第二轮乃至进决赛 真不是没有希望 这几年国内男子田径水平日益较人头大 如果在奥运会前夕 能有一个除强非人外的男子竞赛选手闯入市井赛的决赛 无疑将是一季极好的提振 全队士气的强心季 而且不光如此 江森的百米成绩目前也稳定在10秒30左右 如果能侥幸跑过第一轮 进入到进到第二轮百米半决赛 央视应该就有直播 话说世界百米赛场上 已经很久很久没中国选手的身影了 江森这次能这么顺利地持外卡参赛 与其说是白皮们给面子 但实际上又何尝不是抱着变相羞辱的意思 国际竞争这种事情 有时候也很是微妙 当一些人的良心坏掉之后 你甚至根本都猜不出 他们到底坏在哪个角度上 我进去了呀 简路中心外 江森停下了脚步 老苗地上保温杯 叮嘱江森道 进去后注意 别管谁给你滴水 你都不要喝 假装听不懂英文就好了 不可能的 我这个人这么坦荡 根本不会装傻 江森接过老苗给的水 喝上一口 润润喉 我会直接用F开头的字眼拒绝他们 如果是老黑 我就直接说 老苗急了 不要故意破坏国际关系啊 放心 放心 破坏不了的 江森扔下老苗 镜子走进了通道 这时同时遇上一个高高瘦瘦的老黑 走进来 立马咧嘴就笑 嘿 Friend Where are you from啊 那金瘦的老黑 有点茫然地看看江森 站在通道外的老苗 有点崩溃地捂住了额头 狗日的 那一看就是肯尼亚的大高手 你是不是找抽呢 然而没过几秒 令老苗难以置信的一幕就发生了 你18岁啊 好巧 我也是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好巧 我也是 肯尼亚 好巧 我也是 我老家跟肯尼亚差不多穷 江森跟这个名叫基普罗普的年轻黑人 聊了三两句 就开始勾肩搭背 射恐到一定程度后 在某些时候 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突然变成社交牛逼正 但当然 主要还是看跟谁 江森在国内跟陌生同胞们聊不来 可出了国门 一见到人种都不一样的比赛对手 就顿时有种 仿佛隔着屏幕在说话的感觉 而众所周知 只要隔着屏幕 死宅什么话都敢说 不过由于基普罗普的英语很好 江森没聊两句 就感觉聊不下去了 他的话太多 太长 江森的听力水平 有点跟不上 两个人各自完成简陆后 后场势力 气氛就略微沉静了下去 基普罗普也不说话了 跟着他的几个队友 开始双手合拳 闭眼祷告 其他国家的运动员 也都各个在那儿搞封建迷信活动 看样子 对自己的运动水平 都很是不自信 而江森就淡定 这回来 参加这边的市井赛 他的主要任务 还是在跳远和标枪上 另外 等这边的任务结束后 9月9日的国际田连大奖赛 才会轮到他再次持外卡 参加十项全能比赛 这两边的比赛 他只要能拿到奥运A标就好 对具体的名次和成绩 根本没要求 而拿A标这件事 对他来说 已经完全没难度了 正常发挥就行 十来分钟后 等一屋子的人 各自默念完他们的佛经 圣经 古兰经 江森感觉气势上不能输 高喊一声无量天尊 就跟着现场工作人员 一大群人乌泱泱 从后场室里走了出去 片刻后走上赛场 大早上的十点半不到 加上又是1500米的第一轮 看台上 连观众都不怎么多 只有守在采访区的 寥寥几波记者 还算让人感受到一点 来自社会的温暖 可惜 其中并没有东亚面孔 全都是白人记者 显然 国内那边 现在压根就没人知道 他来参赛了 不然 以他在国内二线明星的咖位 就算不派体育记者来 来几个娱乐记者也该的吧 江森在惆怅中 被安排到七跑线的中间赛道 这个位置不错 等下卡位很有力 他的右手边 就是基普罗普 小黑同志神色凝重 江森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没通过非洲高考 所以 人生只剩下跑跑跑 这一条路的苦孩子 不像他 他其实是来体验生活的 愣神的功夫 江森只听啪的一声枪响 比赛说开始就开始了 场面也没有欢呼声 只有老苗在看台边嗷嗷直叫 也不知道教练员上看台要不要买票 而且江森也听不到 10点25分 比赛开始三秒钟内 分散在起跑线后 十几个位置上的选手们 就立马在两条内侧道上挤成一团 江森因为过于激动 跑出去的速度太快 直接就抢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一下子就把自己架在了火堆上 加速也不是 减速也不是 只能硬着头皮领跑 但在显然还不具备绝对水平优势的前提下 这个战术极其不利 第一圈跑完 江森就感觉身后已经有几百人 从要他边上超过去 心理压力一上来 节奏就更加乱得一塌糊涂 等到第二圈跑完时 几个老黑和小白就已经赶到了他的前头 第三圈开始 江森逐渐开始感觉吃力 可还是死死咬着前面的第一集团屁股 参赛的十几名选手 此时明显断开两截 原本从电视看根本没觉得 一千五百米的配速有多快的江森 此时终于直观地感受到 这群牲口的能耐 第三圈一会儿过 最后的冲刺铃声 叮叮叮疯疯狂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江森终于感觉来劲了 不怕跑到死 就怕没个完 但只要终点再望 不管身体上多大的痛苦 他都可以承受 我操 看台上的老苗一声惊叫 眼见着江森在前三圈 跑出一个国际顶尖配速后 拐进第三圈后 静又重新提速起来 最后一跑过半圈 江森一个接着一个 连超两名选手 一下子就追到了基普罗普身后 然后转眼拐过弯道 跑进最后的直道 江森知觉得浑身已经发麻 可还是一提气 朝着前方狂奔去 一气从基普罗普身边超越过去 最后50米 紧赶慢赶 在第一名和第二名冲过终点线后 一头紧跟着冲了过去 预赛第一组 第一名3分34秒68 第二名3分35秒56 第三名江森 3分37秒12 第四名基普罗普 3分38秒01 约莫四秒后 本组最后一名选手 以3分42秒的成绩冲现 这组水平只能说一般 啊 啊 江森 江森 看台上 老苗叫得有点吓人 而更远的地方 还有个妹子 跳得更加投入 叫得更加凶残 啊 啊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因为不知道 江森到底参加哪项比赛 安安早上八点就过来等了 因为猜测江森的主项是1500米 特意买了8月25日全天的票 等了一整个早上 终于等到江森出场 哪怕只有短短的三分多钟 还是激动的不要不要 他挥舞着双手 胸前抖得厉害 梁玉珠感觉到四周古怪的眼神无数 赶紧无语地拉住他 坐下 都跑完了 喊什么呀 安安嘟嘟嘴 随即又高兴到 他果然是参加1500米的 下一场是后天晚上 那就走啊 梁玉珠实在对田径比赛没感觉 而且 今天都是预赛 现场气氛也就这样 安安却不肯 盯着底下道 我再看一会儿 梁玉珠低头望去 只见江森跑完后 向前迈了几步 直接就躺了下来 安安看着江森半死不活的样子 不由担心道 妈 他要是死了 我不就守寡了吗 你倒是给自己都安排上了 梁玉珠翻了个白眼 已经不想搭理他 只能不停地劝自己 轻生的 轻生的 老了还要靠他照顾 还要等着活下蛋抱外孙 好气啊 为什么生的是女儿 看台上几个人 各自兴奋和激动着 赛道上 江森半天都没能爬起来 他也不知道 自己跑得怎么样 但感觉上 这应该是自打2005年 他参加全市比赛以来 距离跑死 最近的一次了 脑子里还在一片空白 基普罗普却已经先缓过来 显得比江森轻松的多 走过来弯下腰 用拳头碰了江森的胳膊一下 江 我记住你了 你是个好对手 嗯 江森这才缓缓坐起来 基普罗普又道 下场见吧 你的加速冲刺很快 不过 我不会再让你超过去了 说完咧嘴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静止转身就走 江森坐在地上 缓了又有两三分钟 才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站起来 下一场马上就是 男子白米预赛的比赛 江森不用他叫 也得赶紧先去做尿检了 两场比赛就这么紧挨着 实在是太赶时间 感觉如果再多报几个项目的话 验尿可能都要验到尿血 江森心里嘀咕咕着走出赛场 老苗和卢主任几个人 立马围了上来 各种给他喂水 喂糖 擦汗 按摩 行了 江森被摸得有点恶心 把他们驱赶出半米之外 卢主任还在那儿 油字激动个不停 好 下场再好好发挥 争取白米 也能跑进半决赛 江森淡淡恩了一声 但却敏锐地感觉到 身体好像有点疲惫了 刚才那一下子 短时间内 线立体超负荷工作 释放了太多的能量 微观的细胞生物学层面上 细胞器经不起这么折腾 解剖学层面上 肌肉也有点酸痛 生化层面上 生化就算了 妈的忘干净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个逼就不装了 反正总而言之 估计跑不出什么好成绩来 又一个二十分钟 安安和梁玉珠 已经出了赛场 却没能在赛场外等到江森 而再次完成厌尿的江森 则在比赛开始前十几分钟 才换上定鞋 回到简路中心的后场室 后场室里 几个刚刚看了江森 跑一千五百米的黑哥们 见到他 都不由得面露奇怪 嘿 Bro 你走错地方了吧 没有 这是我的奸向 江森拿了号码牌贴上 然后也不管还剩几分钟 立马在场椅上趴下就睡 就几秒钟的功夫 就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后场室里的一群老黑们面面相去 看不懂这个亚洲人 到底是几个意思 好像国际上 从来也没听说过 一百米和一千五百米 能奸向的吧 除了十项全能 或者七项全能的选手 可是 全能选手的单项成绩拎出来 那都是垃圾啊 各位选手 请就位 江森根本没来得及睡几分钟 就被工作人员又喊了起来 那白人工作人员 目光很古怪地看看江森 仿佛是认为 江森服用了什么理论上 不许服用的东西 江森当然也不以为意 跟着一群黑叔叔走上赛场 早上十一点出头 场边的记者 人数比刚才又稍微了一点 哪怕是一百米的预赛 受关注程度 仿佛都有其他比赛 至少半决赛那么高 江森被分到第四道 稍微拍了拍胳膊大腿 听到指令后 走到了助跑器前蹲下来 然后伸展四肢 做好了起跑姿势 随即几秒后 场边忽然一片安静 裁判拿着话筒 说了声预备 八个赛道上 江森八个人屁股一撅 紧接着只听喷一声枪响 江森瞬间本能地一蹬腿 整个人半贴着地面 冲出气跑线 在一阵风驰电车中 感受着四周 黑叔叔们的勇猛 听着场面的惊呼声 眨眼间 一头就冲到了终点 小组第七 成绩十秒二十九 算是这段时间以来 个人第三好成绩 可惜 还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江森直接把号码排一丝 边上走过来一个黑叔叔 拍了下他的胳膊 年轻人 你太贪心了 江森无奈地摇了摇头 战术失误啊 中午饭点 赛后因为被首轮淘汰 总算不用被逼尿的江森 跟着全队返回酒店 车里头气氛不太好 男队除了江森之外 本日其余项目全军覆没 女队也只是磕磕绊绊 有几个项目进了第二轮 但明显进决赛的希望不大 江森感觉又唾磨的 好像回到了18种 卢主任在车里头很是懊悔 不住跺脚道 我说 江森就不该练什么实相权能 所有精力 全都放在白米项目上 搞不好能拿个白米奖牌回来 田径比赛 奥运赛场上的明珠 白米短跑 田径赛场上的明珠 如果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队能拿一块男子白米奖牌 意义上 估计能顶好几块 砸向的金牌了 卢主任的说法 显然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 但是 这话显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毕竟 曲江省方面肯定不同意 什么白米不白米的 换算成全运会积分 那才是多少 江森当然就应该拿越多金牌越好 就应该能拿什么金牌 就报什么项目 十项全能最稳 那就赏十项全能 其他的什么白米短跑 如果只是为了进决赛 而不是为了拿金牌的话 那就该理所应当地放弃掉 什么中国当代体育历史上的里程碑 这种玩意儿 曲江省体委肯定要表示 很不屑的好吧 什么里程碑 都不如真金白银的积分和成绩重要 所以 卢主任也就只是稍稍这么一说 就不再深入讲了 国内体育口的各种利益纠葛 实在太多太多 根本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 田径这块因为成绩不佳 油水不大 眼前也只在全运会的时候 才能起点拨篮 但篮球呢 足球呢 有些东西 不用说得太轻 所有人心里就全都有数 世上的事 凡事能做大的 必然就是一门生意 就算目的不适 但心态上也必然的事 不然根本应不到最后 回到酒店 江森先去做了理疗宾夫 一直到中午12点多 才吃上饭 而与此同时 北京时间11点出头 国内的体育媒体 都还没收到消息 网络上 却先悄然流传 开了这么一条新闻 大阪田径市井赛首日 江森持外卡参赛 男子100米预赛第一轮 成绩小组第七 遗憾淘汰 消息一出 全网顿时一片骂声 不行就别去 非要装什么便 脸都丢到国外去了 干嘛不把机会让给别人 垃圾 一直这么骂到下午1点左右 各大网站 才后知后觉的 发布了今天的赛事情况 江森的百米失利消息 大规模建筑头版 而他闯过1500米 第一轮的事情 却基本没人去提 敌人阴魂不散 第375章 深厚的压力 还吹牛逼说 要证明自己 江骗子 我可去你妈的吧 你真当自己开无敌啊 江森胆子是有的 可惜就是能力跟不上 有一说一 作文写得确实烂 市井赛第一天结束 国内网络上就沉扎泛起 江森晚上在房间里 翻了一小话 马上就很理智地关掉了 看这些东西 只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再者说他又不打算回应 所以看不看其实都一样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 无非也只能证明两件事 就是他一直以来 都很明白的道理 第一 你越牛逼 这个世界就越不会放过你 第二 只要你输了 你说什么都没有 这个世界永远永远 都不会为弱者辩护 人只有首先 自己强大了 才能获得帮助 放大了讲 对一个国家来说 也是一样 关掉网页 江森老老实实 码自己的字 后天才是1500米半决赛 明天他可以休息一天 另外100米被淘汰了 其实也是好事 他可以剩下不少时间和体力 搞什么啊 这群神经病 怎么还没完美了的 大阪的另一家酒店里 安安翻着和江森 刚刚看过的 一模一样的网页 眉头紧皱 同时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江森居然早上 还跑了个100米的预赛 难怪他在体育场外 等了半天 都没等到 国家队的队伍出来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种舆论风向 他可忍不了 立马跑到自己的粉丝QQ群 把江森早上1500米 跑进第二轮的消息 发布出去 这个群里的姑娘 都是他给春哥 当义务粉头时 凭义进人攒下的 可惜 后来粉丝中 出现了职业粉头 靠转中奸商 甚至还特么想 把他约出来钱一下 所以 安大小姐 当然不可能 再继续给春哥打白宫 二话不说 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而且很仁慈地讲 要不是他心慈手软 他完全可以 把这事告诉安大海 而安大海手底下 可是真的有当年 没被毙掉的 几个亡命之徒 虽说现在都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了 但想把一个职业粉头 倒掉起来 抽到小便失敬 这点小活 还是轻轻松松 根本不存在操作困难的 全都拉黑 一个不留 安大小姐在群里发号施令 群里的 鹿鹿小天使 七七小可爱 等等既不天使 也不可爱的货 就立马把事情转发下去 发到他们各自掌握的 二级群里 东欧市 深城 首都 秦淮 熊猫之乡 一张由一群 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小姑娘 组成的舆论空评网络 未然已经成型 等到晚上9点多 江森马玩6000字 躺下的时候 国内网络上的舆论风向 已经稍稍被掰回来一点 江森虽然第一轮被淘汰 但已经跑出了今年到目前的全国最好成绩 不是江森抢了谁的名额 而是没有人能替代江森 江森1500米 跑进第二轮 怎么没人说 他今天两个项目 1500米结束后 不到40分钟 马上就是100米比赛 体能肯定受影响的 你们别跟我说什么40分钟够恢复了 那对你们这群连业余比赛的都赢不了的垃圾来说 别人是参加国际比赛 胜负都是在0.1秒的刻度上的 影响的就是这么顶点 傻逼 懂吗 反击的力度有点强 不知道受了哪方面前的水军 自然也不甘示弱 接着没一会儿 话题就被胡搅蛮缠到江森 控告网友的事情上 明明是盖棺论定 连欧顺县公安局都正式立案了的事情 到了这群满地打滚的人嘴里 仿佛又成了多骂 仗势欺人的行为 两边于是又开始围绕这件事 到底合理不合理 合法不合法展开新一轮的对喷 而水军们别管学没学过法律 这一刻 每一个都显得好像能把整本 刑法背下来 好久好久没出现过的15人律师团队 也趁机出来装逼了 顺便还带上了方扎 这条老狗果然未不熟 现在高考作弊案件尘埃落定后 转过头来 又帮着水军继续咬江森的作文水平不过关 顺便嘲讽江森企图靠体育在互旦混学分 是学渣做贼心虚 寻求其他毕业渠道的表现 并把江森跟美国大学里的黑叔叔篮球少年们等同起来 那白眼狼一般的操作 看得正月都惊呆了 老子不就是吃了两万块的中间差价 至于这么报复吗 再说你压根就不知道啊 然后小月月为了不给江森添麻烦 转手就给方扎又转去一万 让方先生维护祖国法律尊严 而方扎收到钱后 转头就喊上他的本家兄弟方黑昌方律师 立马调转枪口 去喷那些质疑江森报案的人 很快再次形成方扎 一人撕咬两头 水军也咬 二粉也咬的神奇局面 总之 这一夜国内互联网 再次为江森这两个字大动干戈 二二军反倒是逐渐没人提了 仿佛成了类似于小四那样的江湖称号 道上提起江森都功称一声二个 只有最老的一批妈妈粉和姐姐粉们 还心心念念着他们那个吃不饱饭的小二二 次日26号 国内的媒体终于开始从昨天的新闻中找到点感觉 关于大阪市井赛的报道 开始集中起来 江森早上训练 下午马自 等到晚上的时候 央视体育频道的晚间新闻 终于在时隔36小时后 才说起了他100米预赛和1500米预赛的情况 但都只是一两句话带过 甚至连现场画面都没有 只播放了一张江森100米预赛时充现的照片 照片不算太清晰 但能看到 江森大概落后第一名一个半身位的差距 显然这一组的实力差距都不算大 不过偏偏绝大多数人 每个人都刚好比江森快 那么一丢丢 如果换作是其他组别 江森搞不好 就真的进半决赛了 运气不好 两场比赛的间隔太短 受影响了 卢主任和苗教练 在房间里和江森一起看了这段新闻 电视里的主持人说完江森的成绩 又非常高兴地宣布 明天晚上7点40分 本台将直播本次市井赛 男子1500米半决赛的赛事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定好时间 准时收看 让我们祝愿江森同学 可以给全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惊喜 卢主任和苗教练 不约而同 转头看看江森 江森很科学地表态到 做最积极的准备 做最糟糕的准备 卢主任听完 觉得这好像不够气势 不由道 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获得好成绩 总得拿个A标吧 嗯 尽力吧 江森现在自己也说不准 反正昨天100米的A标和B标都没拿到 国内目前也没人拿到 不知道东道主有没有优待 但就算有 这个名额他肯定也不会去拿了 拿不到奖牌 还要抢人家的饭碗 太不地道 不过1500米跑到3分37秒多 倒是刚好拿到了B标 这也就意味着 就算接下来他其他项目全部实力 但是奥运会去跑个1500米的单项是没问题了 但最终去不去 还得看到时候的情况 现在时间还有一年 他接下来到底是集中训练哪个项目 以及国内还会不会有其他年轻选手冒出来 这些都是存在变数的 目前不好妄下判断 而且相比之下 接下来的跳远 标枪 乃至是400米 他的项目优势 其实都比1500米大得多 这个他原先的主项 现在看来 已然是鸡肋了 如主任和苗教练给江森打完气 就早早地拾去走人了 另一头 安安也终于通过渠道搞清楚 江森除了明天的1500米之外 还报名了跳远和标枪 只可惜 他9月3号就要开学 而江森标枪比赛的决赛时间 是9月2号晚上 一时间 要不要在大阪 住到开学前一天的想法 就变得有点纠结 然后 纠结了大概10分钟后 就一咬牙 决定了 爱他就要跟他死在一起 妈 我要住到9月2号 梁玉珠抄起酒店房间的衣架就打 安安被打得嗷嗷大叫 但就是宁死不屈 这一晚 江森马兹的时候 总觉得眼皮在条 写到9点不到 就干脆说公睡觉 然后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出头 他明显有点睡不着地醒了过来 独自去到健身房 就开始热身 晚点到的几个选手 个个都能看得出 他脸上的那种紧张 早饭过后 江森在房间里坐了一上午 强行逼着自己写了6000字 下午又去国家队包下的室内活动场训练了一下 同时看到 翔飞人也在 两个人对视一眼 翔飞人眼中充满杀气 既有对比赛的 也似乎有对他的 江森恍然间仿佛有点意识到 情况好像发生变化了 在他来到大阪之前 翔飞人是唯一的中国田径巨星 而现在 如果说翔飞人之前收获的关注度是99.9 那么现在 可能性就只有99 剩下那0.9 媒体已经把注意力分散到了他的身上 广义上讲 他和翔飞人 突然就成了某种竞争关系 想想看 体育明星的品牌代言 也是有生态味的 是不是呢 江森 你对今晚的比赛有信心吗 平日的一直围着翔飞人转的那个女记者 江森终于想起了她的名字 叫东娜 距离翔飞人预赛 第一枪还有两天多 央视的记者终于拿到经费 屁颠颠地跑了过来 并且在今天这个合练的场合 对几个稍微有可能取得成绩的选手 进行了采访 男队员这边 除了翔飞人和大使 剩下的也就只有江森了 还行吧 看发挥吗 江森活动开来 说话也放松了 反正水平就是这么个水平 1500米 不至于跑得比平时太差 也别想突然超水平发挥 平常心吧 平常心就好 那你觉得 跑进决赛的希望大吗 你这个问题 跟刚才那个 不是同一个问题吗 还是平常心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听你的教练说 你的主项 其实是十项全能 我们都知道 十项全能里头 也是有110米篮的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 能有机会 可以跟翔哥 PK一下 不是 这不是一个概念啊 江森笑道 要是我有这个能力 跟翔哥 PK 我干嘛不直接去跑 110米篮多好 现在我们大赛当前 你问这个问题 说实话 是有点影响我们对内气氛的 我们就算要PK 那也是为了互相促进 形成这个良好的正反馈机制 而且 你不要忘了 现在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来战斗的 要同仇敌开 你这么问 不是搞坏我们的战斗气氛 搞坏我们的队友关系吗 嗯 是这样吗 当然是啊 那好吧 祝你晚上比赛顺利 取得好成绩 谢谢 江森接受完采访 转头就跟着老苗走了 一边还吐槽道 现在的记者 水平一年不如一年 妈的主次矛盾搞不清 对立统一搞不懂 什么都知道 就会拿个棍棍装逼 瞎及不问 是这样的 他们传媒的高考分数线才多少 老苗 反正就是 顺着江森的话说 现在两个人 已经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之前一开始 他还只是江森的临时教练 可现在 呵 谁敢碰他江森主教练的位置 他苗公宽就跟谁拼命 江森下午短暂的训练完 回到酒店 很早就吃了晚饭 然后马上三千字 开始静待比赛开始 而东纳对他的这段采访 则很快就传回了国内 晚上六点钟 江森的1500米第二轮比赛 开始前一小时40分钟 央视新闻频道 播放了这段采访的剪辑版 放出来的效果很不一样 江森 你对今晚的比赛有信心吗 还行吧 看发挥嘛 反正水平就是这么个水平 那我们听你的教练说 你的主项其实是十项全能 我们都知道 十项全能里头也是有110米兰的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 能有机会可以跟翔哥PK一下 要是我有这个能力跟翔哥PK 我干嘛不直接去跑110米兰多好 嗯 是这样吗 当然是啊 那好吧 祝你晚上比赛顺利 取得好成绩 画面中的江森 看起来就像一个傻逼 哈哈 江骗子挺有自知之明啊 他也知道自己水平不行啊 这个记者也搞笑 江骗子有什么资格跟翔飞人比 给翔飞人提鞋都不配 提鞋有点过了 你太高估他了 是舔鞋都不配 对不起 我错了 说真的 他这么无所谓的态度 还不如别去 什么叫反正水平 就是这么个水平 没这个金刚钻 非要懒这个瓷器活 我现在对江森这个人 真的很不喜欢 这种人太自私了 晚上六点半 体育新闻才刚播完 互联网上对江森的恶评 就汹涌来 就连安安看着江森这段 接受采访的视频 也忍不住微微皱眉 幸好二二军吧里 人才济济 很快就有人看出蛛丝马迹 揭露真相道 明显是剪辑过的 故意把我家二 剪成这个样子 干嘛要这样 捧一个 踩一个呗 拿来给翔飞人当背景吗 哦 安安和贴吧里的人恍然大悟 放下这点小心结的安安 还安安责怪自己 怎么能这么不信任未来老公 妈的不管了 反正这辈子必须嫁给江森 他要是不娶我 我就 我就到时候再说 安安很硬气地想着 七点出头 拉着梁玉珠 嘻嘻哈哈跑出了酒店 而同一时间 江森已经进入比赛之前的 咽尿流程 不胜其烦 二十分钟后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二十分 大阪时间晚上八点二十分 江森完成简路 走进了后场室 坐下来没一会儿 吉普罗普就走了进来 然后照例 满屋子的人 很快又开始聚众搞封建迷信 江森就默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对抗 代表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斗志 不能丢 而且念完中文还念英文 反正左右也就三句话 翻译起来一点都不困难 十几分钟后 随着外面的场地被清空 江森再次跟随工作人员 走上了赛场 来了 来了 欧顺县青山村 欧顺县十里沟村 欧城区秦分小区 深城新兴兴中文王总部大楼 蒙蒙 老孔 吴晨 马厥子 城展鹏 辉哥 一大堆人早早地就坐到了电视机前 随着现场镜头 从一个个登场的运动员脸上扫过 等扫过江森的面孔时 孔廷 蒋 孟杰 还有等等等等的姑娘们 都在家里发出了哇的叫声 几个月不见 又特磨得更帅了 反倒是现场观战的安安 远远地根本看不清江森的脸 只能跟着现场一大群人 哇哇瞎叫 江森站在跑道上 甩了甩胳膊和腿 今晚上的赛场 可比前天热闹多了 比赛进行到第三天 终于开始有了大赛的气氛 采访区里的记者数量 也比之前多了三倍都不止 东纳挤在其中 静静地看着江森 看台的一角 孙指导的身影 也很奇怪地出现在了这边 他看着江森 眼神中 似乎有些寒意不明的东西 过了片刻 江森走到最外道位置站好 赛场四周 声音渐渐安静下来 电视机前 国内所有的观众们 也全都跟着摒弃凝神 杜 啪 一声枪响 比赛开始 江森一马当先 赶紧飞奔过去抢位 可是终归起跑位置太差 没能抢到前头去 很尴尬地被夹在了当中 这个位置跑动起来 会显得很逼着 下意识地会觉得 手脚甩动不开 只能说 这回实在运气不太好 但也没办法了 而且总比落在最后一个墙 毕竟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 想追逐前面的选手 没敢超一个 都是要额外消耗极大的体力的 能留在中间 等到半程跑完 应该跟第二集团的差距就拉开了 到时跑起来 感觉就松快了 江森心里嘟囔着 埋头跟着前面跑 前头五个人 包括阿普在内 配速明显比第一轮更快了一些 很快地等跑过第一圈 江森居然就感觉到了 和前天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压力 操 所以要落到第二集团的人 原来是我 重生以来这么久 江森头一回 觉得自己的体能好像不如别人 可是话又说回来 他特么 才松松垮垮地练了不到两个月 凭什么要求能跑世界第一啊 妈的还是练得太少 这明显不是我的真实水平 心里咬着牙 转眼等跑过第二圈 两个集团的差距逐渐拉大 江森依然勉强地 坠在第一集团的末尾 但央视解说的声音 却显得毫不紧张 甚至可以说 理性的根本就不关心似的 跑过一半了 还剩两圈 从画面上 我们应该都能看出来 江森似乎是略有点吃力 作为一个刚刚改练十项全能的选手 江森这回报名的项目 却不是十项全能 而是报了100米 1500米 标枪和跳远四个项目 并且全部都是持外卡参赛 而从这个报名选择来看 这四项 应该也是江森的优势项目 但目前看来 就算是优势项目 跟国外顶尖的项目选手 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实力差距的 第三圈跑完了 最后一圈 叮铃铃铃 场边摇起了紧张的铃声 跟在第一集团末尾的江森 跑过弯道后 跟第一名到第三名的差距 被逐渐被拉开 自己和第四 第五名形成第二集团 最后半圈 进入弯道 几名领先的选手完全发力了 电视里的声音说着 注意力已经完全不在江森上 而赛场上 几乎已经到达极限边缘的江森 眼看着阿普越来越跑 心说 怎么也不可能输这么多吧 跑过第二个弯道时候 不禁狠意咬牙 我草你妈 江森突然加速 浑身无比僵硬 又毫不在乎地猛冲起来 一下子 就超过身前的第五名和第四名 发狂一般 朝着前面的第一集团 飞速靠近 江森 看台上 安安激动眼冒星光 整片观众席上一片沸腾 进入最后五十米 江森一路应对 愣是又摸回到第一集团的屁股 但前头被死死咬住的三个人 这时也早就全都豁出去了 江森和阿普两个人的身位 犬牙交错着来回切换 央视的播音员在理性了一整场后 直到这最后不到十秒 才突然有了点情绪 江森追上来了 正在尝试赶超第三 又被反超了 啊 可惜 第一小组第一名 三分三十三秒六 第二名 江森应该是第四 让我们等一下他的成绩 哦 成绩出来了 第四名 三分三十五秒八九 那么应该是 拿到奥运A标了 让我们祝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在自己的优势和强势项目上 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妈 妈 你看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看台上 安安抱着梁玉珠大喊大叫 孙直导转头朝安安的方向看了眼 先是眼神明显一亮 但随即又微微皱起了眉头 降飞人 可没有这种质量的疯狂迷媚 他最出名的迷媚 恐怕是那个记者东娜 如果江森的成绩再继续提高 那么今后 孙直导有点不想再往这个方向去想 以前国内田径成绩一片惨淡的时候 他只希望国家出 越多的人才越好 为国争光 扬眉吐气 自己这些人也能一展报复 可自从2004年降飞人夺冠以来 很多事情似乎又有点变味了 同一个品牌 能同时让两个田径巨星来代言吗 孙直导不懂这个 但是今天他确实感觉到了来自想飞人身后的压力 跨项目但又在同一个锅里吃饭的压力 第三百七十六章 篮球不好玩吗 非常抱歉 我们要向所有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宣布一个遗憾的消息 几分钟后 男子1500米半决赛第一组比赛结束后十几分钟后 场地都没有被清空出来 过了许久 央视这边才收到消息 解说员无比惋惜地宣布到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1500米半决赛比赛中 我国运动员江森 在比赛过程中应多次踩到最内道边线 经过现场裁判的决议 刚刚被取消了比赛成绩 也就是说 草泥马 东欧市的某居民区里 突然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 孟清彪暴跳如雷 直接砸了 还有半杯啤酒没喝完的酒杯 把家里的地板见得一团糟 紧接着 他老婆就跳出来 两个人打成一团 而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人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脑子不太正常的 就急忙上网发帖 说果然老天爷都看不过去 就是不让骗子得逞 但水军们这时 却全都很聪明地闭上了嘴 刚才现场直播 瞎子都能看出 江森的实力不弱 再往这个方向上吵 只会把人心往江森那边带 还不如干脆就冷处理 什么都不说最好 十里沟村的卫生站里 马瘸子和一大群人 盯着电视屏幕 看着上面的漫放 就在江森最后冲刺的那五十米内 他和基普罗普抢到的时候 确实两次踩在了最内侧跑道的边线上 可要说出戒 似乎也够不上吧 我操 这特么也行 小高一升头回站在江森一边 吴晨泽直接跟着骂道 操 狗日的 狗日的 还真特么是狗日的 要是换个美国人 你看他小鬼子 敢不敢这么揪着不放 只有马瘸子 沉吟片刻 淡淡说道 输了就是输了 自己给人留了小辫子 有什么好说的 要是一开始 就往死里跑 跑到最前头的 怎么会采现 这就是本事不济 被人阴了 没话说 吴晨不满道 老马 你怎么站小鬼子那边啊 我站小鬼子那边 马瘸子冷冷一笑 小鬼子 这关都过不了 这点委屈都受不住 将来还做什么大事 今天这个小辫子 人家鬼子抓得干干净净 将来等他的事情做大了 有的是比这个肮脏 无耻卑鄙下流的 到时候输了场子 你还想跟人讲道理赢回来 你赢了 才有道理 输了 狗屁不是 吴乡长 你也是当兵的 仗打不赢 谈判 你还想赢 这道理不懂 吴晨被马瘸子一阵喷 顿时受教了 连忙道 对 对 道理是这个道理 就是 算了 马拉个逼的小鬼子 总有一天特么地讨回来 线上线下 惋惜着有之 谩骂者有之 每个人对江森的态度 决定了他们 对这个判法尺度的看法 这一刻 什么国家荣誉 倒是好像无关紧要的 关键的是 每个人的屁股 到底坐在哪边 是粉是黑 一目了然 我草啊 大阪市井赛的赛场上 江森离场时 看台上还有不少挥舞着五星红旗的观众 在那很是郁闷的大喊 江森心里有点淡疼 可脸上还是保持着微笑 朝看台上过来 支持他的观众挥了挥手 但并没有看到 坐在更远位置上的安安 等他走出赛场后 东纳立马和一个摄影记者截住了他 棍棍又低了上来 笑容灿烂地问道 江森 刚才很可惜啊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你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的吗 江森望向镜头 问道 直播吗 是的 东纳道 江森道 我暂时没有什么想对观众们说的 不过 我有话想对电视台说 你们昨天怎么把我的采访内容 剪得乱七八糟 那不是断章取义 让全国人误解我的意思吗 呃 运动员刚比完赛 心情有点激动啊 央视立马把信号切换回了直播间 全国上下正在看电视的成百上千万人 不禁满脸猛逼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了 哪段采访 究竟怎么了 赛场通道里 东纳有些错愕地看着江森 江森双手一摊 老苗和卢主任 他们就已经跑了上来 快速把江森接走 送上大巴就跑 今天接下来的项目 已经没中国队的份了 都输掉了 晚上回到酒店后 卢主任和老苗 生怕江森想不开 拉着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 江森脑子里也有点小乱 就默默地听 卢主任说着 不要紧 碧标拿到了 也照样能参加奥运 任务还是完成了的 而且就算进了决赛 名字也不好说 咱们就当这回事来亮个相 先保存实力 接下来 两相才是你的强项 这几天少跑一圈 也算是储备体能 战术上讲 反倒对我们有利 卢主任不愧是能带国家队的领队 辩证法学得很到位 队员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 他都能是情况打鸡血 或者灌鸡汤 江森表示非常认可 这一夜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 准备了半天 也尽力去做了 结果拿来的零弹回来 连首次跑进 三分三十五秒的历史性成绩 都被取消了 着实有点像被打了一闷棍 不过 卢主任说的也对 从结果上看 就算接下来能进决赛 那牌子 基本也不用想了 目前看来 全世界在一千五百米 这个项目上 绝对实力超过他的人 没有二十个也有十来个 想要这么以赛带练地 反复冲击自己的极限状态 根本不科学 像今晚这么跑完后 他至少有十几秒钟 整个人都是缺氧的 缺了那一步步的 稳扎稳打提高的过程 他现在压根不是在比赛 而是在透支生命了 再者想想 国际上接下来 对中国的全面围剿 只会越来越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 怕是取得的成绩越好 自己接下来受到的陷害 乃至迫害 就会越来越深刻 乃至肆无忌惮 就美国人那种 妄自尊大的 小心眼国家心态 根本见不得 其他国家 在任何领域上拿第一 亚买加闪电职业生涯 十来年 估计接受尿减的次数 至少能有两三千回了吧 十年训练 就是十年尿减 三天两头 搞不好睡个觉 都有人过来敲门 整不死你 也烦死你 江森想到这里 就不由地感慨 幸好体育这条路 他从一开始 就没想要走多远 走得多么认真 这最多只是 他想做其他事情的 一个前置条件 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太过为难 自己的成绩上的执念 比赛的结果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有空就练 没空就缓缓 顺其自然 只是话说回来 如果完全躺平 那肯定也不行 这样的话 特地花这么多时间 在上面就白费了 而现在看来 最关键的事情 应该也不是成绩本身 而是想想办法 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得先想一想 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别过运动员 因为妒忌吗 不对 至少不完全是 如果妒忌的话 随便安排个车祸 空难什么的 对美国人来说 应该是不难的 因为自尊吗 也不是 一个移民国家 只要能想办法让运动员规划 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做 不论明里暗里 只有赤裸裸的利益考量 为了利益 连灵魂都能反复出卖 根本不存在民族尊严的概念 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江森在本来睡觉的时间 又打开了电脑 他开始翻历届奥运会 美国的夺金项目 翻了半个小时后 似乎慢慢地 摸到点头绪了 对有些项目 老美好像特别执着 而越是这些 他们执着的项目 被他国超越 他们就越是要往死头 去针对对手 是因为在乎 江森想到这里 又赶紧切换到 大毛和欧洲国家的夺金点 然后在反复比较中 他仿佛看到了一条 可以争取的道路 欧洲和毛子 可以拿到 又不被老美针对的项目 是不是就可以有点想法呢 标枪 牵球 铁饼 练球 这些老美不屑去拿的项目当中 标枪岂不是很不容易 被老美针对 接下来是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 撑干跳 这些项目当中 老美唯一可以出让的 只有撑干跳 而他现在的撑干跳水平 江森微微摇头 等08年奥运会结束 跳远这一项 就可以去掉了 不出成绩也就罢了 要是出了成绩 他接下来的时间 只会越来越宝贵 根本不可能拿来 应付老美 两天 取尿三次的搞法 还有最后的竞赛项目 更加是被美国人 视为自留地的 如果他要做专业运动员 当然可以拿医生来抗争 从100米跑到3000米 只要真的实力允许 直接把所有冠军拿个遍 把美国人的脸抽到肿为止 但现在他的人生战略 不是这样的 所以 有些事情 最多只能做到08年为止 08年之后 除了标枪这一项老美 比较无所谓 而他又刚好能摸到 技术要领的 其他项目 就没必要再参加了 到时候 虽然少不得又要被人说心虚 但是天下傻逼千千万 很多傻逼的傻逼言论 恐怕到死都摆脱不了 那么 还在乎他们干嘛呢 而且 只要能保留一个强项 诸如标枪 如果08年能夺冠 然后12年和16年再来一次 乃至耍到2020年 那冷门小项目上称神 算不算神 显然 绝对算的 老子今年11月份 才满19岁 08年奥运的时候 20岁都不到 耍到2020年32岁退役 依然是壮年 体力和状态 根本不用过分担忧 然后明年08年奥运 就应该尽可能地 多报一些项目 争取尽可能多的夺金 玩完后 直接宣布退役 我特么还让你接个鬼的尿 而且 如果真按这个想法来 曲江省方面 绝对会100个支持他 而其他省份 要是不高兴 江森在此时此刻 也已经想到了 切实可行的其他办法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接下来 自己应该报那些项目呢 1500米 跳远 标枪 400米 石像全能 还有呢 或许100米 也可以努力练一下 不过这么多比赛 时间和体能的分配 又是个大问题 尤其石像全能和1500米 体能方面冲突太大 万一到时候 又赛程很紧 恐怕就安排不过来了 这个事情 看样子 明天得找卢主任 好好讨论讨论 江森脑子里想着 不知不觉 离睡觉的时间 就过去了将近一个钟头 等他回过神来 见时间已经那么晚了 才连盲关机 赶紧躺下 可就是躺下后 大脑却依然是清醒的 忽然又想到一个挺不错的主意 难道篮球不好玩吗 第三百七十七章 人身绑架 江森两辈子最大的缺点 其实就是诚实 思维方式虽然复杂 但做人方式极其简单 基本带人接物 就是有一说一 脑子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于是前一晚想到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 吃过早饭 便对卢主任和老苗和盘托出 然后说完之后 卢主任和老苗都特么沉默了 卢主任盯着江森看了好久 才缓缓道 这个事不是小事情 得从长计议 这个答复略有点出乎森哥的意料 不过随即老苗又接上一句 先看成绩吧 江森瞬间听懂 他们的意思应该是 有果子就摘 没果子就先等着看 至于果子摘下来之后该怎么分 那应该又是后面的问题 内部情况很复杂 而江森满脑子想的 又是美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内外情况加起来 就是复杂的平方 头有点大 大阪市井赛开赛第四天 江森没有任何需要参加的项目 除了早上在酒店的健身房里训练 一整天就是在房间里闭关马子 而卢主任和苗教练 则嘀嘀咕咕了许久 暗地里显然不太赞成江森去打篮球的想法 运动员的精力有限 而田管中心和篮管中心 又是两个单位 利益上不一致 如果江森有时间打篮球 在卢主任和苗教练看来 还不如干脆直接练白米跑 哪怕拿不到牌子 可只要能进决赛阶段刷个脸 那至少对田管中心来说 也是实实在在的成绩 因此 江森有这个想法和念头 在卢主任看来 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于是下午 江森马自马到飞起的时候 卢主任当机立断 干脆就给田管中心的大领导打了电话 那头一听 果然大发雷霆 严令卢主任对江森好生看管 如果有谁敢窜多江森去拍皮球 就找人直接把皮球戳破 总而言之 拍皮球这件事 想都不要想 江森对这事毫不知情 只是傍晚十分码丸子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感觉苗教练看他的眼神 有点不对头 不由问道 老苗 你今天的眼神又变得好淫荡 是高兴 老苗道 我们女队的练球项目 今天闯过预赛了 哦 江森有点惊讶 所以其他项目又全军覆没了 嗯 老苗轻轻点了下头 短跑队的人都提前回去了 江森问道 闭目视也不参加了 节省经费到这个程度 牌子都没几块 留下来哭吗 老苗叹道 所以啊 还是要靠你这样的年轻人 多为对你做点贡献 你要是争气 就是给全国人民争气 老苗说着 说着就上手 拍着江森的肩膀 还摸了两下 明天的比赛 要加油 江森被摸得一哆嗦 屁股一开一段距离 妈的我还是学生呢 我是过来体验生活的 老苗呵呵一笑 体验生活 年轻人 昨天一千五百米 跑出全国记录后 这事儿就由不得你来啊 卢主任已经在跟 曲江省考试院对接了 江森的档案 很快就要转移到国家队里来 到时候 他就是国家队正式成员 兼职护旦身衣的学生 搞不好还会被保留学籍 强制停学若干年 这一点 恐怕是江森最开始 怎么也没想到的事情 在老苗那古怪目光的注视下 江森吃过晚饭 赶紧跑回房间休息 还反锁了房门 晚饭后 闲来无事 又码了三千字 八点半刚过 他就躺下了 第二天二十九日 市井赛第五日 大阪当地天气阴沉 风雨欲来 仿佛又有台风过境 总而言之 好像不是什么好日子 江森大清早起来又去验尿 从他的专业角度看 这简直是命不久矣的征兆 不然正常人的话 一辈子恐怕都没这么多次 验须须的机会 验尿 简陆 在后场是看各国运动员 搞封建迷信活动 江森今天改背诵八戎八尺 然后等到早上九点二十分 终于等到男子跳远资格赛开始 太阳也突然就没征兆地开了出来 只是江森 还是略觉得有点不攒劲 没有队友 没有同伴 没有央视直播 也没有央视记者 东娜好像是被他气跑了 一直到轮到他开跳的时候 场边忽然响起一声尖叫 啊 江森 老公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江森抬眼望去 就看到有一对啥玩意儿在哪儿跳 眼睛陡然一亮的同时 正下意识想去看看 那双宝贝的主人长什么样 老苗却忽然鞋子里杀江出来 怒喊一声 别愣着啊 江森回过神来 赶紧转过头来 举手一示意 然后深吸一口气 开始助跑 助跑 近乎十秒级别的百米加速 冲刺助跑 飞速跑过助跑的跑道 砰的一声 稳稳一脚踩在起跳点的踏板上 瞬间整个人像是被高高抛上天空 下一秒 就一屁股坐到沙坑里 一群现场测量人员跑上前 成绩很快就出来了 8米34 简简单单一跳 轻松拿下奥运A标 而且顺理成章进了决赛 拿下这个成绩的江森 一看任务完成了 立马就把刚才看到的那对 蹲蹲跳的东西忘在了脑后 扭头就直接朝场外走去 而在看台上面 老苗则转身朝安安看了眼 两个人目光交错 彼此都看到对方眼神中的那一抹仇恨 安安 老狗贼 坏我终身大事 老苗 妈的又是球 还是一双 显坏我一员大将 两人窝火怒瞪 但交锋却只是一闪而过 老苗急急忙忙又往外面 安安也坐不住了 拉上梁玉珠 就要去场外堵截江森 可惜 他终于还是不明白 江森每次比赛完 都是要向组委会上交 嘘嘘的 所以结果就是 江森嘘嘘完毕 直接出门就上了国家队的车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驶去 安安阻拦不及 只能气得在外面跺脚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安安抓狂地大喊大叫 梁玉珠狠无语道 算了吧 这里出入口这么多 我看 你还不如去护带门口躲 怎么躲 安安不由眼睛一亮 已经跟他站到同一条战线上的老妈道 梁玉珠对江森的各方面的条件 已经满意的不能再满意 英俊高大 身体强健 成绩优异 有名有钱 而且 更主要没爸妈 就算将来他家的财产 都让江森吞了 那也不用怕便宜江森之外的人 并且一旦 江森跟安安有了孩子 这钱还不早晚都要回到他们家手里 前些天 在机场还跟江森剑拔弩张的梁玉珠 这几天见江森的表现越来越好 态度也逐渐转变过来了 甚至如果不是这件事八字都还没一撇 他搞不好连安安的孩子将来上哪家幼儿园都想好了 这一点倒是跟欧顺县的某个妇婆寡妇异常相像 他过几天学校开学总要回去报到的吧 你在这里又拦不住他 回国等得多方便啊 梁玉珠显然提供了操作上更具备可实施性的建议 安安仔细一想 还真觉得梁女士这个提议挺靠谱 然后又有点不舍地看看身后的场馆 看看远去的中国国家队大巴 内心失落到 唉 我这么远跑过来 连句话都没跟她说上 梁玉珠见她思春心切的模样 不由笑着把她搂进怀里 有句话 她是不敢说的 追星这种事啊 又不是你说想嫁就能嫁的 也得看人家明星要不要你啊 当然了 以他们家的条件 当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比的 明星自然也没多了不起 可这种事 毕竟还是得双方都点头才能做成 要不等过段日子 家里的货运公司 请江森过来做个代言吧 就当是倒贴江森 给孩子创造一个相亲的机会了 梁玉珠心里想着 母女俩站在大阪的街头 各怀心事 然后就在这时 又一辆大巴车从两个人身边驶过 车子在体育馆门口停下来 车里下来一位身材高大瘦长的青年 一大群随行人员和记者们 众星拱月 簇拥着对方往里走 安安转头望去 梁玉珠不由小声惊喜道 是那个谁吧 安安嘀咕道 还是我家二哥帅 二哥帅多了 这天早上十点四十点 在举国目光的关注下 央视对本届世锦赛 110米兰的预赛第一轮比赛 做了现场直播 全过程不到半个小时 收视率却达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 翔飞人轻松顺利过关 并在比赛结束后 接受了他的专属记者东女士的采访 中午十分 体育频道对这个消息大书特殊 说了足有五六分钟后 后面又留了大约十秒钟给江森 没有现场画面 甚至没有照片 只有一条口播的简讯 总之就是 江森闯入跳远决赛了 成绩是8米34 不足挂齿 甚至到了晚上 这条消息被直接掠过 显然高考的事情结束后 某些人不想再听到关于江森的好消息 可偏偏江森这货现在又在其他方面冒了头 按下葫芦扶起瓢 简直是讨厌 而且对这件事最无语的 其实还是体育频道本身 这种憋着不让说的指示 简直是违背媒体本能的 还有 如果接下来江森再出什么大成绩呢 难道活人还真的让尿憋死啊 奥运会当前 真正的国家意志就在这里 这种消息 难道还真能憋住 显然 不可能的 电视台内部 此时同样气氛微妙 如果江森不出成绩 这事也就罢了 可要是接下来 这小子再搞出点大动静 那就不能怪署下 军命有所不受了 不是我等友谊抗旨 实在是广大人民不答应啊 8月29日这天 一切仿佛波澜不惊 傍晚时分 安安被梁玉珠拖着 一步三回头递上了飞机 哼哼唧唧地返回国内 江森则突然接到队内通知 大阪市井赛结束后 即刻飞往罗马 备战9月9日的国际田连大奖赛 报名项目 十项全能 至于大学报名 没事 田馆中心已经跟护旦那边打过招呼了 晚点过去 不着急 第378章 惊喜 老苗 这过分了吧 顾全大局嘛 再说也不是不让你回去了 我堂堂七省文状元 嗯 不是 说顺嘴了 那我特吗 好歹也是 今年的曲江省文科状元吧 你们就这么先掌后奏 教育部门的脸面不要了吗 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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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森拿到直飞田连大奖赛的消息后 就跟老苗开始抱怨 老苗当然说不过江森 可是他有大意在手 眼下八月份都快过完 距离北京奥运会时间越来越近 奥运会这块牌子的好用程度 简直已经比棉丝铁券都要坚挺 到了这一步 江森终于开始有点意识到 自己突然宣布参加奥运会这件事 是有点草率了 现在重新复盘 他觉得还不如先偷偷把水平练到很牛逼的程度 然后等到大一下学期 距离奥运会 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 趁着奥运大门关闭之前 再向组织秀一下肌肉 然后顺理成章地去 参加一次国际比赛 拿下奥运参赛门票 顶替掉某个选手的名额 并且练的项目也不用那么多 一个也就够了 反正他来参加比赛 本意上也是为了在今后的日子里 能有更多的办事筹码 同时也顺便常规操作 堵住傻逼的嘴 到那时哪怕被国家队争掉 时间上他也完全来得及安排 七月份之前就是学校的考试月了 完全可以拖到考完结束 七月份再跟着国家队北上 练上一段时间 然后八月份在首都拿个金牌 只当是参加暑期社会实践 比赛结束后就是开学 开学之后 紧接着的全运会要比也行 无非也就是过去一哆嗦的事情 来回一两天而已 然后再接下来 只要他的成绩能一直过关 谁能管得住他训不训练 那么 学校里的日子也能照常过 说不定学校的实验室 也能看在他奥运冠军的面子上 直接给批下来 当然 那两千万的使用费 可能没法省下来 但是打个折总藏的吧 这个计划 本来是可以执行得非常完美的 但现在的事实却好像是 他这个项目被套牢了 静硬是好像抽不脱身了 所以话说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呢 嗯 江森努力回想啊回想 突然趴一拍桌 吓了苗教练一跳 你干嘛 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都怪那群傻逼 谁 江森 你要控制你自己啊 你现在是公众人物了 不要乱说话呀 我偏要说 江森愤愤磨牙道 都是因为那群傻逼 在网上嗷嗷叫 搞得我仓促出手 事情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妈的 真是好好的计划 被傻逼念歪了惊 老苗听得有些费解 你是说 那些网络上的人吗 是啊 江森皱眉道 不然你以为呢 我以为 苗教练张张嘴 默默又把话给咽了回去 他当然以为 江森是在说给他发通知的人 但是这话 是不能说了 江森和老苗互相对视 一阵沉默 老苗抬手看看时间 见不算早了 起身探道 算了 不说了 先去吃饭吧 明天还有跳远的决赛 他的语气 忽然变得有点激动 今年 中国队的状态无比糟糕 实力上比较确定的 夺牌点和夺金点 都只有一个 而且是同一个人 就是降飞人 至于其他项目 很不幸地讲 基本上 全都很难说 中国田径正处于 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只有降飞人 这个中流砥柱 勉强保住了 中国田径运动的脸面 而在这种情况下 江森要是能拿下一块牌子 甚至是两块 不客气地说 他就真的是国家英雄 哪怕算不上国家英雄 可是国家队英雄 那特么 总毋庸置疑吧 苗教练看江森的眼神 又炽热起来 江森感觉好刺眼 赶紧转移视线 忽然又想起 早上的某个女粉丝 问道 老苗 我早上好像看到 有个女观众 在看台上喊我名字 你看到了吗 没有 老苗识口否认 是错觉 不是啊 我明明看到 非常波涛汹涌 那更加证明是错觉 老苗道 应该是你到了 想姑娘的年龄了 我可以理解的 不过现在国家任务当前 这种事情 就先克服一下吧 匈奴未灭 何以加为 哎 你也学会搞思想教育了 哎 跟在卢主任身边 耳濡目染 好吧 江森放过了那个女观众 而且 确实也感觉 老苗说的挺有道理 理论上 应该是她的身体 已经发育到一定时候 所以 本能地产生生理层面上的需要 进而影响到心理和精神层面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早上的那个幻觉 真是好大 不是 是 算了 不自欺欺人了 那他妈就是好大 并且大而挺拔 形状优美 想来 确实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东西 没想到 她居然在比赛过程中 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这个身体 太寂寞了 她的精神 也太孤独了 实在是太渴望 某些事情的发生了 江森完全不觉得羞耻 只是说不出的叹息 甚至有点难过 她堂堂一年 已经能挣上千万的人 居然现在连人生大事都决定不了 操 这特么一点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果然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江森的脑回路 直接飘到奇怪的地方去 晚饭过后 她又闷在房间里码了4000字才睡 29号这一天 又仿佛做困山中似的混了过去 次日30号 大阪市井赛来到赛事分水岭 大量的重要比赛已经结束 剩下的比赛 也全都进入半决赛和决赛阶段 金牌榜上 各参赛国的成绩已经非常明显 美国队和肯尼亚傲视群雄 中国队则以一种非常和群的姿态 暂时以零精 零莹零同的成绩被群雄傲视 与其他有意第一的国家打成一片 一点大国的架子都没有 而带队的卢主任 也不止盯着江森了 他每天一会儿 佛系躺平 一会儿又突然着急上火 情绪来回波动 显得非常不稳定 尤其到了今天 中国队参赛项目不少 老卢从早上开始 就拉着苗教练不住地念叨 说今晚必须如何如何 要发扬红军战士 不怕苦 不怕死的精神 就算死在赛场上 也要把成绩拿下来 而这个任务 江森是必然有义务去背负的 也不枉费国家培养他那么多年 主任 他就练了一个多月 一晃到了晚饭的饭店 苗教练终于从卢主任嘴里 听到bug 卢主任一阵沉默了 啪一拍桌 全国一盘棋 要不是国家让他吃饱穿暖 他都活不到现在 教育口的事 就是体育口的事 体育口的事 就是教育口的事 文体不分价 老苗纠正道 卢主任 那不是文化口吗 卢主任尖叫起来 他不是作家吗 苗教练看着卢主任气势汹汹的样子 服气了 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大阪时间晚上七点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 中国国家队被卢主任的气势所感染 杀气腾腾来到赛场 天色还没完全看起来 赛场观众席上 已经坐无虚席 某个角落里 还有一小群旅日华侨 举着中国国旗 在那儿嗷嗷叫 但是 跟江森的关系 甚至跟中国队 关系只能说一般大 人家最主要 还是奔着翔飞人一个人来的 今晚翔飞人要跑第二枪 央视没有直播 但翔飞人的好朋友 东女士来了 翔哥 翔哥你紧张吗 江森刚跟着队伍从大巴上下来 就看到东女士 手握一根棍棍 正往翔飞人脸上对 那边照例做个赛前采访 江森他们这群人 就默默地直接路过 跟翔飞人和孙侄导点点头 就当是招呼过了 然后进了体育场后 就分头开始尿检 半个多小时后 等完成尿检程序出来 老苗突然就一脸激动地告诉他 我们拿快牌子了 哦 谁人这么牛逼 女队的 练球铜牌 厉害咯 江森点点头 内心却没什么波澜 这项目 也推冷门了 要不是最近一直在队里训练 他压根都不知道 这世上还有这么一项田径运动 而且话再说回来 其实前世那会儿 在翔飞人04年 奥运夺冠之前 他也同样不知道 原来世上 竟有110米跨栏这项运动 甚至在大摇登陆 NBA之前 NBA的球星 他也只知道乔丹一个 2000年之前 可能是中国还太闭塞 也可能是他本人比较闭塞 但确确实实的 这些国际体坛的事情 他真的就只能接触到这么多 不像后来的2000年后出生的小孩 生来就是网络时代 国家经济发展了 这一代人睁眼就能以平时的视角 看待整个世界 而江森小时候 只能养头 还有比江森年纪更大的 因为仰望的时间久了 不知不觉 就跪了下去 仔细想来 其实 这些人并不是真的那么可恨 更多的 还是可悲和可怜 而江森的幸运则在于 他是真的 完整地看到了国家 在整个转型期的变化 个人思想 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育 物质决定意识 江森的意识 被国家的建设发展力量 决定得明明白白的 此时 赛场上一片沸腾 观众席上的五星红旗 抖得很是欢快 那些身在曹营的观众们 虽然确实被隔壁的生活条件 勾引走了 但心里终归还是没忘了祖国 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力量了 月亮还是故乡的名啊 别紧张 别紧张 老苗拍着江森的胳膊 嘴里 喊江森别紧张 自己手心都冒汗了 接下来再过一个小时 就轮到江森上场 跳远决赛 中国队好久没人参加了 别拍了 你手心黏糊糊的 江森把老苗的手拿开 苗教练 黑黑一笑 这时翔飞人和孙直导走了过来 两边互相寒暄两句 就各自散开 在场边热身 翔飞人的比赛 比江森的比赛 还要靠后一小时左右 万众瞩目之下 这漫长的等待时间 说实话也是够煎熬的 江森好一阵好等 等得简直连赛后的尿 都快憋出来的时候 终于等到进入简路中心 然后进入后场室内 后场室里 一群黑叔叔的封建迷信活动 搞得越发激动了 不过也难怪 决赛吗 谁不想漫天神佛保佑的 其实 江森自己 也很想参与一下的 妈的万一有效呢 只是迫于他的唯物主义信仰 硬生生稳住了 大半时间晚上八点十分左右 江森他们终于来到了赛场上 落过采访区的时候 东女士看到了江森 江森也看到了他 两个人对视了足足三秒 东女士却特么的 只是喊了句 加油啊 完全没有要采访的意思 江森只能跟他反手比个圈 加油 转身就朝着沙坑走去 身上从卢主任那传染来的沙气 已经点半都不剩了 内心感觉很平静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又出现了错觉 但也可能是 这几天休息好了 江森感觉自己今天的身体状态 特别特别的牛逼 属于最近十来天里 最牛逼的一天 气赞够了 可以放大招了 江森走到场地的角落 静静地坐着热身 赛场上微微有点晚上 而且是跳远场地的顺风 吹在身上很是舒服 不到十分钟后 跳远比赛开始 场边有几个转播镜头 对跳远比赛谈不上重视 也不算不重视 仅仅只比投掷项目 稍微好一丁点 冷门项目 就是这么悲催 三连贯的影响力 恐怕都没有短到项目 一块金牌来的墙 江森不禁地又想起 翔飞人来 那真是一战风神 只可惜 可惜了 他转头朝远处看看 翔飞人已经不见了 应该是去捡路 中国选手 到你了 正愣神的功夫 跳远比赛的第一个选手 居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跳完 江森被工作人员 叫到名字 才回过神来 赶紧麻溜溜地走上前 然后微微一息气 举手示意 然后 两腿关节屈伸了一下 突然 双腿肌肉一崩 整个人就飞窜了出去 好快 现场所有选手 看得明显一愣 同时几个呼吸之间 远处的江森 就已经踩在踏板上 高高飞起 身体姿态 在半空中弯曲着 尽量向前冲去 瞬间便落入了沙坑 一大群参赛选手 肉眼就能看出 这一跳的距离极远 几名测量人员跑上前 然后过了足有两分多钟 裁判才终于磨蹭着 在老苗和卢主任的 交集等待中 仿佛很不甘愿地 给出了成绩 杀千刀的八米六十二 今年全球最佳成绩 全场沸腾 赛场边的所有参赛选手 满眼不可思议 China 记者采访区里 东女士惊恶地捂住了嘴 而观众席上 老苗和卢主任 早已激动地抱成一团 拿牌了 拿牌子了 第三百七十九章 大腕 江森 江森 看台上少数的中国观众们 有节奏地喊起了江森的名字 全场的欧美选手们 终于知道了江森的名字 Johnson是吧 好名字 他可以是个美国人 比赛还没完 赛场的观众席上 就已经有老美 打起了森哥的主意 而那些今天参与比赛的 另外十来个选手 更是直接一改之前 完全忽略江森的态度 纷纷主动上前打招呼 跟江森机长 韩轩 江森的窥英语还凑合 还能聊上几句 随后的半个多小时时间里 江森认认真真 完成了后面两跳 第二跳是8米49 第三跳8米51 发挥略差 给后来者留下些许的机会 然而 好在一直到比赛最终结束时 号称天才的某巴拿马选手 也依然还是以极其微弱的 差距略输一筹 江森在全场一片欢呼声中 带有几分侥幸地 拿下田径市井赛历史上 中国男选手的第一块填赛金牌 顺便打破亚洲记录 所以 小鬼子的这点心态就很奇怪 如果对手是美跌运动员的话 搞不好江森这块金牌 就直接被黑掉了 零点几米的差距而已 他们肯定是有脸这么干的 但换成巴拿马这种 连收回运河管理权 都花了好几十年的菜鸡小国 小鬼子 立马就感觉江森是特么的 黄种人骄傲了 一开始还不情不愿的 但这会儿就全场跟着一起 Johnson Johnson喊个不停 比赛结束 Johnson的心情 微微比当年打破全市记录的时候 激动那么一点点 走过采访区 就听东女士一个劲地 在那边跟着叫 Johnson Johnson 仿佛过了这么多天 才看出 江森到底有多帅 眼神就很有问题 江森 你好 我现在感觉很激动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 东女士拉住江森 就把棍棍往江森嘴边塞 江森退后一步 看着摄像机问道 在路吗 在路 在路在路 东女士激动地连声回答 江森这回学乖了 正色道 不激动 是因为没有必要激动 因为这是党和国家 还有人民 赋予我的任务 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 认真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接下来 我的路途还很漫长 我在护旦大学的学习 刚刚要开始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这里的比赛 只是我人生中的一点小插曲 生命不止 奋斗不息 今天虽然确实是 取得了一点成绩 可是正因如此 我才更要鞭策自己 朝着更远更高的地方 继续扬帆奋进 所以 没什么好激动的 我反而感觉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对自己的要求必须更高了 压力也更大了 东女士一阵沉默后 想了想 转头对抗摄影机的大哥道 先关了吧 摄影机的灯立马按掉 东女士笑着问道 江森 你不要紧张 咱们 就当正常聊天吧 江森一看摄像机关了 立马就来劲了 我他妈紧张的鸡毛啊 我还不是怕你们台里 又给我乱捡 我现在相当于是 逃了课出来的 你懂不懂 我本来就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你们还给我来这套 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啊 你说 我能骂人吗 当然不能啊 对啊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江森扭头就走 东女士转头看看摄影大哥 摄影大哥道 他好像骂人了 性格真强势 东女士不禁摇头 纯爷们 摄影大哥不想说话 没拿金牌 花瓶小白脸 拿了金牌 纯爷们 这姐们变脸 速度真快 随着江森 他们比赛的结束 填赛场地上今晚的比赛 也就都受了攻 江森习惯性地往外走的时候 被工作人员喊住 这才想起 还有赛后的颁奖仪式 赶紧又穿上外套 屁颠颠地跑回去 登上领奖台领取金牌 国内的几个原本是来采访翔飞人的记者 赶忙咔咔咔拍照 但拍照的时间也不多 江森带上金牌不到一分钟后 赛事安排密集的主赛场内 就想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看得江森满心感慨 话说他之前一直都以为 只有奥运会赢了会升国旗 感情世锦赛也升起啊 然后被造成这种既定印象 又怪谁呢 运动员水平不达标是内音 个别媒体宣传 不到位是外音 反正江森从来不怪自己 老子反正尽力了的 五星红旗从旗杆子下面缓缓往上爬 观众席上 不多的中国观众跟着唱起了国歌 卢主任热泪盈眶 老苗更是泪如雨下 多少年了 特磨得多少年了 他从青葱少年熬成现在的地中海 从夕阳下奔跑的身影 变成现在的大富翩翩 几代体育人 从建国初奋斗至今 足足五六十年的光阴 中国田径队 终于出了个男子填赛的冠军 历史性记录 历史性记录啊 妈的江森这个死鬼 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他师父要是还活着的话 哦 师父好像还没死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国歌声落下 苗公宽擦擦眼泪 吸了吸鼻涕 领奖台上 江森从中间的最高位置上 一跃下 笑着跟颁奖的小鬼子官员握了握手 用英文说了句 感谢你们全国 然后在对方友善的笑容中 偏然离去 等他走过采访区的时候 正遇上110米兰的刘飞人入场 翔飞人向江森竖起一个大拇指 兄弟 牛逼 江森赶紧抱拳 大哥过奖 等你下一块金牌 包在我身上 翔飞人表情酷酷的一举手 江森很默契地跟他一击掌 刹那间 东女士身边仿佛有几百个镜头亮起 训练有素的国内外记者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瞬间 这历史性的一刻 必然是要勇宰史册了 甚至有人连明天的标题都已经想好 就叫中国田 静之王 约莫十分钟后 翔飞人第二轮比赛结束 顺利闯入最终的决赛 江森也在差不多的时间 完成了赛后的尿减程序 江森啊 哦哦哦 江森嘘嘘玩出来 早就等在外头的老苗抱住江森就好 眼泪鼻涕抹了江森一身 江森当然是感觉很恶心的 但是气氛烘托到这儿了 当然 只能先哄着这老小子 安抚到 好了 还有标枪呢 过几天 再哭好不好 乖啊 边上几个过来重在参与的队友们 不由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一个姑娘胸前挂着块宝贵的铜牌 江森对他微微一笑 那胖胖的姑娘 居然脸红了 是 对 一金一铜了 跨篮也进决赛了 拿牌应该没问题 对 接下来还有标枪 明天早上这边时间九点半自个赛 进决赛绝对没问题 拿牌的可能性很大 是 应该会是市井赛中国队最佳成绩了 这次应该要进前十了 对 对 没有 没有手机 过来第一天就给他没收了 跟篮球队没联系 是 是 放心 篮球队都不知道他呢 别人也联系不到他 不要紧的 他不是没家里人了吗 正好 以后队里就是他的家 9月2号晚上比完 晚上11点的飞机 直接去罗马 经纪人 太早了吧 行 行 我抓紧给他安排 一九开啊 行 行 我劝证吧 哎 好 您晚安 回到酒店后 卢主任给上面填管中兴的领导 打了半天的电话 通话结束后 内心略微复杂 有了降飞人的经验后 中兴现在对成名运动员的收入问题 很是关注 降飞人因为成名太过突然 中兴反应不及 结果一下子没盯住 让他早早地就组了自己的团队 利益分配上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 存在意见分歧的 只是碍于降飞人的高度 一直没有公开 把窗户直捅破 但这回江森自己送上门来 填管中兴就嗨嗨呀 绝对不跟他客气了 哪怕真要闹起来 那就是奥运会当前 组织上不想让运动员分心 所以帮助运动员承担了一些工作 而如果江森乖乖配合不闹腾 那么家里必然会让他爽到极点 哎 卢主任轻轻叹气 天下嚷嚷 皆为力望 换做是他 如果坐到那样的位置上 日常生活 自然也会只剩下算计的 只是一酒开 这话让他怎么有脸说得出口 找机会再说吧 卢主任有点鸵鸟心态了 另一头 晚上回到酒店的江森 洗完澡 就倒头直接睡了 这一觉睡到早上七点出头 然后被老苗略带兴奋的寒醒 接着下楼热身 吃饭 然后八点四十分随队出发 九点不到准时抵达赛场 市井赛倒数第三个比赛日清晨 江森像是被赶鸭子上架 强行被接了两管叙叙后 没一会儿就到了赛场上 半个小时后 随着他的一哆嗦 便状态稳定地拿到标枪的奥运A标 顺便挺进了市井赛最后一天的决赛 江森 你对今晚刘翔的决赛怎么看 走过采访区 东女士明显开始拿江森当腕了 看她的眼神都跟看翔飞人似的 而且看得更加专注 江森警惕地看看四周 没有摄影机 放心道 这特末还用问 我想个天下无敌啊 那你自己的标枪决赛呢 这特末还用问 扎死一个是一个啊 拼了呀 那我能问个私人问题吗 不能 你有女朋友吗 这特末还用问 我堂堂全国十家优秀中学生 你说 我敢不敢有 真的吗 全国十家 这么厉害 但凡你再度娘上查过十分钟 都问不出这么无知的问题 假粉